我妈是鬼我爸也是鬼 众所周知鬼加鬼等于鬼 而我却是一个人类 气得你爸把我妈抽了三天三夜 我爸始终也想不明白 整个村子全是鬼怎么会生出一个人类 正当我爸准备将我扔在村口 让我自生自灭的时候 欲感不妙的我哇哇大哭了起来 爸妈竟头痛的在地上连连打鬼 甚至只要我一生气 村里的恶鬼们就会浑身疼痛 那种疼痛深入骨髓让他们根本就承受不了 从此以后 村子里的鬼只要听到我的名字无不竖起大鼓指 人鬼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 为了报答村民们的疼爱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我每天都在用小脑想着怎么带领村民发家制服 最终想到了卖桃木剑这一产业 现在外面那些人类对抗诡异的武器 主要来源就是我们村 村长和其他几个老家伙对我都很有意见 可转念一想一个人类最多也就能活一百多岁 养养花人人也就过去了 但这次他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我把村口的一棵老槐树砍了 树干做成了木剑树叶做成了茶叶 当天晚上整个村子的村民都聚在了一起 爸妈正抱着一颗小树枝痛苦 我的老伙计啊你死得真才啊 这一千多年都过来了 风里来雨里去的各种劫难都没弄死你 结果今天成了一口凉茶 爸妈哭的嗓子有点干 她拿起桌上的槐树茶喝了一口 真香真好喝 行了别好了 这么些年谁没有被那小子祸害过 说话的是一个浑身漆黑的婴儿 我明明是一个怨婴那小子 非说我营养不良 还天天给我喝牛奶 这是一只牛头诡异的捂着胸口傲娇的转过头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了起来 你痛苦的只是身体 我痛苦的是精神啊 一只穿着花棉袄的女鬼开了口 我一个喜丧鬼 死之前也是正儿八经的大小姐 嫁衣现在变成了花棉袄 还被人叫大衣 女鬼越想越气静呜呜的哭了起来 村长盘腿坐在炕上安慰起了众人 如今那小子都18岁了 我们直接让他出去外面不就可以了吗 以前是婴儿不讲道理 但现在他大了呀 太好了 苦难终于结束了 众鬼纷纷议论了起来 此时鬼娃突然说道 我们要用什么理由让他出去 村长拍了拍鬼娃的脑袋 鬼娃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所以这个问题就交给你了 不是我不行啊 我现在见着那小子就控制不住想上厕所 由于常年被欺负都给弄成应激反应 没事回头给你弄个尿不湿 村长一脸温和地说道 反正这事就交给你了 要是办不好就让你跟那小子睡一个炕 村长你这不是为难鬼吗 我还是个宝宝 话还没说完 只见门口的帘子被掀了起来 我满脸疑问地走了进去 刚才有人说村长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门口的猪头屠夫抠了抠鼻子 正是村长让他带我过来的 村长看着我笑着说了句 你鬼哥找你有事情 鬼娃瞬间崩溃 这就开始了吗 你倒是给我个准备时间了 鬼娃脸都绿了一本正经地胡扯了起来 那啥村里的桃木剑不让卖了 为啥不让卖了我焦急地问道 村长见我情绪不对立马急了 要知道我一伤心他们可就难受了 鬼娃灵光一闪脱口而出 国家宣扬科学抵制封建迷信不让卖 我一听是这个立刻也就不伤心了 毕竟作为接班人要时刻响应国家号召 可我们以后干什么呀 村长拍了拍鬼娃的脑袋 问你呢我们以后能干啥 鬼娃再度震惊地看着村长 那个我感觉吧 我们可以出去打工 太棒了 众鬼心里激动万分终于说出来 可贵哥说过父母再不远行 我一脸为难地说道 众鬼一起刷刷地看着鬼娃 下一秒笑咪咪地拉着鬼娃去到屋子 不一会儿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 再次进来只见鬼娃用力 把在外的鼻血抽了回去 哥你这是怎么了 没没什么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此时父母也教育起了我 儿子你不用管我 你已经长大了要多出去走走 可是贵哥说过知足常乐平凡才是福 那个鬼娃你再跟我们出来一下 再次进来鬼娃摔得更严重 他眼巴巴地看着我 你爸妈准备生二胎了 你得跟地方出来 这个也是国家政策必须响应国家号召 你看村长八十多岁了都要响应 你家可不能拖了后腿呀 我看了看村长 也是 我现在还单身 这事还得靠父母才行 那我出去打工 等我挣了钱回来给大伙盖大房子 离别那天重鬼纷纷前来送行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流着眼泪 我咬牙转身男子汉就要往前走 很快身影消失在了重鬼的眼中 村长激动地吼叫了一声 来呀 把人屁股敲起来 哀乐奏起来 远处我听着悲伤的音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就在出村子不久 我的身体却一下子诡异的消失 然而就在我出村子的那一刻 一行字浮现在我的眼前 欢迎来到诡异世界 但在村里根本就没人叫我十字 欢什么什么什么世界 我费力地看着屏幕上的字 算了看不懂就不看了 这估计就是外面的世界 要不人家怎么老是说外面就是好 这科技也太发达了 此时屏幕再次发生了变化 上面出现了四个选项 分别是个人背包商城任务 但我也就认识个人和包 先点开个人看看 果然除了我的名字 其他的都不认识 研究了一会儿以后 我点开了任务 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信息 任务 郊外出租车 任务目标 活着到达会场 任务奖励 随即品质物比 这一大串文字看到我脑袋疼 我直接点击了下方 左边更加显眼的暗影 一瞬间我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此时一辆出租车上 司机正在后排 吃着被肢解的女乘客 片刻之后司机满意地回到驾驶位上 擦了擦嘴角上的碎肉 开着车继续前进 饱餐一顿之后 司机打算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一个男人 站在路旁躲着 虽然他比较钟爱女人 那种细腻的肉质 但是偶尔换一种口味也可以 所以他想也没想 就把车开了过去 停在了那人的面前 而此时的我正十分郁闷 刚点完那个按钮 就被传送了出来 还没等我想明白 天上又下起了调破蛋 就在我无奈的时候 一辆车突然停在我的前面 我惊喜地看着眼前的这辆车 这东西以前 只在电视里见过 叫什么出租车 于是我学着电视上的动作 打开车门坐了上去 刚一上车 司机就一脚油门开走 哎呀呀 真是谢谢你呀大哥 我学着电视里的人 兴奋地说道 甚至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 然后仔细打量着 车内的装饰 这真是好呀 这板凳比我们村那 拖拉机舒服多了 我这拍拍那 看看一副土包子的样子 司机也投来十分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是个香巴老 可他转面一响 乡下人也好肉紧致 就在这时 我看见了一个长长的手柄 上面还有个按钮 我下意识地握住 那个长柄稍微那么一拉 就看到高速行驶的出租车 一个神龙百尾 砰的一声就撞在了 旁边的护栏上 幸运的是我系上了安全带 但是司机却撞破玻璃 飞了出去 大哥你怎么飞了 我赶紧下车去查看司机的情况 好在司机不是真的人类 所以飞出去对他没什么影响 可车子是鬼物 车窗破裂的玻璃 扎子插了司机一脸 大哥你没事吧 你说呢 我正开车你特么拉什么手杀 司机咆哮道 我赶紧过去扶起司机 把他扶上了车 大哥你这样还能开吗 要不我来吧 我一脸担忧地问道 司机也是一脸猛逼 你特么一个连手杀都不知道的 到底是有什么脸说出这回 你老实给我作骂 我赶紧回到座位 司机长叹了一口气 刚要打火 可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立刻把安全带系上了 他奶奶的都给他弄出心理阴影了 不行不能跟这小子都圈子 必须要尽快弄死他 此时司机偷偷地拿出一把尖刀 刚一转头神情瞬间就僵住了 我正拿着一把猎枪不停地擦着 并且司机一眼就看出这把枪也是鬼物 而且等级十分的高 司机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小破刀 默默地把刀又放了回去 小兄弟你这出门在外怎么还带枪呢 哦我贵哥说出门在外难免遇到危险 所以带把枪防防身 小兄弟现在是法治社会不允许带枪的 啊这样啊那怎么办啊 我有些慌了我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 犯法的事情我可不干 要不你把它给我我帮你除了 司机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枪要是弄到手他的实力可就大着 好啊谢谢你啊大哥你真是个好 司机拿过枪以后心里更是狂喜 心想一会儿就好好收拾这小子衣服 毕竟这小王八蛋害自己这么惨 手里又拿起了那一把鬼物小刀 可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 左手的刀直接插在了自己的腰子上 此时司机在心里默默地流泪 尼玛这是个汉粉啊 只因他看见了我手上又掏出了两个手雷 很显然这手雷也是鬼物等级也很高 他就弄不明白了 一个人类怎么弄到这些高级鬼物的 司机抽了一下鼻子刚抬头 只见我拉着拉环住手 司机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小兄弟咱们什么仇什么怨了不至于吧 听到这话我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恍然道 大哥你误会了这是酒 说着我拉开了拉环随后手榴弹果然没有爆炸 大哥你也来一瓶我先去上个厕所 我递给司机一个随后开门下去 司机接过手榴弹在手里看看 嘴里嘖嘖撑起 瞧瞧这手榴弹整的 摸起来像看起来像 甚至拉起来也像 然而我下车刚脱下裤子 就听到后面一阵巨响 吓得我差点没坐地上 干净穿上裤子回去 只见司机抱着方向盘坐在地上 旁边还有个轮子不停地滚动 不是大哥 你这是怎么弄得呀 车呢 我着急地说道 你说呢 二十多年积攒阴气的车没了 司机左右看了看 然后拿起旁边的猎枪 我赶紧上前把枪抢了过来 放回了包袱 那枪刚一靠近包袱 就变成了小玩具被我扔到了里面 大哥冷静一辆车不至于自杀呀 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辆车 可是哥那个车吧 有点难开 这话一出 司机立刻不乐意了 瞧不起谁呢 ABCDFG 26个字母的驾照哥都有 这世界就没有我不能开的车 司机冷哼着说到几分钟以后 司机看着眼前的三轮陷入了沉默 三 三轮啊 啊 刘烨点点头 不是 从这道城里开车都得一个小时 咱俩去三轮去啊 哥 你说的 你啥车都能开 刘烨小声地说道 别跟我来这趟 想去城里自己骑 司机怒道 咔嚓 刘烨的猎枪又掉了出来 司机 两个小时以后 司机臭着一张脸 带着刘烨来到了会城 任务郊区出租车 哥已完成 开始进行结算 任务奖励一 获得积分零 任务奖励二 获得经验值零 任务奖励三冒号五二式步兵炮 幽魂 个人表现 成功完成任务 对任务目标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并且成功解决事件 总体表现 S加 额外获得积分零 获得技能 正义的大逼兜 技能 正义的大逼兜 类型 被动 等级 凶魂 效果 对目标进行正义的击打 对目标造成极大的精神威慑 消耗 备注 他还是个孩子啊 到了 司机冷哼着说道 刘烨从三轮车上下来 看着四周的高楼大厦 嘴都合不拢了 虽然他在村里的电视中 也看过城市里的样子 但现在亲眼看到城里的景象 还是十分的震惊 甚至都望了眼前的光屏 好大 刘烨十多年浅薄的见识中 很是震惊 这么高大的楼 是怎么建成的 而他这吃惊的神情 和老土的打扮 让旁边的行人纷纷注目 更有闲的无聊的人 拿起手机对着他拍了起来 司机看着人多了起来 立刻转身就要走 毕竟作为一个诡异 还是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在人群中 毕竟他害怕自己克制不住 等等 作为一个诡异 诡异 司机一脸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脸 对啊 我他们的是诡异啊 我为什么要飞那么大劲 骑两个小时的车啊 此时的他已经不想要报仇了 只想要离刘烨 这个坑货远一点 只是走着走着 就发现不对 你还跟着我干嘛 我都把你带城里来了 我做的已经够意思了 你还要干什么呀 司机有些崩溃道 不是哥 我没地方去 你能给我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吗 我能干活 刘烨可怜兮兮地看着司机 不是 你有没有吃饭的地方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车都被炸了 我现在连吃饭的地方在哪都不知道呢 司机说完 暗暗地加快了脚步 他毕竟是个诡异 脚步快起来 一般人根本就赶不上 不过刘烨也不是一般人 司机走了一阵 一回头 就看到刘烨还在他后面 司机都快疯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求你了 这么大的城市 这么多人 你随便找一个坑不行吗 非得找我 我上辈子是欠你的 还是怎么的呀 哥 你怎么能说我坑你呢 我感觉我们两个相处得很不错啊 刘烨两眼放着心心说道 司机悠悠地看着他 我们俩总共认识不到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 我先是出车祸 然后被刀筒 接着车被炸没了 最后更是给你登了两个小时的三轮 你告诉我 我们俩相处得不错 嗯 对 对你来说挺不错是吧 不是 哥 你怎么能怎么看我呢 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哥哥一样看 哥 你就帮帮我吧 刘烨可怜兮兮地说道 不用说了 我跟你说 你今天就是说破天了 我也要跟你一刀两断 咔嚓 五二式步兵炮掉落出来 司机 你猎枪我也就算了 这弄个五二式步兵炮出来 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你到底是哪个村子里出来的 伊拉克村啊 惠城 位于下国的东北部 是东北四省中比较发达的城市 所以在城市中 聚集着许多外来的打工人员 这些人因为没钱 所有都居住在城市的东南角 房价比较便宜的郊区 这里环境恶劣 各种违规的建筑混杂在一起 地上的臭水沟不时地爬过几只老鼠 他们在污水中不停地奔跑 寻找着能吃的东西 只是 就在他们经过一栋公寓的时候 却是瞬间停住了 随后快速地转头跑开了 这是一个十分残破的公寓 仿佛是下一秒就要倒塌了一般 这栋公寓 就是惠城的恐怖传说之一 玫瑰公寓 传说 只要进入了这里 就永远都出不去了 此时 在这栋公寓的404号房间内 一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正在一个房间里面 身体裹着厚厚的被子 正在不住地发抖 而让人惊恶的是 此时整个房间里 竟然正下着雪 地面上已经积累了厚厚的一层 空调更是开着超低温 男人的脸上挂满了白霜 牙齿正不住地打颤 叮铃铃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臂 拿起了话筒 你好 亲爱的陆先生 请问你有退房的意愿吗 如果您打算退房 我们将会给您最好的待遇 电话那边说完 就看到在他的旁边 出现了一个木地 上面吊着一根绳子 很显然 这就是电话中的退房 我 我 信号信号老了 男人咬着牙哆嗦地说道 电话那边的人听到这话 却并没有生气 而是笑着说道 那真是太遗憾了 那边电话刚料下的瞬间 就看他在地上的手机突然 自己打开 随后点开了电话簿 打出了一个号码 喂 你又找我干什么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很好听的女生 男人脸色大变 刚想要说话 却突然听到 自己的声音竟然在电话中响了起来 老婆 对不起 我混蛋 我不应该赌钱 不应该打你和孩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那个 老婆 你听我说 我还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说 我保证 说完以后 我就从这个城市消失 我们再见一面吧 我就在惠城的一家公寓里 这里的地址是 不要 不要过来 男人大声地嘶吼着 但是电话那边的他老婆 却是完全听不到男人的声音 行 我就听听 你还要说什么 不要过来啊 男人大声怒吼着 但是这个时候 电话却挂断了 男人颓然地靠在墙壁上 他很清楚这间房子的意思 要么他死 要么自己的老婆死 这个房子十分地恐怖 无论他用什么方法离开 最后都会回到这里 并且 这个房间会用尽各种方法 想要逼他自杀 他看向地上的电话 就看到那上面自动弹跳出一幅地图 上面一个小红点正朝着这里移动 他知道 那是自己的妻子正在向这里赶来 别过来啊 男人捂住脸 痛哭地说道 他现在十分地后悔 那天因为一点钱 住进了这个公寓 他是个混蛋 吃喝嫖赌抽 可以说是五毒俱全 他觉得自己死没有关系 但是自己的妻子 想到这 他面露狠色 让他死可以 但即使是死 他也要以自己的方式 跟这个王八蛋屋子拼到底 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厨房 打开冰箱 从里面掏出所有的酒水 随后用不包裹住 一把火点燃起来 要死 就一起死 男人咆哮着 把整个房子点燃起来 一瞬间 整个房子瞬间变成火海 火焰瞬间席卷整个屋子 男人甚至能听到 隐约的一声恐怖咆哮 他面露微笑 闭着眼睛倒在地上不一会儿 整个屋子都变成一座焦炭 咔嚓 一道开锁的声音响起 从门外面走进来三个人 看看吧 就是这里 一个长相十分丑陋的老人 拎着一盏油灯率先进来 身后是刘夜和司机 刘夜抱着包袱走了进来 看着公寓里面 设施十分的齐全 沙发电视席梦思大床 这些他只在电视中 看过的东西全都有 让他十分的满意 真是不错啊 这沙发 坐着都能陷进去 刘夜兴奋地一屁股 坐在沙发上 上下颠了颠 随后激动地讹说道 大夜 这房间真的得有免费住吗 当然 不幸的话 我们可以签合同 说着 他拿出了一份合同 这是一份租房合同 上面写着 甲方吴海 愿意将房子免费租给乙方刘夜 直到其自愿搬离为止 这么诡异的合同 在一般人的眼中 肯定是有诈 但是刘夜刚出村里出来 没见识过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再加上有旁边的司机坐保 所以 毫不犹豫地 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而就在他签上名字的瞬间 眼前的光屏再度出现 叮 触发随机任务 任务 404幻影胸间 任务目标 在玫瑰公寓404号房间 居住7天 任务奖励 1比0积分 任务奖励 2比0经验值 任务奖励3 凶鬼品质 随机物品 信号1 任务奖励4 幽魂品质 随机技能 信号1 老头见刘夜签字了 笑着把钥匙放到了茶几上 随后说道 那么 我就不打扰你休想 好好休息 说着 五老头就出去了 司机瞥了刘夜一眼 心中冷哼一声 但是面上却是一笑 怎么样 大哥够意思吧 说给你弄的房子 就给你弄的房子 大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以后一定要报答你 刘夜激动地说道 呵呵 等你活过一个礼拜再说吧 司机心里冷冷地想着 这房子的规则 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 把人活活地折磨到自杀而死 司机心想 正面对抗自己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这样的方式 你又如何应对呢 祝你有个好梦 说完 司机从房间退了出去 刘夜这边忙碌一天了 也有些疲惫 他从包袱里 拿出煎饼大葱吃了一顿 然后眼睛就有些睁不开了 他迷迷糊糊地向着厕所走去 打算上个厕所就去睡觉 他这边刚进厕所 厕所的房门就自动关上了 很显然 这栋房子 并不打算让刘夜过一个平稳的夜晚 刘夜刚进厕所 厕所上的一根电线就垂了下来 正好落在刘夜脖子的位置上 而这个时候 刘夜也正要开始开闸放水 哗啦 随着一阵水声 刘夜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惨叫 啊 卧槽 这声音 一下子给刘夜下精神了 这大晚上的 突然这么一嗓子 谁也受不了啊 他扒拉开掉落下来的电线 正打算出去看看发生什么的时候 就听到砰的一声响动 马桶炸了 下水到的水 疯狂地喷了出来 啊 刘夜也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叫声 刘夜打开厕所门 浑身湿漉漉地跑了出去 随后他突然缓过神来 刚才的那个声音 好像是大爷的声音啊 别再大爷出什么事了 人家大爷免费给自己房子住 是个好人 真要是出什么事 自己不能不管啊 想到这 他也顾不上身上都是水 直接就跑了出去 当他来到一楼 就看到大爷捂住自己的肚子 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 旁边蹲着急切的司机 大哥 这是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又干了啥呀 司机悲愤地喊道 刘夜冷了 随后震惊地说道 又赖我 大哥 我刚下来 我什么也没干啊 你在你房间里干什么了 司机喊道 我没干啥 我就上到厕所 哦 对了 厕所下水管炸了 司机 那炸的是下水管吗 那是吴老头的脑穴管啊 想到这 司机感觉也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是自己 给这货带来的 但谁想到这小子 能这么邪心啊 我跟你说 就因为你这下水管炸了 给楼掌下成这样 你全责知道吗 司机说道 刘夜感觉自己冤枉死了 这下水管 又不是他弄炸的呀 他就上了个厕所呀 哥呀 你是知道我的 我就是个老实人啊 你别侮辱老实人 这三个字行吗 这个时候 大爷缓缓地睁开眼睛 有些茫然地看着周围 随后见到刘夜以后 立刻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 别看他昏迷了 但是刚才发生的事 他是一清二楚 他操控着房间 想要折磨一下刘夜 结果对方身上 突然冒出一阵白光 立刻给他中创了 说真的 他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从来就没有受过 这么严重的伤 这小子 究竟是什么来头 大爷 你没事吧 刘夜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看我的样子 像没事吗 大爷悠悠地说道 大爷 说真的 你这身子骨真不行啊 就乍一个下水管 给你下这样 你平常多锻炼 那不健康的书籍啥的 就少看点 大爷点点头 这说的属实是有道理 谁看不健康的书籍了 大爷咆哮道 刘夜赶紧说道大爷 我没说你看 我说 咱别看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赶紧走 再不走 老子这几百年的清白就没了 大爷连忙拿起之前的合同 用力一丝 结果让他意外的是 那合同竟然没撕开 要知道 那合同可是他的阴气所创 结果现在 竟然脱离了他的控制 叮 任务主体主动放弃目标 即将进行结算 而刘夜也急了 这好不容易找到住的地方 怎么还不让住了呢 这眼瞅着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这咋还中途夭折了 大爷 你看咱们都签订合同了 你不能不按照合同来啊 说着 他一把从大爷手中抢过了合同 然后说道 大爷你看 这你说的 让我一直住到我自愿离开为止 你可不能不讲信誉啊 叮 结算失败 任务继续 大爷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自己那么着急干什么呀 接着 他又狠狠地看向了司机 就是你小子 把这王八蛋领到这的 司机摸了摸鼻子 回避了大爷的目光 刘夜见大爷身板还挺利索 赶紧拿着合同就上楼了 生怕大爷不让自己在这住了 在他走后 大爷一把拎住司机的领子 恶狠狠地说道 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司机连忙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随后一脸委屈地说道 老哥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真没想到 你也搞不定的小子 大爷冷哼了一声 把司机放下 随后拿出一个平板 点了几下 上面就露出画面 只见 里面正是刘夜房间的情况 此时 刘夜已经回到房间 躺床上睡觉了 大爷看见睡着了 毫无防备的刘夜 眼睛眯了起来 他现在是不敢再对刘夜做什么了 万一再把自己身体弄坏了 那可得不偿失 不过这也不代表他没有办法 他拿起电话 按了个号码打了过去 喂 兄弟 帮我一个忙 不一会儿 刘夜的房间中 一个黑影从门缝中钻了进来 这黑影站在门口 浑身上下漆黑 只有嘴巴处露出一个大大的裂痕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尖牙 十分恐怖 叮 触发任务 引鬼 任务 引鬼 任务目标 在引鬼的追杀下存活三天 任务奖励1比0积分 任务奖励2比0经验值 任务奖励3 幽魂品质随机物品星号1 任务奖励4 幽魂品质随机技能星号1 刘夜皱着眉头 不耐烦地在耳边扇了扇 随后继续香香地入睡 这诡异正是大爷找的救兵 引鬼 他的能力十分奇特 只要被他盯上 就会在梦里梦到他 每天他都会离目标的床近一点 而当他来到对方床边的时候 就会直接一口吃掉对方 引鬼看着床上倒着的刘夜 心里黑黑一笑 老吴那家伙 真是越来越没用了 竟然连这样的一个小屁孩都搞不定 不过也好 这样一个奇特的小子 灵魂肯定会更加的美味 想到这 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然后就等着刘夜从梦中惊醒 一个小时以后 引鬼呆呆站在门口 刘夜仍旧睡得十分香甜 没有一丝醒来的迹象 这不对啊 我能力已经发动了 他怎么没做噩梦呢 引鬼郁闷地想着 他觉得 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于是又发动了一次能力 然后 两个小时过去了 引鬼感觉自己要疯了 那小子睡得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很显然是没受到自己的能力的影响 但问题是 他的能力已经发动了 对方没受到影响不要紧 但是他这边就停不下来了 这样下来 他就没办法再去捕猎其他人类了 想到这他也顾不上什么了 直接来到刘夜旁边 想要看看刘夜有什么奇怪的 只是他刚走到刘夜床边 就看刘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 刘夜又想上厕所 结果刚一睁眼 就看到一个黑了咕咚的家伙 出现在自己眼前 卧槽 刘夜下意识地一个大逼兜出去 就看引鬼犹如炮弹一般 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哄 整栋公寓都摇晃了一下 楼下的大爷有一口老血吐出 但是他已经顾不上这个了 跟着司机两诡异连忙上楼 他们知道 引鬼可弄不出这样的动静 看来又是那个小子 梁鬼一来到刘夜的房间 刚打开门 就看到刘夜拽着引鬼 跟拽死狗一样 把对方拽了出来 他见到梁鬼一以后 顿时都大喜啊 连忙说道 大哥 大爷 有贼 贼 什么贼 大爷装作糊涂 就他呀 刘夜一把把引鬼滴溜起来 引鬼整个人贪软地被他拎着 又脸肿得老高了 那副凄惨的样子 看得司机两诡异都心疼 这什么贼啊 这是你室友 好在 还是司机脑袋转得快 一下子解释出来 室友 是啊 你该不会觉得 这么大房子 都给你一个人住吧 还免费 我们不赚钱啊 刘夜想想也是啊 随后也有些慌张地说道 对不起啊 我真不知道 我以为是贼呢 说着 他看着引鬼 有些好奇道 大哥 这人怎么黑不溜秋的呢 外国有人 外国有人啊 刘夜心里更慌了 没想到 一不小心给外国有人打了 这弄不好 就是外交事件啊 是啊 你给外国有人打了 这事就大了 你赶紧走吧 等他醒了就不好了 大爷眼神一亮 赶紧说道 这要是能趁机把这个温神送走 那可就好了 不行 但谁知 刘夜脸色一正 义正言辞地拒绝道 大爷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小 贵娃哥就教育我 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司机和大爷 回头就把那个贵娃给弄死 这个时候 隐鬼悠悠地醒了 看到刘夜以后 立刻大吃一惊 刚想说话 就听到刘夜先说道 这位外国有人 真是对不起 刚才不小心把你当贼了 所以才打了您 真是过意不去 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您就提出来 我送您去医院 隐鬼感觉自己有些猛 这怎么眼睛一睁 自己国籍还变了呢 咱可是正宗的下国诡异啊 他刚要说话 就看司机过来 一把捂住他的嘴 生怕他说漏了 哈哈 他没什么事 他身体结实 抗揍 说着 他在隐鬼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配合一下 隐鬼这才没在挣扎 刘夜见隐鬼真没什么事 这才放下心来 这要是隐鬼真出了什么事 那他可是太过意不去了 接着 他伸出手 对着隐鬼说道 你好 我叫做刘夜 从今开始 我们就要一起住了 隐鬼听到这 震惊地 都说不出话来了 谁要跟你一起住啊 我他妈的夺 你还来不及呢 刘夜见隐鬼不说话 还以为对方 还介意刚才的事 他小声地对司机问道 大哥 他叫什么啊 奥德标 奥德标 啊 对 奥德标 是 非洲拉布拉西共和国的 到这来进口香蕉 刘夜 从东北往非洲拉香蕉 哥 这活好像不咋挣钱啊 废话 要是挣钱 还给你住一块啊 刘夜 说的也是啊 这么想着 他看奥德标顺眼多了 同是天涯没钱人吗 行了 这天色也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大爷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银鬼竟然也拿刘夜没有办法 大爷和司机就这么往出走 银鬼也要走 被刘夜一把抓住了 兄弟 你要去哪呀 你不也住这吗 银鬼 完了 忘了这茬了 这不给自己搭理了吗 他想要向那两鬼一求救 结果看那俩孙子跑得比狗拈的还快 银鬼 第二天一早 刘夜从床上醒来 就在他打算洗漱好去找工作的时候 在他前面的光屏 突然出现了一个倒计石 叮 五 四 三 二 一传送开始 下一瞬间 刘夜就从原地消失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来到了一处荒郊野外 旁边还站着五个人 固定任务开启 任务 禅 任务目标一 存活到婚礼结束 任务目标二 婚礼结束后 时有一枚空禅玉佩 任务奖励 一比零积分 任务奖励 二比零经验值 任务奖励三 幽魂品质随即物品星号一 刘夜一脸猛逼地看着周围 不明白这好模样的 怎么又传送了呢 他看向了其他几个人 发现这几个人的脸色 一个个都非常的难看 其中一个长相小帅的男子 但是仔细看去 却发现 记不住对方的面容 他对着其他人说道 这里面有新人吗 没有人举手 只有刘夜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个 请问新人是什么意思 小帅见状 明白这次的新人只有一个 倒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给刘夜解释道 点开你的属性面板 刘夜 那是什么东西 其他人 就是你眼前那个小屏幕 哦 他呀 我有 然后呢 你有什么问题 就输入进去 他都可以给你解答 小帅道 我不认识字啊 刘夜说道 那神情一点尴尬的状况 都没有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小帅 简单来说 你可以把这里当作一款恐怖游戏 进入这里是你倒霉 你需要经历一个个危险的地方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强化自己 然后继续进行任务 在这无限的恐怖中 不停地轮回 直到死亡 刘夜听到这 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听起来 好厉害的样子啊 虽然他没有听懂 但是他明白了 里面游戏两个字 他就理解了 不就是玩游戏吗 这个他擅长啊 他在他们村 那玩游戏是最厉害的 小帅看刘夜 已经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转过身 对其他人说道 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先来 我叫做飞翔的天空 任务等级四 一般来说 在任务中并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名 因为有可能任务中的队友 在现实中 就会变成要你命的敌人 毕竟在这一个个危险的任务中 许多人的人性 已经扭曲了 曾经就有一个人 在任务中暴露了自己的信息 结果在任务结束以后 就被人在现实中找到了 她的家人对她进行威胁 最后把她的所有物品 全都剥削个干净 然后在任务中 当作炮灰弄死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为好 王薇薇 任务等级二说话的 是一个长相很漂亮的小姐姐 只是此时却是十分的紧张 手紧紧握住脖子上的项链不松手 暴龙 任务等级四 说话的是一个戴着花脸面具的男子 只露出嘴唇 嘴唇上叼着一根烟 他在刘夜和王薇薇说完话以后 若有若无的笑容 而在听到他这个名字以后 小帅的脸色就皱了起来 这个名字 可以说在他们这群人中 臭名昭着了 这个人最喜欢的 就是欺负压榨新人 因为在任务中 并不阻止同伴之间相互攻击 所以 许多人都利用同伴当作炮灰 暴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是他的实力比较强 所以一般情况下 也不会有人因为新人去得罪他 约翰 任务等级四 说话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 脸上也是模糊不清的样子 这是高等级的人 可以在商场买到的道具 可以有效地防止别人 记住自己的样子 王薇薇在听到几人的介绍以后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最后一个是工人打扮的人 脸上同样模糊不清 打工人 任务等级四刘夜 任务等级 在哪看 众人 他们也基本上不指望着祸了 他这样子 估计是纯粹的新人 而在他介绍完以后 除了刘夜和王薇薇 两人以外 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一共有六个人 其中四个是等级四的 证明这次的任务难度相当地高 小帅健壮 立刻看向暴龙 暴龙健壮 立刻伸出双手做投降状 别这么看我啊 我知道分寸哪 他又不傻 这次的任务难度这么高 他可不会直接对新人出手 在高难度本的情况下 每个生存的人都非常的重要 而这个时候 就看到他们周围 突然升起了浓雾 几人都知道 这是在逼迫他们 快点进到任务地点 毕竟要是消极代工的话 那么后果可是相当恐怖的 刘夜看看几人呐 脸色变得跟脸谱一样 心想好家伙 这帮人玩游戏 玩的是真入迷啊 我是不是也该跟他们一样 认真一点 想到这 刘夜也露出民众的表情 心里对自己默默地念叨 认真认真认真 众人快步地向前走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叫做柳西村 此时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 看样子似乎是在准备婚礼 而刘夜等人此次的身份 正是婚礼主人的朋友 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参加婚礼的 嗯 小帅刚一进村 就忍不住捂住鼻子 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臭味 这股味道 似乎是腐烂很久的肉的味道 这是他一个被动技能 是增加鼻子的嗅觉能力 这让他在追踪和搜集信息方面 可以获得很多细微的线索 你们终于来了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背后突然响起 瞬间吓了几人一跳 他们连忙转过身 就看到一个老人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什么时候出现的 小帅的心脏开始疯狂地跳动 其他几人也都露出惊恐的神色 他们不是莽撞的人 从近村开始 就已经使用了杆之类的道具 就怕出现顺杀的情况 但没想到 还是被摸到了身后 这里面 只有刘夜假装吃惊 因为他是清楚地看到 这个老大爷小跑着来到他们身后 他还奇怪呢 这小老头 腿脚挺利索呀 现在看起来 是游戏的一环 所以他就跟小帅等人的表情一样 装作吃惊 几位 你们可以叫我王管家 我是老爷派来迎接你们的 诸位舟车劳顿辛苦了 住的地方已经收拾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说着 王管家悠悠地向前走去 他把几人带到了三处人家中 很显然 是要他们分开 小帅特意问了王管家 他们可不可以住在一起 结果王管家 却露出一丝恐怖的笑容 小帅立刻知道是不可能了 只是现在决定谁 跟谁一起 而这个时候 暴龙说话了 两个新人没有自保能力 我们一人带一个吧 他看着小帅 他那点小心思 自然瞒不过小帅 只是小帅也知道 不是计较这么多的时候 于是没有拒绝 于是 暴龙和刘夜一组 小帅和打工人一组 西装男和王薇薇一组 分好组以后 他们就各自地 进入到了 给他们准备的房间中 柳西村的房子 建设得十分怪异 让人看过去 就十分地不舒服 但至于什么地方不舒服 却是说不上来 并且 所有的房顶建设得 非常矮小 身高比较高大的暴龙 甚至要稍微弯着腰 才能进来 而他们住着的房子 是一对年轻夫妇的 在房门口 写着这家主人的名字 他们带着孩子 三人 站在屋子中间 面无表情地 看着刘夜两人 那神情 瞬间让暴龙身上的 鸡皮疙瘩起来了 他立刻戒备 把手伸向身后戒备起来 但是下一秒 就看到旁边一个黑影 冲了过去 哎呀 大哥大嫂 我叫刘夜 我们俩出来乍道 多有打扰啊 最近几天就麻烦大哥大嫂了 来这是 我的一点小心翼 还希望大哥大姐 别介意啊 刘夜掏出两捆大葱地了过去 看着暴龙眼珠子 差点没瞪出来 那个笨蛋 暴龙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新人 竟是这么个莽撞人 很明显不是正常人 在没有仔细探究的情况下 这样的举动弄不好 就会触发他们的禁忌 暴龙连忙后退到门口 打算在对方抱起的第一时间 冲出门去 只是很快眼前发生的事情 差点没让他惊掉了下巴 只见那对夫妻看到大葱以后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脸上肉眼可见地 带上了笑容 再看刘夜的目光 就像是看自家儿子一样 哎呀 你说你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东西啊 大家都是亲钱 你说你来我这 还这么客气 话是这么说 大嫂手上的动作 可是一点不慢 直接拿过了大葱 然后大嫂对着刘夜说道 小刘啊 今天晚上你就跟我们住西屋 那东屋挺长时间没收拾了 又泼又冷吧 老鼠长冲啥的都有 住着难受 说到这 他似乎想起来 还有一个人吗 于是恢复面无表情的样子 对暴龙说道 这位先生 东屋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你就住东屋吧 暴龙 真就是李多仁不怪呗 这怎么任务世界也这么现实吗 在任务世界 一般来说 是不会吃里面的人给的食物的 因为你并不知道 对方会给你吃什么东西 据可靠记载 许多人因为吃了任务世界中的食物 而中招死亡的 话是这么说没出了 暴龙看着自己前面的咸菜和窝窝头 又看了看刘夜那边的炖鸡肉 铁锅炖大鹅 红烧排骨 不是 你们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他就是送了你们两款大葱 至于这样吗 暴龙委屈巴巴地啃着自己的带的干粮 但是气人的是 那边的香味不时地刺激着他的味蕾 以往没觉得什么的干粮 此时越嚼越难吃 那边 刘夜可没有什么顾忌 大口地吃着菜 大哥 嫂子 别忙活了 一起坐下吃点啊 大嫂脸上带着笑容 先让你大哥陪你吃点 厨房里还炖着汤呢 我先去看看 说着 他就走了出去 看到在一旁小板凳坐着的暴龙 脸上立刻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样子 今天太晚了 家里没什么菜 你就凑合吃一口吧 暴龙 这边 刘夜和大哥正在吃着 大哥突然放下筷子 对着刘夜说道 老弟啊 别怪哥哥失礼 今天你在这住一宿 明天一早 就赶紧走吧 这里啊 不是人待的地方 哥 这是咋说的啊 这村里结婚 这都实在亲戚的 我怎么也得帮帮忙啊 大哥听到刘夜这么说 沉默了一下 然后从衣服里 拿出一个香囊递给刘夜 老弟啊 既然你非要在这里待着的话 那么哥哥我也不好说啥 但是这个你拿着 晚上睡觉的时候 放在身边 还有就是 晚上千万别出门 刘夜赶紧双手接过来 把香囊放在自己衣服内兜之中 不管怎样 这都是大哥的一点心意 他可不能不识好歹 吃完饭以后 刘夜主动拿着碗去水池边 打算把碗洗了 抬头就看到 暴龙在角落里坐着 顿时有些无语了 那个龙哥啊 不是弟弟我说你 你说 你上别人家做客 一点东西不带不说 吃完饭就这么干做着 眼里一点活都没有呢 这么大人了 一点人情事故不懂呢 暴龙 我他们要知道 宋大聪好使 我来之前能准备一箱 关键是 谁能想到 宋里这招 还真能好使啊 不过通过刘夜的行为 他也大致地猜出 这些人家 应该没有危险 就是让他们接触获得信息的 他打算再观察一晚 如果刘夜没有事的话 他就也打算跟这一家人 凑凑近乎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就看到刘夜又从屋里出来 探着头对他说道 龙哥 打麻将不 三缺一 暴龙 神他们打麻将 你他们的是怎么想的 在诡异世界中带麻将啊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 这个诡异世界啊 夜晚 暴龙没有脱衣服 直接在东屋的角落里入睡 本来两个人一组的话 还可以轮番首夜的 但是没办法 刘夜那个坑货 去那屋斗地主去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如果今天晚上不睡的话 那么明天就更没有精力了 要知道 在诡异世界 后面一天比一天危险 而此时 在其他屋子里的人 也都陷入了梦乡 午夜 天上的月亮被乌云笼罩 床上的王薇薇 突然在睡梦中惊醒 他有些想要上厕所 虽然他已经尽力控制 没有喝水了 但是这东西 也不是说控制 就能控制得住的 他转头 看向旁边的约翰 发现对方仍旧沉沉地睡着 他也不好意思叫对方 他走下炕 看着炕下的尿壶 脸上闪过一丝羞红 没办法 作为一个城里的孩子 根本就没用过这东西 更何况 旁边还有一个男人 即使是睡着了也不行啊 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醒来 最后 心中的羞耻 还是战胜了理智 心想 自己快去快回 应该也没什么 于是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快速地来到厕所 五分钟后 他从厕所出来 快速地回到了房间 看着仍旧面对着 强睡着的约翰 王薇薇心里送了一口气 然后快速地回到炕上 钻进被窝以后 他整个人放松了许多 人一放松 脑袋就把忍不住乱想 他本来只是 会城当中的一个普通白领 平时虽然经常加班工作 但日子过得也算是充实 一直到那天 他的闺蜜突然死亡 他去对方家里道宴的时候 突然被卷进了诡异世界中 那是他的第一个世界 他被一只恐怖的诡异疯狂追杀 后来是靠着已经死去的闺蜜帮助 才看看完成任务 这是他的第二次任务 想到这 他又忍不住握住脖子上的项链 这项链是他妈妈 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每次紧张的时候 他都下意识地握住项链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给他安全感 就在他胡思乱想 渐渐要睡着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轻响 知 是房门被推动的声音 村子里的房门十分破旧 即使再小心地触碰 也会发出声音 虽然在睡觉前 他们已经把门给锁上了 但这种乡下的门锁 却是并不靠谱 咔 咔 细微的脚步声响起 越来越靠近王薇薇所在的位置 王薇薇浑身颤抖地闭着眼睛 装作已经熟睡的样子 整个人都猫在被窝里 仿佛只要待在被窝里 就没有事了 只是很快 那脚步声已经来到了她的头顶上 此时 王薇薇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但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到那脚步声渐渐地远去 王薇薇瞬间松了一口气 她忍不住睁开眼睛 想要偷偷地确认对方离开没有 却被一只大手直接搂住 抱在了怀里 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她的嘴巴 别动 约翰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王薇薇靠在对方的胸膛 大气都不敢喘 对方的气息打在她的脸上 似乎也十分紧张 两人的姿势十分暧昧 但此时 却是一点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 就听到耳边约翰的声音说道 快走 王薇薇听到这话 立刻从床上起来 两人快速地向着房门外走去 一直到了村口 才看看地停止 呼 呼 王薇薇大口地喘着粗气 她并不擅长运动 这样快速地奔跑 已经让她的肺跟火烧一样 刚才到底是什么 是那一家人 约翰说道 那一家都是死人 就等着我们睡着了 把我们杀了 王薇薇瞬间白了起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虽然逃了出来 但是在外面也不见得 安全 别慌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们已经观察过了 这些人都不能靠近村中心 那座四合院 我们先去那里避一避 王薇薇也没什么主见 自然是听从约翰的话 两人就这么小心翼翼地 走向村中间的四合院 只是走着走着 王薇薇的脸色突然一白 因为她感觉有些不对 似乎那里不太正常 她不是那种聪明的人 反应也慢 但是却喜欢把一个事情反复地想 而正是这样的特点 她终于发现究竟是哪里不对 她之前进门的时候 约翰是面对着墙睡的 但是后来 约翰却是直接面朝着她 想到这 她冷汗都下来了 立刻不管不顾地转身就跑 只没跑几步 就被约翰一把拉住了 你要去哪儿 约翰的声音音策策地响起 王薇薇猛地转头 就看到约翰那张苍白的脸 王薇薇所在的房子的屋顶上 约翰站在上面 手里拿着一盏油灯 这个油灯是她的鬼物 效果是可以隐藏自身的气息 躲避诡异的追踪 只不过 需要自身的血液作为燃料 在看到王薇薇被带走以后 约翰立刻从房子跳了下来 重新进入到了屋内 进入屋内以后 就吹灭了油灯 白天在进村的时候 她就有些感觉不对 当进入房子内部以后 那种怪异的感觉 就更加地强烈了 而终于 当她看到了屋内的一个陶涌以后 瞬间就明白 那不对是什么 这一栋栋房子 赫然是一座座坟墓 那很显然 房屋的主人 也就是坟墓的主人 跟他们住在一起 后果可想而知 索性这座坟墓 只有一个人 所以她偷偷对王薇薇动了手脚 让她夜晚出去 一般来说 夜晚一个人主动出去 都是绝对找死的行为 如果没事就算了 但是有事的话 就可以转移诡异的注意力 毕竟这只是刚开始 诡异是不会大规模杀人的 只是她没想到 效果竟然出奇地好 那诡异竟然把她给带走了 约翰重新回到屋子 在房屋内搜寻起来 而很快 她就在屋子里 找到了两个缠型的玉佩 约翰赶紧把两个玉佩 藏到衣服里 她估计 这玉佩就是今天晚上存活的关键 根据推测 这些屋子里的人都是死人 跟死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如果没有任何措施 那么出事的概率太大了 而任务中又提到了玉佩 所以可以推断 玉佩能一定限度保证他们安全 想到这 她立刻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虽然屋子里也不一定安全 但是跟外面相比 有了玉佩的她 在屋子里相对安全的多 而且那个诡异也被王薇薇带走了 可以说此时她是安全的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直到天亮 屋子的主人才从外面回来 她看了眼约翰的屋子 脸上面无表情地回到了自己房间 没有再出来 很快 早上八点 刘烨等人在村口集合 小帅看到王薇薇没有过来 看了约翰一眼 没有说话 昨晚大家都拿到玉佩了吧 玉佩 暴龙震惊地看着小帅 却看小帅拿出一枚玉佩出来 只要跟那些人家搞好关系 他们就会给你玉佩 早在进村的第一天 小帅就通过技能 闻到了村里的腐臭味 见过尸体的她 一下子就知道 那是尸体腐烂发出的味道 再加上那些房间的形状 和房门写的名字 她也猜出来了 这房子就是坟墓 因为在下国 很少有人家在房门口 写自家名字的 再通过房子的形状 很简单就能推断出来 不过就算知道 她也没有从房子里出来 在她的观念中 诡异世界到处都是危险 没有任何绝对安全的地方 想要活着 既要谨慎 也要大胆 所以她主动跟她所在的那家人 聊了起来 然后她发现 这些人竟然也颇为健谈 被看样子吓人 但性格上跟普通村民 没什么两样 于是她主动跟这家人套近乎 在拉近了关系以后 成功地获得了玉佩 小帅在说完自己的经过以后 刘烨就看向了暴龙 你看 我说啥来的 理多人不怪 这都是经验 真的 白长这么大个子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暴龙 你难道没有找到玉佩 小帅又插了一刀 暴龙 没有 刘烨也一脸猛 什么玉佩啊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那你们没被袭接 约翰奇怪地问道 暴龙悠悠地看向刘烨 刘烨也一脸诧异 袭击 啥袭击 我不知道啊 我跟大哥大嫂斗了一宿地主 你别说 大哥手势真不行 两王四个二别加了 其他人 在交换完信息以后 众人就解散了 毕竟婚礼是今天晚上午夜开始 他们傍晚的时候 要去村中心大宅去帮忙 刘烨倒是没去其他地方 而是回到了屋内 暴龙跟在他后面 虽然这小子不靠谱 但是至少 昨天的确拖住了主人一家 所以他还是决定 先跟刘烨后面看看 就算有危险 他也有自信跑得过对方 就看到刘烨回到屋子里 里面的一家人 整齐地躺在炕上 两眼直直地看向天花板 再感觉到有人进来 他们身体都僵硬地坐了起来 当看见暴龙的时候 几人面无表情 看见刘烨的时候 脸上整齐地露出笑容 刘烨 你回来了 暴龙 没事 他习惯了 不过 在知道这些人是能够沟通的 他也决定跟这些诡异套套近乎 赵超作业还不会吗 想到这 他裂开大嘴 拿出一根金条出来 大哥 大嫂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希望你们能收下 大哥看了眼金条 伸出手 把金条拿了过来 暴龙剑有效果 立刻上赶着往上爬 大哥 那个今天晚上结婚的事情 你能说说吗 这话一出 一家三口刷的一下看向了他 嘴角同时裂到耳边露出怪异的笑容 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暴龙心里立刻一紧 知道是自己触犯了禁忌 正打算要跑的时候 就听到旁边刘烨的声音传来 别啊 大哥大嫂 你们就说说呗 刘烨抓了一把毛克放到两人的手里 白痴 这很明显是禁忌不让说 暴龙心中嘲笑 不过也好 可以把他当作炮 那我们就说说 却看夫妇俩直接露出和煦的笑容 暴龙 你们这属实有点过分了 另一边 由于王薇薇已经没了 所以小帅三人组在一起 打算在村里寻找一下 有没有什么线索 而很快 他们在村中找到了一处建筑风格 很明显不一样的房子 这房子跟正常的农村房子样式一样 是个很简单的平房 外表十分的破旧 三人一下子就知道 这里肯定有重要的线索 只是三人却都没有第一时间过去 根据他们的经验 每个诡异世界中 都会存在这样的关键地方 进到那里 就会获得非常关键的信息 或者物品 这些东西 对最终时刻非常有帮助 但是相应的 里面也十分的危险 甚至可以说 很大程度造成简缘 怎么办 要不要去把那个新人叫过来 打工人说道 很显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个替死鬼 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小帅和约翰 却同时拒绝了他这个提议 那个小子 未必是新人 如果真的只是新人的话 小帅 也不介意拿对方当炮灰 但问题是 对方可是以一己之力 拦住三个诡异一晚上 根据暴龙的话 昨天晚上很明显是那小子 拿到的主动权 他不认为这样的人会是新人 约翰跟小帅想的也是一样 他也不认为 刘烨是新人 对方很显然 有自己的行为模式 这样的人 没有必要得罪 最后三人商量了一下 有小帅和约翰去平房当中 打工人 则是拿出重要道具 在外面接应 他们也不担心打工人逃跑 因为 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的信息 或者道具 想要在最终时刻 逃出生天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两人进入到屋内 特意把门打开 防止在关键时刻出不去 他们打量着这个屋子 这屋子内里十分地破旧 甚至要比那些坟墓 要破旧得多 小帅从碗柜中的碗判断出 这一家应该是四个人 这样贫困的家庭 可不会浪费钱财 去多买一个碗 看这脸 约翰在屋里喊道 小帅马上过去 就看到约翰站在一个像架的旁边 里面是一张老旧的照片 上面站着一家四口人 一对年老的 很显然是这一家人的一家之中 而年轻的两个是一对兄妹 从相片上可以看出 里面的妹妹长相十分漂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这次婚礼的新娘了 很显然 这就是这里的关键物品 准备好了吗 约翰问道 小帅点点头 就看约翰拿出油灯点燃 随后快速地拿起像架 但就看这时 房屋的门突然关上 随后一个带着红盖头的女鬼 瞬间出现在门口 刷 约翰手里油灯的灯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快点 我坚持不了多久了 约翰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语气有些急切地说道 而小帅也没有拖后腿 手里拿出一张符钻 迅速地贴在窗户上 窗户瞬间被打开 两人迅速地从窗户中跳了出去 而在出去的瞬间 约翰的油灯熄灭了 约翰的脸色瞬间大变 就看女鬼瞬间出现在她的身后 一剪刀插到了胳膊上 连带着身体就要被拽回去 草 约翰脸色大变 随后面色一狠 抽出一把沾着血的匕首 狠狠地砍在自己的肩膀上 那小小的匕首却是锋利异常 在肩膀上一碰 约翰的整个手臂都消失了 而这个时候 前面的小帅则是丢出一个绳子 约翰一把抓住绳子 然后被小帅拽了过来 走 两人疯狂地向远处跑去 只是身后的女鬼却也追了出来 约翰由于失血过多 根本就跑不快 眼看着就要被女鬼抓住了 叮 一阵清脆的冷声突然响起 女鬼仿佛受到了伤害 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约翰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打工人立刻收起了自己的铃铛 然后跟小帅来到约翰身边 你没事吧 打工人赶来问道 死不了 约翰咬着牙 拿出绷带 把断臂缠上 然后拿出一颗药 塞进嘴里 幸好在诡异世界中受到的伤 回到现实世界中都能复原 要不然 约翰也不会这么果断 放弃一条臂膀 只是接下来 他的战力就要大减了 拿到东西了吗 打工人问道 约翰惨白着脸 从衣服里拿出相框晃了晃 却在这个时候 从里面掉落出一张纸条 经方家自愿 把方小倩以十两银子 卖给张员外 今后方小倩与方家断绝关系 再无联系 那个新娘 就是方小倩了 她是被家里人都卖了呀 打工人说着 就要伸手拿那张纸条 却直接被约翰拿到了手里 这个还是我收着为好 约翰淡淡地说道 打工人尴尬地收回手 摸了摸鼻子问道 接下来怎么办 还要继续探索吗 先去跟暴龙他们会合吧 看看他们找到了什么线索 然后把我们知道的 跟他们说一声 要是可能的话 小帅也不想把这些信息 告诉暴龙他们 因为这东西就是保命符 越少人知道越安全 但现在这个问题是 这个任务实在是有点难 小帅没有信息 靠着他们三人能够活下去 尤其是约翰还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要知道 最为核心的婚礼 可还没有开始呢 所以还是合作为好 于是他们来到了刘夜和暴龙住的地方 只是刚到门口 他们三人的血压蹭的一下就上去了 就看见暴龙盘着二郎腿 一嘚瑟一嘚瑟地 一只手拿着毛磕 一只手不停地往嘴里送 当看到他们三人狼狈的样子 暴龙愣了 随后打了个招呼 哟 来了 三人 小帅嘴角抽抽地看着暴龙 问道 这一白天 你就在这磕着瓜子 没 也吃了点地瓜 三人 小帅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你去把刘夜叫出来吧 我们找到了一点线索 是跟婚礼新娘子有关的 是不是 他被家里人卖了十两银子 你怎么知道 三人震惊地问道 却看暴龙一脸怅然 嘴里磕着瓜子道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把瓜子打听不出来的 三人 当刘夜从屋里出来以后 就看到暴龙四人整齐地坐在门口 盘着二郎腿 嘴里磕着瓜子 刘夜看到三人的狼狈样子 有些惊恶地说道 你们干什么了 弄成这个样子 三人看了他一眼 全都是一脸怅然 他们也想知道 他们干了什么 刘夜看见约翰的断臂 更是大吃一惊 不是大哥 你这心真大 胳膊都这样了 还磕毛磕呢 赶紧去医院啊 约翰深深地看了刘夜一眼 然后说道 不了 现在人家家里结婚 路上也没有车送我 等我婚礼结束 以后再说 刘夜想想 这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约翰这样 肯定也不行啊 于是他从包袱里 拿出了一管药膏 递给了对方 拿着吧 只血用的 谢谢 约翰拿过药膏 就收到了衣服里 在诡异世界 陌生人给的东西 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刘夜也不在意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管家突然来到了门口 诸位休息好了吧 我们老爷有请 小帅等人知道 这是关键时候到了 于是都纷纷警惕地 跟着王管家走去 只是有些奇怪的是 原本失血过多的约翰 此时面色却是红润了许多 甚至一点都不像是受伤的样子 而就在他们走后 那一家人从屋里出来 很是宝贝地把瓜子皮收集起来 带回了屋内 路上 刘夜有些不自在地 向小帅打听道 大哥 那个咱们城里 现在随理都随多钱啊 小帅 他有些不明白 这人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这诡异世界 随什么理啊 不过一想到对方 可能隐藏了实力 也就如实地回答 一般情况就三百 关系好点都五百 死党的话 怎么也得一千 说到这 小帅 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情有些怅然地说道 就这个月 我已经随了五次了 月末顶头上司 家里还要办升学 升学这个 也还可以吧 毕竟 人孩子一生也就一次 暴龙说道 他儿子幼儿园小班生大班 小帅悠悠地说道 暴龙 而刘夜听完这价格 脸都绿了 这也太贵了 他现在兜里 就只有二十块钱 要不然 也不会厚着脸皮 免费住人家公寓 旁边的暴龙 看刘夜这样子 忍不住说道 咱们是来帮忙的 用不着随理 没想到 刘夜却是更加嫌弃地 看他一眼 不是我说 这都自家亲切 帮点忙不是应该的吗 你真白长这么大个子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暴龙 头一回听说 跟鬼异是自家亲戚的 何快 几人就来到了村中心的宅子 这是一个非常古朴的老宅 占地面积非常大 甚至比整个村子的一半还多 房子的大门上 贴着红烟烟的喜字 房檐上挂着灯笼 周围摆满了花朵 看起来跟乡下的婚礼 没什么区别 但却让人感觉 十分的毛骨悚然 小帅甚至能闻到 十分浓郁的湿臭味 这程度 这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啊 小帅的脸色有些难看 众人走了进去 迎面来的 就是一棵巨大的柳树 一条条树枝 很自然地垂下来 随风飘舞 那树枝飘舞的瞬间 小帅眼前 突然变得一片朦胧 随后他在看向柳树的时候 赫然发现 那些乃是柳条啊 而是一具具被吊死的尸体 在随风飘舞 小帅一瞬间 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难怪之前能闻到浓郁的臭味 他刚要掏出自己的鬼物 就发现在那群尸体中 自己也面色猙獰地掉在树上 那一瞬间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涌了过来 氧气快速地从胸腔中耗尽 转身间 小帅的意识 已经变得模糊起来 他的脖子 被抓出了一道道血痕 但是却无济于事 眼看着他就要窒息而死了 突然间 脸上传来一阵巨痛 随后他猛然清醒了过来 他缓过神来 就看到自己竟然站在树下 自己用柳树的树枝 缠绕住脖子 想要给自己勒死 而站在他前面的 赫然是刘烈 不是我说 兄弟 你这是干啥啊 人家今天大婚 你跑人家门口上吊 是不是多少有点不讲究啊 小帅被勒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勉强地摆摆手 而管家也惊奇地看向刘烈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一点也没有 受到柳树的影响 这人不简单啊 想到这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而这边 暴龙等人也被惊到了 他们或多或少 都被柳树影响了 要不是刘烈给了小帅一巴掌 那巴掌声把他们惊醒 他们也就跟小帅一样了 此时 他们就算再笨 也知道刘烈肯定不是什么新人了 反而是一个十分厉害的高丸 他们想说什么 却看刘烈再不住地向着管家道歉 见到刘烈的样子 小帅几人都陷入了沉思 从结果往回推 既然刘烈是高丸的话 那么刘烈为什么装作一个乡下人一样 仔细一想 他们就明白了 很显然 对方是完全沉浸在诡异世界当中 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异界来客 而是把自己当作诡异世界的一员 这样一来 就能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 从而降低难度 并且能更好地跟这个世界的人拉近关系 想到这 他们都佩服地看着刘烈 高啊 实在是高啊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高丸呢 这就是察觉 这边王管家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开始给刘烈等人分配工作 刘烈和暴龙被分配到了厨房帮忙 厨房中 厨师阴侧侧地看着他们两个 暴龙有些紧张 但是看了眼刘烈 就装作跟刘烈一样 堆着笑脸 看向对方 刘烈更是露胳膊往袖子的 对着厨师说道 大叔啊 赶紧的 有傻伙吩咐 我跟你说 不是我吹 就在我们村 所有的宴席都是我准备的 厨师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怪异的笑容 厨房里的肉没了 你帮我弄点肉过来吧 说着 他死死地 看向刘烈两人 身上恐怖的气息开始散发 暴龙一下就明白了 对方的意思 他要的肉 赫然就是他们 厨师眼神直直地看着他们 嘴里机械地说道 厨房里的肉没了 你帮我弄点肉过来吧 厨房里的肉没了 你帮我弄点肉过来吧 厨房里的肉没了 你帮我 啪 一声巨响 厨师捂着自己的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刘烈 旁边的暴龙 也震惊地看着刘烈 你 你干啥呀 厨师问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对刘烈 生起了一股惧怕之意 大哥 你刚才魔证了 这我们乡下的偏方 魔证的人 打一顿就好 刘烈说道 谁魔证了 你才魔证了呢 行啊 你小子敢打我是吧 好好 厨师立刻献出鬼像 只见他浑身轻子 下巴处的血肉不翼而飞 但却看伤口处 长着密密麻麻的尖牙 死状极为恐怖 只见 他张开大嘴 露出里面的尖牙 就要向刘烈咬去 暴龙见状坏了 知道这是触发禁忌了 连忙掏出一双绣花鞋 却看着绣花鞋上渗出血迹 让厨师的动作 立刻变得迟缓起来 快跑 暴龙还不忘喊刘烈一声 他深知刘烈是个高丸 现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以后对方没准能照着他点啊 但却看刘烈没有跑步说 反而是栖身上前 又是一个正义的大逼兜 给厨师扇到地上 随后拿起旁边的擀面杖 塞进了厨师的嘴里 呜呜呜 厨师在地上凄惨地挣扎 却硬是没有挣脱出刘烈的控制 快 愣着干啥呀 拿绳子 拿 拿 绳子 暴龙说话都结巴了 没办法 他没见过这么牲口的 看着地上的厨师 像是被欺负的小媳妇一样 不停地哀怨挣扎 以往去诡异世界 哪见过这样的场景啊 人家见到诡异 都是尽可能的规避 那像是刘烈啊 上来就是一个大逼兜 快呀 愣着干什么呀 没看到他狂犬病犯了吗 厨师 神他们的狂犬病 你妈谁狗呢 暴龙这边 连忙拿绳子过来 刘烈一把给厨师捆上 厨师见状 冷笑一声 普通的绳子能捆住我 他一用力 没挣脱开 厨师一下子愣住了 这不可能啊 这个时候 他发现绳子上面浮现了一层白光 就是那白光 让他挣脱不得 他惊恐地看向刘烈 要知道这个世界可没有神佛一说 人类对于诡异 只能靠鬼物进行伤害 但是那白光很显然不是鬼物的任何一种 这就很可怕了 暴龙看厨师 正脱不开绳子 也是称奇 心里更认为 刘烈是大佬了 态度更加的恭敬 刘烈 你把这家伙捆住了 谁来做饭 我来 我刚才没跟你说嘛 我可是我们村 做饭的好手 吃完我做的饭 就没有说不好的 刘烈拍着胸脯说道 真的啊 那可不 不是我跟你吹 就是我们村以前吧 环境不太好 所以我们村子里的人吧 脸色都非常难看 身体素质也不行 走几步路就喘 然后呢 暴龙赶紧问道 自从我在村子里做了饭以后 那村子里的人身体 就好多了 刘烈自豪地说道 这可以说是他出生以来 最自豪的事情了 做饭还能治病啊 暴龙惊奇地说道 那是 就比如说 我邻居刘叔 失眠 吃了我的饭以后 三个月没起来床 刘烈说道 暴龙 那是吃死了吧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吃死了呀 三个月以后 人家醒了 有效果 那可不咋地 只不过我爹说 醒了以后他就出远门了 临走也没跟我打个招呼 刘烈有些遗憾地说道 一提到这 他还有些惆怅 他有些想刘叔了 暴龙 刘烈一回头 看到暴龙一脸便秘的表情 不是 你这啥样子啊 我那酒 正经好东西 我刘叔没事 出去工作去了 啊 真不好意思啊 误会了 暴龙不好意思地说道 嗯啊 我爹说了 我刘叔以后去天上工作 说以后都会在天上看着我们 哎 从那以后就一直没回来 我还挺想他呢 暴龙 这不就是死了吗 接着 就看刘烈四周看了看 然后跟厨师说道 你把菜钱给我 什么菜钱 厨师小心翼翼地问道 买菜的钱 菜钱 厨师心想 我这都死了好几十年了 也没有人给我菜钱啊 没 没有啊 这话一出 刘烈愣了一下 随后大怒道 你是不是吃回扣了 好家伙 人家今天大婚 结果厨子吃回扣 弄得家里没有菜 这都快要到正点了 结果菜没弄好 这不是整事吗 厨师赶紧说道 这冤枉啊 我真的没有吃回扣 实在是上面 他就没给我经费啊 一点没给啊 没给啊 那菜咋整啊 厨师看了刘烈和暴龙一眼 随会小声道 就自力更生呗 刘烈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是 那你们这也太抠了 人家花五百多块钱 嘴里 完事 你们啥也不给整啊 刘烈感觉自己的三观 受到了震撼 你好歹弄几个 硬菜对付对付呢 刘烈都替着主家发愁 你说 这都要结婚了 上哪弄菜去啊 就在这个时候 厨师小心翼翼地说道 要不 你们去找王管家问问 刘烈一想 也只好如此 好歹弄点钱买菜啊 刘烈转身就走 暴龙赶紧在后面跟上 他可不敢一个人 跟着厨师待着 两人问了一下 王管家的房间 然后就走了过去 当他们来到王管家的房间以后 发现这王管家的房间 好不气派啊 光是外表 就要比其他房间好上 不止一筹啊 刘烈当时就气愤了 看来就是这王管家 吃了回扣了 我们找他去 暴龙很想说 要不我们从长机翼吧 实在不行 找小帅他们商量商量 可话还没出口 刘烈直接一推门就进去了 而在这一瞬间 暴龙似乎听到了 什么破碎的声音 还不等他细咎 就看到刘烈已然推门进去 暴龙见状 也只好跟着进去 两人刚进入屋子 就看到一尊巨大的雕像 矗立在前面 那神像赤面獠牙 浑身上下长满了触角 触角上是一只只眼睛 暴龙只是看了一眼 精神瞬间就一阵恍惚 无数的异语涌入他的脑袋 大量的信息 差点没把他的脑袋冲爆 他的脑袋一阵剧痛 眼儿口鼻开始流血 崇高知足 暴龙脑中清楚地印出这几个字 随后他的印象中似乎得知 崇高知足是世界之主 只要信奉他 就会卧槽 游野猪 碰 一声枪响 直接让他的思绪回来 刚一清醒 就看到刘烈兴奋地举着一大团不可名状 暴龙眨了眨眼睛 又回想了一下脑中的画面 再看看刘烈手里那个 一模一样啊 崇高知足被一枪给毙了啊 却看到崇高知神伸出触手 颤抖地伸向了暴龙 暴龙下意识地伸出手 却看刘烈手起刀落 直接把触手给劈成两半 暴龙立刻收回手 老实地站着 我就知道 王管家怎么能不准备呢 看这野猪 今晚的菜够够的了 感觉王管家也够够的了 暴龙忍不住心中赋肥 他看向之前那座雕像 此时已经被打烂了 而在雕像下面放着一封信 暴龙神情一动 立刻过去把信拿了起来 还来不及看 就听到刘烈的叫声 干什么呢 赶紧走啊 时间不敢烫了 暴龙听到这话 立刻跟着刘烈离开 两人在回去的路上 那简直是神鬼屁一样 所有的下人都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 回到厨房 厨师看见刘烈两人以后 立刻激动起来 对着旁边的壮汉道 大哥 就是他欺负你最爱的弟弟我 我擦 就是这小子是不 来 兄弟们跟我上 壮汉身上鬼气四溢 证明这是一个老鬼了 他们这些人 在府里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吃过这亏啊 身后一众死状凄惨的小弟在身后 一阵怪叫 叫嚣着 要给刘烈好看 大哥 就是他 厨师说道 壮汉冷哼一声走了出去 小子 就是你欺负我弟弟 话刚说完 就看到刘烈 扛着崇高之主过来 众鬼一刚出门 就看到眼前这场景 那恐怖的气息 瞬间让他们腿脚一软 瞬间整齐地跪在了地上 刘烈看着这一幕 有点猛逼 不是 这干啥呀 这么客气 随后看着他们 直勾勾看着野猪的眼神 恍然 哎呀 就是一头野猪 王管家弄来的 不得不说 人家怎么是管家呢 早有准备 众鬼一 王管家这牌面挺大呀 别跪着了 大把手啊 赶紧把肉炖了 还是咋地 厨师不是说没煮菜吗 这不煮菜就有了吗 厨房内 厨师手里拿着刀 看着菜板上不停蠕动的触须 神情一阵呆滞 他虽然是个厨师 虽然是个有两百多年经验的厨师 但是眼前这个食材 他还是第一次动手操作 哥 这咋弄啊 壮汉捂着脸 不敢看菜板上的马赛克 你就随便弄弄吧 不是 我没弄过呀 你这话问的 就像是我弄过似的 你就 以前咋弄就咋弄 刚才大哥不是说炖吗 你就炖了吧 行吧 厨师没办法 只好把肉放在锅里炖上 刘烨看厨师弄好肉以后 摸着下巴道 哎你们说 一个菜是不是不太够啊 众诡异 够 够 够 然后 他们求助地看向暴龙 暴龙一愣 随后小心翼翼地举起手 欧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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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诡异 神他们的欧嘞 欧嘞 然后 他们就看到刘烨的目光 放在了他们带过来的狗身上 不是大哥 狗肉上不了洗面啊 壮汉赶紧护住自己的爱犬 哎呀 关键现在 你们都没洗面 这个时候 顾不了这么多了 说着 刘烨抄着铁锅就过去了 那些狗愣了一下 随后毛都炸开了 像是疯了一样的 就要往处跑 他们可不是真的狗啊 而是有着狗外形的诡异 刘烨哪能让他们逃走啊 直接积铁锅下去 几只诡异就两眼一翻 躺地上了 二壮 壮汉眼中充满泪水 伸出手 想要触碰陪伴了自己 两百多年的好兄弟 啊 你要处理啊 行 那就交给你了 刘烨直接把狗放到了壮汉的怀里 壮汉抱着狗 杀鬼诛心啊 壮汉要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心中想起 这两百年来 和兄弟之间的点点滴滴 那充满怀念的回忆是如何 也消散不去的 即使是作为诡异 也是最美好的回忆 现在 却全都被眼前这个混蛋给破坏了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啊 你 干嘛 刘烨拿着老猎枪 诧异地转身 你有没有大葱啊 吃狗肉不放大葱 不正宗的 壮汉微笑着说道 你耸得好快啊 旁边的众鬼一吼道 哎呀 这个我有 刘烨赶紧从包袱里 拿出家里种的大葱 递给了壮汉 壮汉是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料理着自己的兄弟 哎 你们觉不觉得还缺点什么 众鬼一赶紧疯狂地摇头 随后死死地看着暴龙 暴龙被这么多的鬼一盯着 也被吓一跳 下意识地说道 哥 是不是缺点青菜 众鬼一眼睛一亮 青菜好啊 青菜没有危险 随后 一个个都满意地看着徐飞 刘烨一拍手 可不是吗 这都是大肉菜 虽然菜势挺硬 但是没有青菜 也容易腻味不是 咱们这有青菜吗 刘烨问道 嗯 厨师看着旁边的烂菜叶子 他觉得 要把这东西拿出来 自己估计会被刘烨给打死 刘烨一看这人的脸色 就知道什么结果了 这个可以哦 刘烨一脸痛苦 这个 真没有 众鬼一 也一脸痛苦地说道 真的 我就一点 都指望不上你们 刘烨恨铁不成钢地指着他们 随后四处看了看 然后突然眼睛一亮 他这眼睛一亮不要紧 给身后众鬼一门吓够呛 这又是盯上啥了 他们顺着刘烨的目光望去 也没看到啥呀 那边 只有他们的母树 母树 大哥 那个真不行啊 众鬼一 一下子扑到了刘烨的身上 死死地抱住他 他们就是在那棵树上死的 这树要没了 他们也没了呀 不是 我不干别的 就卤点树叶子 当青菜 刘烨说着 扛着这些诡异 就往前走 这些诡异惊恶地发现 刘烨的力气是真大 扛着他们像是没事人一样的往前走 不行 弄不住他 跟他拼了 壮汉刚说完 就看到刘烨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阵白光 一瞬间 一瞬间就把他们全都击飞出去 刘烨感觉身上轻松许多 随后大步地来到了中间的柳树下面 三两下就爬了上去 半个小时以后 众鬼一跪在地上 呆滞地看着眼前狗啃一般的母树 这薅得是真干净啊 整棵树就剩一个木头桩子了 不是 你们这样干啥啊 这树啊 就要定期修理一下 到时候 他们长得更快 刘烨抱着一大捆树枝说道 当然了 他也顺便砍了点柴火 众鬼一一点都没感觉被安慰到 他们只感觉身上的鬼气 也在不停地消散了 行了 别愣着了 赶紧地干活吧 晚上婚礼就开始了 刘烨赶紧说道 众鬼一还能怎么办 只能站起来 开始做菜 毕竟蒲都蒲了 怎么也不能浪费吧 刘烨直接用这些树叶 做了一个炒青菜 其他人也都在打着下手 而暴龙在帮着收拾那条狗的时候 突然间在对方的胃里 发现了义务 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木簪 和一张纸条 暴龙心中一动 立刻把两样东西拿了出来 这东西和之前的那本书 应该都属于特殊物品 本来应该很难获得 但是 暴龙感觉自己 真是太幸运了 他先拿出那张纸条 纸条上面 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琳琅 我被父母卖入张家 他们根本不是让我 求求你救救我 希望你能在三天后的后门狗洞那里接我 小倩 看到这个信息 暴龙倒是想起 之前那家人谈论小倩的时候 说过这个琳琅 这琳琅一家 是外地人 是从他爷爷那辈 才进入村子安家的 这个琳琅从小就聪慧 长得也好看 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苗子 他跟那方小倩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起来的 本来都以为他们是一对 但没想到 方小倩被他父母卖入了张家 随后一家 从村子里搬走了 而那个琳琅 也消失不见了 看来这琳琅不见 应该跟这件事有关 想到这 他又拿出之前的那封信 本来他以为 这琳琅是去救方小倩 被这张家人发现害死的 但谁想到 这封信的内容 却是让他大吃一惊 信的内容文文皱皱的一大堆 简单来说 就是这琳琅把方小倩 要逃跑的事情告发了 以此换取张家人 帮助他求学 难怪这簪子被扔了 这簪子是两人的信物 按理来说 应该是被方小倩好好保管的 现在却被扔到了狗位里 原来是因为这个 只是看完了这些以后 暴龙却感到有些奇怪 整个柳西村发生的事情 应该就是这个方小倩悲惨的一生 只是这样一来 那么这个剧本的名字 为什么要叫做禅呢 另一边的约翰 也有些奇怪 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诡异世界中的任务名字 都是跟内容息息相关的 而这次任务的名字是禅 虽然他们第一晚住宿的时候 获得了禅玉佩 跟禅有关 但也不到点梯的地步 约狼一道细腻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约翰脸色一僵 随后带着笑脸地转过去 扶妹 即看到他身后 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鬼 这女鬼皮肤轻紫 长长的舌头长在嘴外 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 模样十分地吓人 这人是府里的小姐 一看到约翰 就被他迷住了 硬是把他给讨要来 约狼 在想什么呢 女鬼在后面紧紧地抱住他 那力道 让约翰的身体 不住地嘎吱作响 但即使这样 约翰的脸色 仍旧没有一丝变化 露出温和的笑容抱 在想今天的婚礼 对了扶妹 怎么一直没见到你的哥哥 他进来以后 利用扶妹的关系 四处走动了一下 却发现 并没有张家长子的房间 本来应该作为长子的房间 住着的却是王管家 由于当时房子的气息 十分恐怖 所以他并没有赶进去 我哥哥呀 呵呵 等到时间 你就会见到了 说着 扶妹长长的舌头 缠住约翰的脖子 一下子让约翰 有种窒息的感觉 月朗 不要管那么多了 我们回房间好不好 约翰本来都已经从衣服里拿出油灯了 但是突然间 他想到了刘烨的应对方式 想了想 他继续深情地说道 扶妹 我也想跟你长相厮守 但是 我却做不到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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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妹一下子狂暴起来 两只眼睛流出血泪 对着约翰狂叫 我那么爱你 为什么要拒绝我 为什么 那一瞬间 约翰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要碎了 他马上说道 我也不想 但是我的命 不在我自己的手上 约翰这里用了模糊的说法 只说 命不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面临了什么危险 却是没有细说 听到这话 扶妹更加地生气起来 那个老菜帮子 我是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听到这话 约翰的心里狂跳 原来如此 另一边 刘烨和暴龙 从厨房出来 厨师说 这里已经不用他们帮忙了 让他们去帮别人 没错 他们也用了那非常经典的办法 死到有不死平到 你别霍霍我们了 你们去找别人吧 这我们去哪儿啊 暴龙问道 去新娘房里看看 啊 暴龙震惊地看着刘烨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想什么呢 我是想说 去新娘房里看看 有什么要帮忙的 你也看到这些人这德行了 你指望他们能好使吗 刘烨无奈地说道 指望 你好像更完蛋吧 暴龙在心里想到 只不过 他也没敢说出来 就这么地跟着他来到了新娘子的房间 刘烨还很客气地敲了敲门 大妹子 方不方便啊 我进来了呀 暴龙 这话说的 怎么这么别扭呢 按理来说 人家还没嫁人呢 是见不得外难的 但是刘烨多牲口啊 他们那乡下没有那么多讲究 所以光的一声 推开门就进去了 暴龙也不敢拦啊 只能跟着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就看到房间里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盖着盖头坐在床边 另一个则是一脸惊恐地站在一旁 王薇薇 暴龙有些惊讶 他以为这女的已经死了 没想到 竟然还活着 王薇薇看到了刘烨两人 立刻激动起来 刚想要说话 却听到刘烨生气地说道 不是 我说你在这傻愣地站着干啥呢 这都啥时候了不知道吗 我的天哪 你啥也没干啊 我就知道 我指望不上你们 刘烨一看这新娘子 衣服还破破烂烂的 喜服都没穿上 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说人家好酒好菜地招待他们 结果这忙啥也没帮 你这是办得实在是不讲究啊 哎 那个新娘的妆化好没有啊 刘烨问道 啊 王薇薇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化什么妆 哎我的天啊 刘烨感觉自己的脑袋生疼 你这不要耽误是吗 再一看到他那哭丧脸的样子 心里就一阵腻挽 你说 人家结婚 你整个死妈脸 这给谁看呢 没招 还得自己想办法 刘烨想着 幸亏他来了 要不这婚都够呛能结成 他直接走过去 来到新娘面前 那个妹儿啊 我拖大 叫你生妹儿 咱呢 先把盖头拿下来 我给你化妆 王薇薇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这人玩得也太花花了 给诡异化妆 刘烨一看 对方没吱声 想了一下 恍然 可能是小媳妇面嫩 再说自己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也有点不合适 妹儿啊 虽然我知道是有点不合适 但是呢 侍从全集 咱就理解一下 你不吱声 我就当你答应了 说着 直接把新娘的盖头给揭开了 那一瞬间 王薇薇和暴龙的呼吸 都快停了 就看到盖头下 是一张恐怖的脸 眼睛和嘴巴 都被用线给缝上了 脸上的肉都翻翻着 露出里面红色的血肉 里面不时地有着白色的蛆虫 在翻滚着 看到眼前这一幕 王薇薇差点没吐出来 刘烨却像是没看到一样 而是神情有些凝重 妹儿啊 该说不说 你这皮肤有点差 这都暴皮成这样了 没想着置之呢 我跟你说啊 这女人啊 就得保养 暴龙和王薇薇 而刘烨这一说话 新娘瞬间就有了动作 两只手瞬间 就扑向刘烨的脖子 那一瞬间 暴龙和王薇薇的心 都提在嗓子眼了 王薇薇甚至又要叫出来 但是 就在这一瞬间 刘烨的动作 却别他更快 一把就握住了他的手腕 哎呀 妹儿啊 你这指甲不行啊 结婚 你弄成这样 会被人说的呀 那个龙哥呀 赶紧把我班拿来 王薇薇傻眼了 这人是真生口 他都能看见 那诡异的双臂颤抖 手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 却就是无法挣脱 刘烨的双手 暴龙倒是已经习惯了 直接把刘烨的包袱 拿了过去 哥 那个 你做过美甲吗 这话一出 刘烨的身体就是一僵 然后说道 呃 做过 怎么没做过呢 我跟你说 不是我跟你吹 就我们村 所有的美甲 都是我做的 事实上 他并没有做过 但是他在电视上看过 他想着 不就是在手上 悄悄打打吗 估计跟村里定马掌 没什么区别 不过是 虽然是这么个事 但是他不能真这么往外说啊 贵娃哥曾经说过 出去闯荡社会 有三分本事 就要吹出七分出来 不能让人家小瞧了去 嗯 至于剩下九十分 那就看病吧 虽说他没修过指甲 但要说定马掌 他可是村里的大拿 不知道为什么 新娘突然打了个寒颤 随后动得更加激烈了 别动 很快呀 刘烨掏出了一副手铐 直接把洗娘的手给铐住了 然后一瞬间 新娘立刻就不动了 鬼物 静磨料 类型 辅助 品质 红衣 效果 使一切超出常识的现象失效 消耗 备注 抓住我 抓住我就让你嘿嘿嘿 暴龙看了看新娘的手铐 哈拉子差点没流出来 虽然看不到具体属性 但上面汹涌的阴气让他知道 这不是普通的东西 又看了看刘烨身后的猎枪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大哥 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 农民 暴龙 大哥你这个农民 他是正经农民部啊 而此时刘烨的心里也有点没底啊 他到底是没有学过美甲的呀 但是赶鸭子上架 他指望不上后面那两笋出 想了想 然后拿出了修马蹄用的刀 那一瞬间 屋子里的两人一鬼都震惊了 新娘虽然眼睛被缝上了 但也不是一点都看不见啊 见到那东西 更是剧烈地挣扎起来 大哥 暴龙下意识地喊出了声 刘烨吓了一跳 差点没直接把新娘的手给剁下来 他生气地转身喊道 又咋地了呀 这正要工作呢 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 差点没出事故 不是大哥呀 你这修指甲的工具 他 他 他挺特别的啊 你修过指甲呀 刘烨突然有些发虚地问道 没有啊 一听他说没有 刘烨的气势立刻上来了 你没修过你说啥呀 到底是你专业 还是我专业 我专不专业不说 但我肯定 你绝对是不专业的那个 刘烨转过头 对着新娘的手笔划了笔划 随后用力地一砸 咔嚓 一声脆响 新娘的拇指长指甲 整齐地下来了 看 完美 这 一条黑血从指甲的断处喷出来 刘烨 暴龙和王薇薇 可您的表情不太像啊 暴龙小心翼翼地说道 刘烨 那个 你别看他流血了 但是他其实不疼的 你跟我学着点 以后出去也是一门手艺 暴龙看了眼新娘 心想 要不是对方快要抽过去的样子 他也就真心了 随后 就看刘烨咔嚓咔嚓几下 把新娘的指甲 全都剁了下来 那羊面 跟满清十大酷刑似的 看得暴龙和王薇薇是瑟瑟发抖啊 当好不容易把指甲 都弄下来了 暴龙亲耳听见 新娘被封印的嘴中 居然发出一声响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只是很显然他松枣了 就看刘烨又从包袱里拿出一个铁片 悄悄打打以后 弄成指甲样子 然后拿出打火机烧红了 新娘 滋滋 一阵白烟升起 暴龙和王薇薇 闻到了一股狐味 好了 刘烨兴奋地抬起头 看看 怎么样 暴龙两人看去 就看到新娘的手上 多了十个歪歪扭扭的大铁片子 暴龙和王薇薇 给点意见啊 刘烨说道 怎么给 说不好 怕你弄死咱俩 说好 这良心属实过不去 行 然后咱们赶紧 化妆 你有化妆品吗 没有的话用我的 就看新娘差点没把头给点下来 然后只向前面的梳妆台 刘烨过去一看 还行 都不认识 嗯 他虽然没化过妆 但是他刷过墙啊 正所谓一视通 百视通 想想也应该没什么区别 刘烨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刮板 大哥 又干啥呀 这正忙着呢 没事别老叫我 刘烨生气地喊道 不是 大哥 你真的 会吗 我 那肯定会啊 不是给你吹 就我们寸 那大丫头小媳妇的妆都是我化的 刘烨拍着胸脯说道 暴龙 该说不说 大哥你这吹牛逼不要脸的样子 是真他们带劲啊 刘烨刚想动手 那边王薇薇突然看到 新娘浑身颤抖地看向了她 她想到了进来以后发生的事情 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 鼓足勇气说道 大哥 要不让我来吧 啊 刘烨转过头 诧异地看着王薇薇 大哥 这晚上就要结婚了 还有许多事没办呢 化妆这点小事 就我来吧 你来行啊 刘烨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大哥 瞧你说的 我一个女人 我还能不过化妆吗 王薇薇笑着说道 那行 她就交给你了 我去给妈弄一身衣服 刘烨说着 就跟暴龙出去了 王薇薇看着新娘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走了过去 开始给新娘化妆 这边 刘烨两人出门遇到了小帅 正好询问她 哪里有喜福 小帅想了想 然后说道 喜福的话 我不知道 但是红色的料子 我从大夫人的房中看到过 想到大夫人 她的脸色变得 有些凝重起来 大夫人的脾气十分不好 当时要不是她幸运 她差点就没命出来 而刘烨一听到有料子 当即一拍大腿 好啊 有料子也行啊 我会做衣服 不是我吹啊 在我们村 所有的衣服 都是我做的 暴龙 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们要小心些 那大夫人脾气不好 弄不好就出人命 约翰忍不住提醒道 暴龙 不一定谁出人命呢 刘烨和暴龙 根据约翰的提示 来到大夫人的房间 刚一进门 就看到屋里有三个人 其中两个站在一边 做丫鬟的打扮 而最中间 坐着一个穿金带银 打扮得十分富贵的女人 那女人浑身上下 已经腐烂了 但是仍旧拿一个小镜子 不停地 在脸上梳妆打扮 刘烨似乎看不到 对方的异样 直接说道 大娘啊 我听说你这有红色的布料 你借我一下呗 我给你儿媳妇做衣服 她这话一出 就看那女人啪的一下 把旁边的桌子拍得稀碎 随后怒声喝倒 你叫谁大娘呢 她这话一出 刘烨愣了 不是 你这岁数来着摆着呢 我不叫你大娘 我叫你啥啊 大妈 旁边的暴龙捂着嘴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然后对着刘烨说道 讲美女 她也不美啊 暴龙仰着头 疯狂地想着 前半生所有的悲伤事情 夫人直接被这话气的 阴气四散 却看那夫人浑身上下 出现了无数的抓痕 皮肉都是粘在骨头上 看样子 似乎是被什么猛兽抓死似的 而旁边的两个丫鬟 面容也同样恐怖 其中一个脑袋没有了 大量的黑血从窟窿里往外流 另外一个则是肚子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里面的脏气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惊悚的荧幕 在刘烨的眼中却是平常无异 仿佛眼前的变化 跟平常没什么区别 那两个丫鬟 瞬间出现在了刘烨面前 两只漆黑的手抓狠狠地 抓向刘烨的脑袋 刘哥 小心 暴龙在旁边忍不住呼喊道 说时时奈时快 就在请客间两个丫鬟的爪子已然抓到了刘烨的脸上 就听到咔嚓一声巨响 两个丫鬟的指甲瞬间崩裂开来 刘烨下意识地伸出手 一个大逼都过去 哄 两个丫头的脸被刘烨的手碰到 就好像是被山岳撞击一般 开始被压缩 随后硬生生在原地爆炸开来 就连旁边的墙壁也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所有人长着大嘴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刘烨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 拍着胸口抱怨地说道 说话就说话嘛 干嘛突然把小刀拿出来嘛 吓了我一跳 差一点就要被伤到了 众人 大夫人也长着大嘴 被惊恶地说不出话来 大娘 能把布匹给我吗 我赶时间 大夫人缓过神来 随后说道 在那时 你自己拿去吧 多谢 刘烨立刻去室内拿红布 不一会儿 刘烨就从里面拿出来一匹红布出来 看着手中的布 刘烨忍不住赞叹 真是极好的料子 哦 那好在哪里呢 旁边暴龙好奇地问道 你看这料子 这颜色 这手感 嗯哪 怎么个好法 暴龙问道 好啊 你看这料子 这颜色 这手感 可我问的是 你看这料子 这颜色 这手感 暴龙 可 你是不是不知道好在哪 那你就非得说出来呗 刘烨斜眼瞪着他 暴龙立刻不敢吱声了 大夫人看着刘烨手里那料子 脸上露出了心疼的神情 那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呀 这位先生 我希望你好好的做这衣服 不要辜负了这料子 这你放心 刘烨郑重地说道 哥 你会做嫁衣吗 暴龙忍不住问道 笑话 我娘的嫁衣 就是我做的 刘烨冷哼着说道 暴龙 总感觉哪里不对呢 话落 刘烨拿起旁边的茧子 在手上旋转了一个花活 然后一只手拎起布匹 向天上一扬 只剑刷的一下 布匹在天上展开 犹如天边的晚霞 煞是好看 暴龙心里一惊 别的不说 就光眼前这一手 这看起来还比较靠谱啊 随后 就看刘烨的双手 犹如犹龙 上下翻滚 伴随着咔嚓的声音 布匹一瞬间 就被裁剪出来 接着 刘烨从包袱里 拿出一根绣花针 左右翻飞 金色的丝线 在众人眼中不停地穿梭 看得人是眼花缭乱 在众人的震惊的目光中 不到一个小时 一件衣服 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衣服 抛却了一般嫁衣累赘的下部 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短挂样式 宽大的袖口 可以让双臂自由地活动 上面用金线 绣着一朵朵盛开的花朵 互相交织 展现出了春的美好 怎么样 刘烨得意地说道 众人 暴龙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嫁衣 是不是有个俗名叫做棉袄 哎呀 你很懂吗 刘烨惊讶地说道 那是我妈现在 每年过冬的时候 还拿出来穿吗 暴龙无语地说道 那边 夫人看着自己的料子 被糟蹋成这样 一口气没上来 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哎呀 这咋还晕了呢 刘烨不解道 暴龙 他为什么与你心里 没点逼数吗 嫁衣已经做好 刘烨拿回给新娘 新娘看着刘烨手里的嫁衣 内心十分地抗拒 但是在刘烨期待的目光中 他没有敢拒绝 最终还是穿了上去 原本穿着补丁的衣服 还能看出是一个新娘 但是穿上刘烨做的喜福以后 立刻变成了一个 纯正的东北大姐 旁边的王薇薇 似乎能看到新娘的眼角 留下一滴血泪 最气人的是 那边刘烨还在那拍手 看这多漂亮啊 真的 你们张家都得给我弄一个大红包 暴龙 嗯 这就开始抢劫了是吧 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钟声响起 前面突然热闹起来 大夫人突然神情严肃起来 婚礼开始了 刘烨两人前往大堂 王薇薇则是陪着新娘 先回到屋子 此时 这里已经坐满了人 或者说是诡异 他们一个个面容争鸣 身形扭曲地坐在一起 相互嬉笑地交谈着 这些诡异全是外来的 身上的阴气都大的吓人 当刘烨等人过来 全都齐刷刷地看向他们 准确地说 是看向暴龙和王薇薇两人 瞬间头皮发麻 忍不住往刘烨身边凑了凑 刘烨倒是兴奋地跟其他人挥手 大家伙 都来了呀 吃好喝好啊 说着 他无疑瞥见了一个人 顿时兴奋起来 大哥 司机捂着脸 尽量让自己不显眼 但还是被刘烨一眼认出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就出来吃个席的功夫 都能遇到这祸 大哥 你怎么来了呢 刘烨兴奋地坐在司机旁边 我 跟新娘是 亲戚 娘家客 屁 啊 哎呀 那是咱妹子啊 一家人啊 哥 我跟你说 你放心啊 咱妹子被我弄得老好了 司机 暴龙在刘烨身边 小心翼翼坐下 他没想到 刘烨竟然认识诡异 而且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这就有些神通广大了 这个时候 约翰三人也都过来了 他们也都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而约翰看到了王薇薇以后 神情有些惊讶 但随即 他像是想通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小帅和打工人则是坐在一起 他们也看到了王薇薇 小帅的眼睛眯了起来 而打工人不知道是不是遭遇了什么 整个人感觉都有些不对 仿佛是大病了一场一样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正中间是大夫人和未见过面底张家主人 这是一个身形高瘦的老人 外表看起来跟一般人别无两样 此时威严地坐在那里 看着前方 王管家站在他的旁边 他看了眼天上的月亮 然后高声道 即使已到 带新人周围的乐器声立刻响起 吹得也确实是喜庆的曲子 但是在周围的环境衬托下 却显得格外圣人 不一会儿 就看到新娘从外面揣着手进来 新娘 王管家刚要往下说辞 看到新娘这样 一下子卡壳了 新娘 行 王管家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旁边的小帅和约翰也震惊了 这是新娘 而站在新娘旁边的王薇薇 则是有些慌张 他疯狂地向着刘烨和暴龙打眼色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暴龙一下子注意到了王薇薇的异常 他想要溜过去 却发现身体动不了了 而王管家在经过片刻的愣神以后 瞬间恢复过来 继续地叫喊道 即时已到 一败天地 王管家喊完 就看到他抱着一只公鸡出来 站到了新郎的位置 此时 新娘也僵硬地站到自己的位置 两人缓缓地朝天地败了下去 却看此时 天空中的月亮赫然变成了红色 看起来也比平常大了一些 那样子 就好像是一只眼睛 在看着他们 一瞬间 约翰等人感觉到一股莫大的恐怖 就要降临 二拜高堂 新娘和王管家 朝着堂上的大夫人和张老爷拜了下去 此时新娘旁边的王微微 慌张地厉害 不能再拜下去了 再拜下去 所有人都会死 想到新娘在来之前跟他说的话 他就焦急万分 但是偏偏 现在他一动也动不了 甚至连嘴都张不开 夫妻对拜 最后这一生十分阴沉 仿佛是破掉的铜锣一般 王微微紧张万分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他脖子上的项链突然闪烁了一下 新娘和王管家 缓缓地弯下腰 正要拜下去的瞬间 一道声音猛然喊出 不能拜 王微微的声音一出 吓得刘烨忍不住喊了一声 卧槽 他一出声 就听咔嚓一声响动 所有人的禁锢瞬间消失 约翰立刻点燃油灯 向着王微微扔过去 接着 王微微接住油灯 瞬间脸色惨白 但也是这一下 把新娘谈到了一边 婚礼终止 小帅和打工人 快速地来到约翰身边 此时 王管家的脸色十分难看 你们在干什么 果然啊 约翰又看了眼王微微 看来新娘大概率 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王微微这么长时间没死 就是证明 那个蠢女人 可没有脑子不触犯禁忌 那么最终的黑手就是她吧 约翰看向王管家 王管家此时脸色阴沉的快要滴水了 王微微此时快速地说道 不要让她完成婚礼 否则我们都会死的 哼 现在 你们也会死 王管家说着 身上阴气暴涨 手里拿出一本书 然后对着一旁说道 你还在等什么 扑痴 却看小帅和打工人同时一刀 捅在了约翰的身上 你 你们 约翰不敢相信地看着他们 抱歉 小帅脸上带着笑容 手上一用力 刀筒得更深了 时间回到之前 就在刘烨等人辛苦干活的时候 小帅则是暗中找到了王管家 你不去帮忙 来我这里干什么 王管家沙哑着声音说道 那声音 就像是用利刃划着黑板一样 刺耳且难听 我是爱拿一样东西的 小帅笑着说道 管家听到小帅的话 沉默了一下 然后冷眼看着小帅 你胆子真大 就不怕 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当然不会没有准备就过来 小帅伸手 拿出一根绣花针出来 看到这东西 王管家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也不想 这东西 被交给那个女人吧 到时候 你可就完了 我现在杀了你 同样可以不让他拿到 没用的 小帅一用力 就把绣花针掰成了两段 这个是假的 真的在我的伙伴那里 如果你杀了我 那东西 就会第一时间 给到那个女人身上 王管家沉默了一阵 然后缓声说道 那东西 原件不能给你 当然 我也没有想要原件 我只是要副本罢了 你还要帮我完成仪式 可以 回到现在 小帅抽出了刀 然后有些可惜的 看着手里的一根绳子 这是他的鬼物 可以把人束缚住 并且一定程度能限制住 诡异在原地不动 只是不知道 那些人用什么手段 正脱开了 现在怎么办 小帅看向管家 没关系 只要把他们都杀了 仪式 也能照常进行 王狼 你什么意思 大夫人忍不住说道 很简单 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说什么 宴席上其中一个 暴脾气的诡异 一下子站起来 却见王管家手上的书 瞬间射出一道触手 随后大力地吸取着什么 片刻间 那只诡异就消失在原地 我劝你们 最好在原地不要动 这样能死得轻松一点 王管家咧嘴一笑 随后开始念叨着咒语 随着他咒语地念出 他身上的阴气 源源不断涌入书籍 有些诡异 想要趁机逃跑 但是一瞬间 那本书爆发出巨大的压力 笼罩在所有诡异的身上 一下子让他们动弹不得 而王管家身上的气息 一下子变得微弱 但是他的脸色 却是充满了兴奋 哼 你们今天将会见到 这辈子都见不到的景象 能够死在那位大人的手里 是你们几辈子的荣耀 未未 难道是他 你也太疯狂了吧 司机忍不住惊愕道 谁啊 刘烨在旁边好奇地问道 在古代 曾经毁灭了一座小国的存在 只一眼就可以让数万人疯掉 是最危险 最邪恶的诡异 被誉为邪神的降临吧 崇高之主 随着王管家一声高呼 现场什么也没发生 咻 一阵微风吹过 现场所有诡异都呆呆地看着他 王管家 其他诡异 刘烨等人 嗨嗨 那个 可能哪里念错了 你们等等啊 王管家快速地重新念叨了一遍 随后高呼 降临吧 崇高之主 又是一阵微风吹过 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不应该啊 王管家有些焦急地看着自己的书 这也没念错啊 崇高之主 为什么不降临呢 那个 王管家 厨师在旁边有些尴尬地说道 王管家看向了他 您那个崇高之主 被您带来的那个人 当作野猪毙了 现在锅里顿的就是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王管家 其他诡异 小帅 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不是出问题了 刚才他说什么 崇高之主 被一枪毙了 王管家心思急转 随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就算你能把崇高之主的 分身灭了又如何 不会以为 我就只有这点本事了吧 说着 他又拿出手里的书 快速地念着咒语 最后往地上一拍 就听见远处 咔嚓一声巨响 前面庭院的柳树 瞬间炸开 随后一个棺材 翻滚着掉到这里 轰的一声落在地面 呵呵 这是我两百多年 喂养的铁尸 现在这个时间 正好是成行的时候 今天我就让他大开杀箭 司机的脸色再度变了 这又是啥啊 刘叶好奇地问道 这个可不简单 这尸体乃是放在千年柳树下 用诡异和人类双重喂养 吸取天地精华 才能制作成 只要时间一到 那可以说是为祸一方 碰 他的话刚说完 棺材盖飞了出去 就看见里面赫然是衣 驼灰 王管家 其他诡异 小帅 我的铁尸了 我那么大的铁尸哪去了 王管家崩溃地喊道 这个时候 厨师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带过来的那个人说 没有青菜 就是去母书拿薅了点树枝 那没了树枝 也不至于这样 王管家大吼道 他还说缺了点柴火 王管家 王管家看着已经开始 露胳膊挽袖子的重诡异 沉默了一下 然后再度哈哈大笑起来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大家一起死吧 话音刚落 就看到他的身形突然膨胀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咒语 跑 司机大吼一声 随后快速地向外跑去 但他这边刚一有动作 就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王管家瞬间爆炸开来 强烈的波动 瞬间笼罩住周围的诡异 让离得近的诡异 瞬间被消灭掉 只有刘烨 在这波动中屹立不倒 只感觉风有些大而已 当他回过神来 发现婚礼 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这 到底是咋回事啊 刘烨一脸都摸不着头脑 这好好的婚礼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大哥 我们不是参加婚礼的 我是来完成任务的 暴龙小声地说道 对啊 刘烨差点忘了 这是个游戏 不对啊 即使是游戏 那也是咱妹子结婚啊 对了 妹子呢 他扭头一看 发现妹子正虚弱地倒在一边 很显然 刚才的爆炸 也波及到了他 旁边是王薇薇 即使是那样的情况 他也护着王薇薇 小帅和打工人 此时也十分地狼狈 两人见到刘烨 两人没什么事 立刻警惕起来 暴龙有心 想要替约翰报仇 却听小帅说道 两位 我们没有什么仇怨 我帮王管家 只是想拿回一样东西 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犯不着继续内斗 暴龙想想 也的确如此 这两人现在 虽然受伤了 但谁知道 他们还有没有 什么后手呢 反正任务已经完成了 也犯不着 为了陌生人 跟他们拼命 只是这时 刘烨却说道 王管家死了 没有啊 他不就在他后面 站着呢吗 刘烨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看向刘烨指着的方向 发现刘烨正指着打工人 大哥 你是不是看错了 暴龙说道 没有啊 他就是王管家呀 刘烨一脸 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说道 而这个时候 新娘伸出手指 在地上颤颤巍巍地 写了一个字 缠 刷 一道荧光闪过 打工人的后背 瞬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但是很快 那伤口就蠕动了起来 片刻之间就恢复如出 约翰 暴龙震惊地看着袭击的人 他刚才不是死了吗 约翰剑偷袭没有成功 立刻后退了几步 在他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女鬼 整个身体 就像是绳子一样 缠绕着他 约翰 这两人好狠的心啊 刚才那两刀 插得人家好痛啊 小帅这个时候也明白过来 这约翰也好本事 竟然勾搭上了这个女鬼 然后用幻术骗了他们 却看约翰来到暴龙身边 从衣服里拿出之前 获得的那枚空缠玉佩 随后扔到地上 拿起石头砸得稀碎 你这是干什么 这样任务二不就失败了吗 暴龙忍不住问道 好不容易获得的东西 就这样砸了 从那具铁石被毁了开始 任务二就已经失败了 约翰说道 这次的任务 如果想要两个目标都通关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获得玉佩以后 再在居民的家中不出来 暴龙听到这 突然明白过来 任务一是让他们存活到婚礼结束 可没有一定让他们参加婚礼 这次的任务是禅 本来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刚才的行为 让我明白了 这个项目为什么叫做禅 为什么 禅禅脱鞘 借客重生 那家伙最开始的目标 应该是那具铁石 但是被刘哥摧毁了 所以才把目标转移到 拥有空缠玉佩人的身上 想到这 他佩服地看向了刘叶 刘哥 应该是早就看出来了吧 所以才没有让你获得玉佩 暴龙听到这话 也佩服地看向刘叶 原来如此 怪不得那天晚上 刘哥斗了一宿地主呢 原来都是为了他 哎 不是 刘叶一脸猛 他现在都没搞明白 目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原来都是你这个混蛋 打工人 不 王管家脸色阴沉地说道 要不是你 我的完美转生 就已经成功了 不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这忙前 忙活地准备婚礼 其他的 我什么都没干啊 刘叶一脸的冤枉 在后面的司机一听这话 身体下意识地打个寒颤 他对这话 有应激反应 啊 王管家一声怒吼 嘴里快速地念着咒语 就看到身形快速地膨胀起来 最后 他变成了一个身高三米多 浑身长满了黑毛的恐怖怪物 哦 王管家起身怒吼 我这边 也给你加加油吧 小帅拿出一个针管 针管里面流动着一条粉色的气息 小帅一下子 把针管扎入了王管家的身体里 就只见王管家身形一晃 下一秒 整个身体再度地膨胀 身体表面浮现出了厚厚一层角质 把他给团团包围 就像是穿了一身铠甲一样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那你们加油吧 我先走了 小帅说完 就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王管家咆哮着破坏着周围 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 你个混蛋 暴龙恶狠狠地说道 刘叶则是长着大嘴 这个游戏也太疯狂了吧 竟然凭空出现一个大形象 现在要怎么办 约翰也在思考 他看向刘叶 发现刘叶并没有慌张的神色 知道这场面对于刘叶来说 都是小情况 之所以不行动 应该是为了给他们表现的机会 想到这 他立刻找到暴龙询问 刘叶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 暴龙把刘叶做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 约翰就陷入了沉思 刘哥一直在做的 就是让新娘符合身份 新娘 约翰突然想到什么 然后明白过来 刘叶一直做的 都是让新娘失去的东西回去 比如衣服 妆容 指甲等等 都是新娘应该有 但是之前却没有的 所以 他现在要做的 只要把新娘的东西 还给他就行了 诡异世界不会发布必死的任务 既然有刚才的那种 简单通关方法 那么也应该有正常的通关方法 正常的通关方法 应该就是在新娘身上 他应该是自己这边的 那么 想到这 他立刻 把衣服里的相框拿了出来 扔给了新娘 那相框到了新娘的手里 瞬间融进他的身体中 随后就看新娘身上的 阴气暴涨 一边的暴龙剑撞 连忙把自己获得的木簪 和信件扔了过去 这两样东西 到了新娘的身上 同样融入了进去 就只见新娘身上的棉袄 瞬间变换了样式 变成了真正的喜服 新娘镶满大铁片子的手爪 上去就在王管家身上 抓出数道深深的痕迹 但这也激发了王管家的凶性 让王管家 变得更加暴躁 一拳打在新娘身上 把她打飞到一边 为什么还打不过啊 暴龙忍不住说道 因为碎片没有收集齐 司机过来说道 碎片 其他人看向她 记忆碎片 诡异在形成以后 会失去所有被害的记忆 只有收集齐这些碎片 才能完全恢复自己的实力 司机说道 原来如此 约翰等人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一茬 司机掏出一根烟 点上看向新娘 他应该还差一个记忆碎片 才能完全恢复实力 所以 当然打不过那家伙 他本来是不想管的 毕竟刘烨要是被杀死了 他更加高兴 但刚才小帅注射进 王管家体内那东西 让他感觉有些不好 那东西竟然可以让诡异发狂 所以 司机想要利用这些人 把王管家消灭掉 然后拿到王管家的尸体 好研究研究 只不过现在的情形 有点难办 他的眼睛 可以看出阴气的属性 他能清楚地看到 新娘的最后一个记忆碎片 恰好就在王管家的身上 这似乎一下子变得无解 嗯 却看这时候 一个人影快步地走了过去 王管家正抄起拳头砸向新娘 却突然一个人影过来 一脚给他踹飞出去 虽然我没听懂什么事 但是 你竟然敢打我妹子 这是我没法忍啊 刘烨怒气冲冲地说道 身后的新娘 看向挡在自己身前的刘烨 脑中瞬间出现了一段记忆 那是自己的家人绑着他 带他来到张家 张老爷 这小妮子自己跑出来了 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娘 他们让我嫁死人啊 娘 救我 小倩悲惨地喊道 他的母亲流着眼泪 不舍地看向自己的女儿 随后忍痛说道 女儿啊 别怨娘啊 你哥哥他要结婚了 总得有点彩礼钱吧 要怨就怨你自己的命不好吧 谁让你是个女孩呢 说完 在小倩绝望的目光中 一家人拿着钱匆匆地离去 画面消失 他再度地看向挡在自己身前刘烨 盖头下 被缝着的双眼 留下两条血泪 刘烨丝毫不知道小倩的情感 他拿出自己的猎枪 对准王管家 王管家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似乎恢复了一些理智 看到刘烨手里的猎枪 脸上露出嘲讽的表情 刘烨也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猎枪 感觉有些一般 于是又在包袱里掏了掏 然后掏出了 五二式步兵炮 鬼物 五二式步兵炮 类型 武器 品质 幽魂 特效一 射出的炮弹 可以极大的破坏周围的建筑物 特效二 子弹的威力 根据使用者的力量属性确定 装备条件 力量大于二十 备注 开炮 王管家 其他人 你刚才那个猎枪还好一点 这个五二式步兵炮 多少有些过分啊 只是王管家却感觉 现在自己的状态非常好 就算是大炮又怎么样 于是他自信地 摆出一个健美的姿势 蔑视地看向刘烨 刘烨这边 也点燃了影线 就看到影线烧到头 炮弹并没有发发射 王管家嘲笑得意味更加浓郁了 他就说 不能弄出一个大炮出来吗 那样多少有点犯规 还没想完 就看到炮口开始凝聚一团能量 众人 这尼玛 是五二式步兵炮 这他们是天机武器吧 哄 一道能量柱喷射出 打在王管家的身上 在他凄惨的叫声中 身形瞬间变成了渣子 带着整个院子 都轰出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众人 刘烨睁开眼睛 看到眼前的星星不见了 顿时高兴起来 我是不是赢了 嗯嗯嗯 众人连忙点头 刘烨高兴地拍了拍手 他好了 不过 随后看到周围一片狼藉 脸色顿时一僵 立刻来到司机旁边 哥 这不会让我赔钱吧 不 不会 刘烨一脸放松 不过随即 他抱歉地看向小倩 抱歉啊 妹子 把你的婚礼弄得一团糟 不过这一家人也属世不值得嫁 贼寇不说 男的还家暴 这样 改名 你来城里 哥哥 我给你找一个好的 小倩微微地点头 这个时候 刘烨等人的身上开始消散 最后的黑手已经被消灭 婚礼也举行不下去了 他们的任务 自然是结束了 在刘烨等人消失掉以后 小倩来到王管家消失的原地 捡起一根绣花针 这是他最后一个记忆碎片 是在结婚之前被冯武感的那根银针 这根针融入进小倩的身体中以后 身上的气势暴涨 瞬间就超过了之前的王管家 刘 任务禅已完成 开始进行结算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任务目标一 存活至婚宴结束 已完成 任务目标二 婚礼结束后 持有一枚空缠预配 已完成 任务奖励一 获得积分零 任务奖励二 获得经验值零 任务奖励三 空缠个人表现 人家婚礼 让你变成了葬礼 基本上没有活着的 S家 获得额外奖励 绑定卡 鬼物 空缠 类型 预配 品质 幽魂 特效一 可以寄养一个鬼异 限继存 一 备注 某个倒霉弹 被自己的能力给坑了 物品 绑定卡 类型 辅助 品质 特效 可以绑定一个鬼异 和一个初始位置 当对方死亡时 自动回到初始位置重生 丁 检测到刘烨已具有一个鬼异 开始进行绑定 丁 绑定成功 当刘烨回过神来的时候 和司机已经回到了房间当中 哎呀 不得不说 这大城市就是好啊 还让人玩游戏 刘烨笑着说道 司机瞥了 他也没有说话 这小子在他的心中 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了 他觉得 还是让刘烨就这么误会下去为好 他没想到 刘烨也会被选中 参加鬼异事件 要是真的让他知道了 鬼异和人类的区别 那么他们诡异可就惨了 司机赶紧出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 防止他们说漏嘴 而刘烨则是休息了一阵以后 精神饱满地走出了门 任务世界过了两天 现实当中 也只是过了两个小时而已 刘烨从包袱里 拿出某位倒霉之主做的红烧肉 没错 这些东西都被他带回来了 要知道 作息最重要的 就是手要快 还有别忘了带塑料袋 你要是下手慢点 你连菜汤都喝不到 他拿着这些东西 打算跟公寓里的所有人打个招呼 毕竟贵蛙哥说过 远亲不如近邻 以后有什么事 还要麻烦这些邻居的吗 他这边刚出门 就看到旁边的房门打开 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 他见到刘烨以后 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小伙子 你是新班来的吧 是啊 老婆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您的邻居了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刘烨很有礼貌地说道 好说 好说 老婆婆看着刘烨 眼中露出一丝红光 后腰部分 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 在刘烨看不到的地方 疯狂摆动 叮 触发随机任务 任务 属母 任务目标 再属老地追杀 让他多活一点时间吧 任务奖励 1比0积分 任务奖励 2比0经验值 任务奖励3 幽魂品质 随机物品 星号1 小伙子 我有件事情 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您说吧 刘烨心想 这不巧了吗 正好可以跟邻居 打好关系 银鬼这个时候 也从房间里出来 听见老人的话以后 疯狂地 再给老人打手势 鼠婆看银鬼那样 心里冷哼一声 看来这小子 是被银鬼给盯上了 不过那又怎么样 仙道仙德 他知道 银鬼想要杀人 是有时间期限的 所以 他又有充足的时间 想到这 他对刘烨说道 小伙子 我屋里的灯泡坏了 你能帮我换一下吗 当然可以 刘烨答应道 说着 就跟鼠婆进入了屋子 银鬼都无语了 你说你没事做什么死啊 他估摸着要出事 于是赶紧下楼 去找司机和楼长 而另一边 刘烨跟着鼠婆 进入到屋子内 迎面就看见一个灵堂 灵堂上摆放着腐烂的水果 正中间放着一个 黑白色的遗照 那遗照上的不是别人 正是旁边的鼠婆 刘烨看到照片以后 面色瞬间大变 婆 婆婆 这照片 这照片怎么了 鼠婆慢悠悠地说道 在刘烨的身后 老婆婆的脸上 瞬间长满了黑色的绒毛 这照片 这照片 鼠婆的手变成了锋利的爪子 缓缓地朝着刘烨的脖子上伸去 这只照片属实拍的一般 鼠婆 她的动作瞬间停住了 就看刘烨 几步走了过去 拿起照片 扎了扎嘴 婆婆 你这照片在哪拍的呀 看给您拍的 太丑了 我的天啊 您脾气是真好啊 还拿相框给表起来 这要是割我呀 我能把他尸打出来 鼠婆 怎么感觉这孩子有点飙呢 我这么大的一照 你看不出来啊 你知道我这照片是什么吗 鼠婆不确定地问道 知道 怎么不知道呢 纪念照吗 我太老每年都拍一会 鼠婆 每年拍一会 你这太母 是正经太母吗 而此时 刘烨的脸上露出怀念的神色 说来 他也很长时间 没有看到太母了 还记得当年 太老看他的时候 他亲手给太老做的饭 那是他做的第一顿饭 当时太老吃完 都感动地哭了 说什么要命了 对 好吃的要命了 他当时特别激动 他当时就决定 长大了以后 要成为一个厨师 以后天天做饭给太老吃 但遗憾的是 子欲养儿亲不带 也就是吃完饭那一天 太老他就走了 他记得清楚的 太母人可好了 当时村子里人哭得可伤心了 身体都臭臭了 他们当时怕哭泣的模样 吓到自己 硬是集体失踪了一个多月 刘烨双眼流出泪水 他想太母了 鼠老看刘烨哭了 心里冷笑 原来这小子是装的 还以为他真的不害怕呢 想到这 他身上的阴气分散开 接着就看到一只只老鼠 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 吱吱吱吱 无数的老鼠密密麻麻地过来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他现在非常期待 看到刘烨的表情 却看刘烨 突然听到了滋滋声音 转头一看 就发现无数的老鼠 站在家具上 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看着他 我去 刘烨一声惊叫 鼠老大喜 他害怕了 自己可以开动了 他刚要行动 就见刘烨兴奋地说道 婆婆 你家有这么多田鼠呢 这可是好东西啊 那个婆婆啊 今天我就给你露一首 给你做一道明北的明菜 三只 三只 鼠老还真没听过这个词 刘烨见鼠老 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只 连忙解释道 所谓的三只啊 也叫做三叫鼠 就是用烧红的铁头筷子 夹住活老鼠 它会这儿的叫一声 然后再沾上调味料 又会这儿一声 然后把小老鼠放入口中时 最终这儿一声 所以叫做三只儿 哎 婆婆你多做什么 鼠老惊恐地看着刘烨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恶毒残忍之人 他决定了 一定要弄死他 一定要弄死他 他吹了一个口哨 所有的老鼠 瞬间像是军队一般 朝着刘烨扑去 但却看刘烨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喷壶 轻轻地在空气中一喷 所有的老鼠都尖叫着倒在地上 婆婆 这可是我老家带来的好药 只是这么一喷 所有的老鼠立刻失去行动能力 鼠老捂着自己的脖子 在刘烨身后颤抖地伸着手 哎 要说乡下啊 不像是你们城里 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我小时候啊 有点肉就跟过年一样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鼠老已经倒在沙发上 嘴不停的张合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呀 但就看刘烨仍旧在哪壁壁 在我们乡下 田鼠也算是比较不错的肉了 当时也没有这条件 有时候啊 我们就用木棍 从它屁股后面刺入 嘴里出来 然后放在火中烤 当烤到外皮焦黑的时候 那就好了 再撒点咸盐蜂蜜啥的 一口下去 那嚼一个美 婆婆 刘烨一回头 发现鼠老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哎呀 要不说老年人绝多呢 不过这婆婆心也真大 我一个外人在屋里 都敢睡觉 这要是遇到坏人怎么找 刘烨摇摇头 他在房间里 也没看到什么被子 知道鼠母生活也挺辛苦的 于是 他从包袱里 拿出一个薄被 盖到了鼠老的身上 哄 薄被碰到身体的那一瞬间 鼠老就感觉身体 被大山压住了一般 身上的骨头都碎裂了 一口鲜血吐出 他瞬间就露出原形 那赫然是一只大耗子 他想要张嘴向刘烨求饶 但是刘烨却是拿着地上的耗子 进入到了厨房 他颤抖地伸出手 最后绝望地落下 任务鼠母已完成 开始进行结算 任务奖励一 获得积分零 任务奖励二 获得经验值零 任务奖励三 目的 幽魂 个人表现 他最终没有挺住太长时间 个人表现 S家 获得额外奖励 称号 灭鬼者 过了一会儿 引鬼三人匆匆地来到鼠母的房间 刚一开门 就看到刘烨端着锅从厨房出来 哎呀 来得正好 一起吃点 三诡异 你又干了什么呀 司机绝望地喊道 不是 这回我真没干什么 我就替婆婆换个灯泡 我还给婆婆做了饭呢 是吧 大娘 哎 大娘呢 三诡异看向刘烨手里的锅 忍不住一哆嗦 不会给鼠老顿了吧 毕竟这小王八蛋 有前科呀 刘烨拿起被子 看向沙发 就看沙发上出现一堆灰烬 三诡异看到这一幕 瞬间就知道 鼠老没了 不是 婆婆家这也太埋态了 也不打扫一下 刘烨直接把灰扫到垃圾桶里 司机反应过来 刚想要拦一下 就看到刘烨把灰随着厕所冲了下去 三诡异 真就尸骨无存呗 刘烨坐在沙发上 对着三诡异说道 一起吃点吧 婆婆估计是买灯泡去了 一会儿应该就能回来 三诡异 婆婆是回不来了 对了 你做的啥呀 味道还挺香 司机抽了抽鼻子问道 刘烨打开锅盖 兴奋地说道 三枝 三诡异 傍晚 三个诡异聚在一起 嘴里叼着烟 唉 三诡异整齐地叹口气 然后一脸愁苦地看着桌子中心 那里是鼠老的遗诏 你说你没事老是待着得了呗 你咬他干啥呀 这回好 一向真就用上了 司机点了三根烟 给鼠老插上 鼠老死得惨啊 我都想象不到 他临死前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 饮鬼身体都有些颤抖 罗长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估计我们耗不过那小子 不要急 我已经有了办法 大爷抽着烟 眼睛深邃起来 哦 什么办法 司机和鬼异 兴奋地凑了过来 既然我们想不住他 那么就找人想他 又找人啊 这样会不会不太地道啊 司机有些不放心地说道 毕竟他已经坑了两个 大爷和淫鬼悠悠地看向他 司机立刻低下头 快速地抽烟 哼 你放心 这回这个肯定能想得住他 大爷冷哼一声 然后拿起电话 快速拨出了一串号码 变化多了几声 随后被接了起来 接着 在司机和淫鬼期待的目光中 大爷缓缓地说道 喂 是警察吗 我要报警 卧槽 司机和鬼异瞬间倒下 半个小时以后 刘烟郁闷地看着老爷子等鬼异 司机等鬼异也郁闷地看着他 没办法 这小子手里有着合同 警察过来也只是调解了一番 根本撵不走他 大爷 我觉得我们相处得挺欢乐的 为什么要报警啊 你的欢乐 都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啊 三鬼异在心里默默道 小伙子 咱就是说 你要怎么才能走 大爷也不扯那些弯弯绕绕 干脆直说了 大爷 我知道我脸皮厚了一点 但是我真没办法啊 我刚出村里出来 好不容易找到个落脚的地方 你等我找到工作 赚了点钱 我就搬走 三毛诡异一听这个 立刻大喜啊 原来是要钱啊 你早说啊 这都死了这么些年了 谁还没有个有钱的后代啊 行 你要多少 我给孙子托个梦 大爷拍着胸脱表示道 大爷 心意我领了 但是我不能白要您钱啊 我要凭借着 我勤劳的双手 自己赠来美好的未来 三鬼异 你未来是美好了 我们的未来可就要美好了 这世界上的人 怎么还有这么周的呢 你说我白给你钱不行吗 你直接拿钱 就走了得了呗 但是刘烨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小贵娃哥就教育他 要做个正直的人 嗯 贵娃他们也没办法 就刘烨这杀伤力 要是真给弄歪了 他们可就更别想好了 所以为了安全着想 那是怎么好给他怎么来啊 午夜 三鬼异又聚在一起 郁闷地抽着烟 哎 三鬼异整齐地叹了口气 现在怎么办 司机问道 要不我们雇佣杀手给他杀死 银鬼忍不住说道 却看司机和大爷 像是看智障一样看着他 先不说那小子的武力 什么人类能杀死他 就说 要是真有人能这么做 我们都得拦着 大爷抽着烟 郁闷地说道 为什么 银鬼不解地问道 因为他要是死在我们 诡异的手里 那就算了 但是要死在人类手里 那必然变成诡异 以那小子的邪性 真的变成诡异 你想想的后果 司机解释道 银鬼一想到那样的场景 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没错 那小子只能是自然死亡 或者死在诡异手里 万万不可死在人类手上 说到这 大爷似乎相当了什么 眼睛一亮 你这还真是提醒我了 我又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两个诡异兴顺地凑过去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你们带他去闻个睁眼关公 让他走辈子压死他 司机 银鬼 楼掌 你这个不太科学啊 司机忍不住说道 大爷悠悠地看着他 那怎么的 我们就很科学呗 司机想想也是啊 再说了 反正也没办法 死马当活马医呗 于是第二天 司机就带着刘烨 来到了一处纹身馆 大哥 为什么要带我来纹身啊 这纹身不太好吧 刘烨忍不住说道 哎 这话说的 你一个人出来闯荡社会 一没背景 二没钱 没有点额外的手段 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到时候真有人找你是 你就把衣服一脱 你左青龙 右白虎 老牛在胸口 一看就知道 你不是好惹的 吓也吓死他 司机说道 刘烨觉得 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啊 于是 两人进到纹身馆 欢迎光临 一个浑身 全是纹身的男人 走了出来 司机先看了一眼 发现对方身上 耳朵纹身 都相当的不错 那样事 就跟真的一样 他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一把说道 我们要闻点特殊的图案 不知道你能不能闻 当然可以 不是我吹 就没有我皮特 成文不好的图案 纹身男自傲地说道 说吧 你们要闻什么 先来个九龙拉关 出去 工作台上 刘烨躺在上面 旁边的纹身师 再度确认道 你真的确定 没错 你就闻吧 先闻睁眼关公 然后再来个九龙拉关 每条笼上 再来个哪吒闹海 左手一个齐天大圣 大闹天宫 右手一个文重 开天眼 司机激动地喊道 纹身师 你这要纹身吗 你这是要封啥 不过没办法 人家要纹 他也不会把生意往外推 毕竟按照他这么整 那这是一个大活啊 于是 纹身师拿出自己 珍藏多年的染料 开始给刘烨纹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人的手艺是真的不错 纹身那是又快又好 只是一天的功夫 就把睁眼关公给纹好了 纹好以后 两人约定 明天再继续给刘烨纹 兄弟 你有什么感觉 司机期待地看着刘烨 嗯 有点疼 刘烨老实地说道 爷 有效果 司机激动地挥舞了一套王八拳 刘烨不解地看着司机 不明白他这么激动干什么 刚闻完是有点疼 但是现在感觉 还挺舒服 回到家以后 司机对着大爷和银鬼 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两鬼一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有效果呀 既然有效果 那么再忍他几天 又何妨 当天晚上 他们聚在地下室庆祝一番 只是这个时候 在公寓的门外 来了几个不速之客 就是这里 小帅看着公寓 之前在诡异世界任务中 他给王管家注射完药剂 以后就跑了 所以并不知道 后面发生了什么 但他知道 那几个人完成了任务 虽然不知道他们怎么完成的 但是既然知道了刘烨的信息 那他不可能不趁机 把握住这个机会 毕竟那小子看起来还挺强的 所以他特意带来了组织里的精英 一共有三人 按照十二生孝来命名 分别卯兔 银虎 骇猪 空哥 就一个人 还让我们四个人来啊 太看得起他吧 银虎不满地说道 别小瞧那家伙 那家伙有点本事 想着刘烨在任务世界中的表现 他可不敢小瞧刘烨 好了好了 快带你结束吧 我晚上还要跟朋友出去玩呢 卯兔手里拿着游戏机 嘴里嚼着口香糖 吐出一个大大的泡泡 卯兔 晚上等我玩去呗 跟那群小毛孩子 玩有啥意思啊 骇猪色眯眯地上下 打量着卯兔的身体 不得不说 卯兔十分地漂亮 修长的身材 上身穿着小吊带 下半身穿着条热辣牛仔短裤 衬托着大长腿 怎么看怎么惹眼 相反 骇猪的形象就不怎么好了 身材胖胖的 一看过去 少说有三百多斤 脑袋顶上 更是没有几根毛 最重要的是了 神情十分地猥琐 看上去分外让人恶心 滚 卯兔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把头转到一边 骇猪被骂 也不在意 反而是笑眯眯地 摸了摸嘴巴 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行动 公寓里的人能杀都杀了 别留下什么线索 知道了 卯兔不耐烦地说道 说着 几人四散开来 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公寓 他们刚一进公寓 就被大爷发现了 大爷见几人进来 顿时一阵惊奇 看着司机问道 你点外卖了 没有啊 那怎么有人进来呢 大爷拿出平板一看 进来的几人 似乎都是朝着刘烨的房间去的 这几个家伙的目标 很显然是刘烨 这小子 看来是惹祸了呀 真是的 还得让我们给他擦屁股 银鬼无语地说道 也没关系 刚好可以开开婚 大爷笑着张开嘴 里面全是猙獰的牙齿 银虎进入到公寓以后 就感觉不对 因为整栋公寓也就四层 从外面看 这公寓的体积也不大 只是他走了半天了 也没发现楼梯 不对 银虎立刻惊出一身汗 他也是诡异世界的玩家 他马上就知道了 这是遭遇诡异了 可恶 点子真呗 银虎按骂了一声 随后掏出一张符传 这张符是破障符 专门用来破除眼障的 是组织里 倒是制作的鬼物 他把符传往墙壁上一贴 周围的景象 瞬间开始扭曲起来 片刻恢复成了原状 呼 看来等级并不太高 银虎看到门就在自己的不远处 立刻松了一口气 他并不打算继续执行任务 毕竟之前 小帅可没有说这里有诡异 跟任务相比 还是自己的小命比较重要 想到这 他立刻向着门口跑去 很快 他就来到门口 眼看就要出去的瞬间 却看公寓的前门 赫然变成一只大口 猛然闭合 银虎的身体 连带着一条手臂 被断成了两截 啊 银虎趴在地上 痛苦地惨叫着 他惊恐地看向身后 这 这不可能 这样等级的诡异 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银虎鼻涕眼泪横流 怎么也不敢相信的眼前的一切 身体的痛楚 让他的神志格外清醒 他立刻拿出一管药剂 注入身体当中 咔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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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脆的拐杖声在耳边响起 银虎竭力看去 发现是一个老头正在向着他走来 他知道 对方就是这栋房子的诡异 而以对方的等级 肯定有自我意识的 所以他连忙说道 等 等一下 这位诡异大人 我是光明慧的下属 我们 我们跟许多诡异大人 有合作关系 您 您饶我们一命吧 我们一定 一定会给您 准备很多 很多祭品的 原来是光明慧的人啊 大爷来到银虎的身前 银虎一听 对方知道光明慧 立刻大喜啊 也许是药剂发挥了效果 他说话都流畅了许多 没错 我是光明慧的 大人 只要您绕了我 您要多少谢时 都可以 扑吃 啊 大爷一拐杖 捅入银虎的伤口位置 痛得他浑身都颤抖起来 我说 到底是那个白痴 给你们的错觉 竟然自以为 你们跟我们是合作关系 说着 大爷露出了鬼像 身上的鬼气暴涨 等 等一下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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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二楼的走廊 某个窗户下面 毛兔浑身颤抖地蹲在窗台下面 两眼流着泪水 双手捂着嘴 不敢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他不是胆小的人 他也是诡异世界的玩家 甚至等级也跟小帅一样 是等级四 要不然 也不会加入十二生效忠 他在一般的诡异世界中 不说是游刃有余 但也可以说 保命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回不一样 下面的那只诡异很显然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这跟他遭遇过的诡异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他们组织把诡异分为七级 从F到S一共七级 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探测器 而就在刚才探测器上面的数字赫然是A 他身上是有些保命用的鬼物 但是这些鬼物对下面的那个诡异完全没有作用 顶多就能坚持三秒 怎么办 怎么办 他现在连动都不敢动 生怕触怒了对方 下面的银虎已经被啃食殆尽了 大爷重新回到了公寓内 卯兔小心翼翼地探头看去 看到下面没人了 想要从二楼跳下去 这点高度对他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他迅速地站了起来 但是就在这个瞬间 他的身体猛然一僵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被盯上了 完了 卯兔心中一紧 随后僵硬地回过头 就看到一只浑身漆黑的影子站在前面 B B急 探测器上的数字让卯兔浑身发凉 竟然又是一只高等级诡异 这怎么可能 高等级诡异 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而就在他一愣声的功夫 他突然发现那道黑影竟然离他近了 不好 他瞬间拿出一枚手掌大小的钉子 向着银鬼扔去 钉子插进银鬼的身体 瞬间让银鬼的身体行动不得 而卯兔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向外跳去 一个起落以后 就快速地驾驶着停留在路边的机车 向着他们的基地驶去 只要到了他们的基地 他就安全了 一个小时以后 他成功地进到了基地 看到基地的大门 他知道自己安全了 他松了一口气 快速地进去 卯兔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你不是去约会去了吗 进入基地以后 来到走廊 一个相熟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打趣地问道 别说了 赶紧向上面汇报 我在市里遇到了两只高级的诡异 高级诡异 详细说说 工作人员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问道 其中一个是一个老人 等级是A 另一个是一个浑身漆黑的诡异 我看不清他的样貌 但等级也有B 卯兔心有余悸地说道 只是这个时候 他的耳边突然悠悠地传来 浑身漆黑 是像我这样吗 卯兔猛地回头 赫然看见 刚才那个工作人员 已经变得浑身漆黑 而周围的墙壁开始碎裂 一块又一块的墙皮碎裂开来 很快就变成了公寓中的那个走廊 不 卯兔弥喃着 银鬼张开大嘴 整整有他身体那么大 瞬间把他给笼罩住 咔嚓 公寓四楼 小帅站在404房间的门外 他有些奇怪 那几个家伙 为什么还没有过来 他给他们几人发了短信 短信那边回到 这边有几个难缠的家伙 稍等一下 银狐 嘻嘻 我还要玩一下 马上就过去 老拓 至于害猪 则是并没有发消息 小帅皱起了眉头 这几个人虽说是他的手下 但是实力跟他差不多 所以也并不太服他 他也不好强制命令他们 毕竟他还要跟另外几个队长竞争 妈的 小帅决定 先不管那么多 先用技能绣了绣房间 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危险 于是拿出铁丝打开房门 然后偷偷地进去 玫瑰公寓的房间面积都不大 差不多有60坪左右 并且 因为刘液跟银鬼合租的关系 所以把大厅也改造成了房间 刘液就居住在大厅 此时正香甜地入睡 丝毫没有察觉到 有人进来 小帅手里拿着一管真剂 悄悄地向着刘液走去 这是他们组织中制作的药剂 只要注射进去就能够控制住对方 啪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似乎是珠子掉落在了地上 吓得小帅一下子蹲在地上 警惕地看着刘液 但却看刘液仍旧在香甜地睡着 巧合吗 小帅慢慢地来到刘液的身边 看着入睡的刘液手里的针管猛地向下扎去 但就在这瞬间 就看到刘液盖着的被子竟然自己飞起 像是绳子一样卷住他的手臂 什么 小帅大吃一惊 随后快速地从背包中掏出一面镜子 鬼物 鬼镜 类型 镜子 品质 幽魂 特效 可以把诡异封印镜镜子当中复苏 95% 被注 你过来啊 小帅拿起镜子照射住被子 就看到被子瞬间被吸入到了镜子当中 咔嚓 镜子上面又出现一道裂痕 同时上面布满了一道道血手印 似乎下一秒就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了 小帅叹息一声 随后把镜子收起来 所有的鬼物都有复苏的危险 他的镜子非常好用 但是已经快要到了复苏的临界点了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压制 只要给予鬼物足够的血食 就可以降低鬼物的复苏程度 至于所谓的血食 则是一个个活人 毕竟一般的动物 对于诡异来说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只有人类 才是诡异最完美的食物 只是这样的方式 却有一个缺点 每次血迹以后 鬼物所需要的血食就越多 像是他的这个镜子 在想要降低复苏程度 至少需要两百人 在现在的社会 可不是个小数目 小帅在解决完被单以后 继续想留夜走去 他已经料到 对方会有鬼物防身了 不过不要紧 对方就一个人 他这边有四个 对方肯定拼不过他们 这么想着 他再度举起手 却见这时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别动哦 小帅心中一惊 他此时才发现在自己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手里拿着匕首 放在他的脖子上 诱饵吗 小帅突然醒悟 难怪留夜会这么干脆地 把自己的信息暴露出来 原来这很可能是留夜 布下的陷阱 专门用来引诱他们过来的 太阴险了 就算是他们 也没有想到过 把这样的事情反着利用 专门吊人 毕竟这样的事情 对于诱饵来说 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看着仍旧在睡觉的留夜 很显然 那应该就是个替身 真的估计在暗处嘲讽他 进入了陷阱 想到这 他心里尤为恼火 他一向自诩为现代卧龙 没想到 竟然中了别人的寂寞 这让他感到一阵丢脸 想到这 他一咬牙 脖子朝着司机的匕首上一抹 一道鲜血喷出 司机有些惊讶 没想到对方 竟然如此地刚烈 被挟持了 竟然直接自杀 但下一秒 就看到小帅的尸体 变成了一个稻草人 鬼物 替身稻草人 类型 辅助 品质 凶鬼 特效 可以帮助持有者 免疫一次必死的攻击 在免疫成功以后 鬼物复苏 备注 我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 小帅的身影出现在前面 然后他迅速地拿出镜子 躲了进去 他的鬼镜在基地中放置着碎片 可以从这边进去 从另一边出去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依仗 不过 鬼镜分得越岁 鬼镜的复苏程度就越高 在任务世界还好 在现实世界 这样长距离的传送 会大大的加剧鬼物的复苏 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此时 在司机面前 鬼镜和替身稻草人 两只鬼异 同时复苏 就看到在房间中 突兀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稻草人 身体上面站立着几只乌鸦 这几只乌鸦 眼睛死死地盯着床上的流液 而鬼镜中 则是出来了一个白衣女鬼 同样盯上了流液 毕竟司机也是诡异 肯定没有流液 这样的人类吸引他们 只是 就在他们盯上流液的瞬间 流液突然翻了一个身 趴在了床上 由于是夏天 流液是光着膀子 背后闻着的官二爷 瞬间露了出来 就看到官二爷的丹凤眼 瞬间冒出一阵金光 随后竟然从流液的身上爬了出来 只见二爷的身上白光大圣 睁开的丹凤眼中 冒着浓浓的杀气 手中的青龙眼月刀 挥舞而起 一个手起刀落 一道冲天的刀气飞出 女鬼和稻草人 瞬间被切成了两半 银鬼和大爷刚到门口 就看到一道墨盘大小的刀气 破门而出 两鬼一妈呀一声 整齐地跪下 刀气贴着他们的头皮 飞了出去 碰 碰 稻草人和女鬼两只鬼异 甚至连惨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就这么消失在了天地间 司机三个鬼异跪在地上 那是吓得瑟瑟发抖啊 他们能够感觉出来 眼前的鬼异 是天刻他们的存在 杀他们犹如杀鸡一般的简单 二爷闭腻地看向了司机 司机立刻慌了起来 赶紧说道 二爷 我跟刘兄弟那是 那是桃园结义的关系啊 我们一起扛过枪 一起嫖过 呃 总之要比亲兄弟还亲啊 而且 而且 刚好刘业兄弟姓刘 我姓关 然后指着银鬼 这个黑探 姓张 二爷 我们可能就是你们的后代啊 他这边刚说完 银鬼有些奇怪地说道 你们不是姓吕不得吕吗 啥时候改姓关啊 司机 他瞥了银鬼一眼 说道 怎么的 三爹 你是眼缠二哥的位置 已久 想上位了是咋地 不是 我是想说 你们下国的事情 我一个外国人就不参与了 说着 他看向二爷 二爷 我是外国的 别看我这样 我只是长得比较黑 那个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家里那边还等我拉香蕉呢 你是个屁外国人啊 二爷 砍死这个吃里爬外的 二爷看着打在一起的两人 冷哼一声 又看向了大爷 大爷一愣 随后赶紧捋了捋胡子 二爷 我皇忠后代啊 二爷满头黑线地 看着眼前这三货 最后转头 回到了刘烨的身上 就看到原本睁着的眼睛 此事已经闭上了 三鬼一见状 顿时松了一口气 片刻之后 三人聚在地下 试抽着烟 重新开着会 哎 三人叹了口气 那个胖子呢 大爷问道 在我那呢 我有点用处 司机说道 大爷点点头 没有多问 不过楼掌 你这主意出的也推辞了 幸好今天就闻了个关羽 这要是闻了个齐天大圣 三鬼一想到那画面 就一阵不寒而栗 那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银鬼郁闷道 他的能力倒是小事 关键是 再被刘烨这么吓下去 他们的小心脏受不了啊 这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不要剑 我有办法 大爷眼睛眯起来 你又有什么搜主意 司机无语地说道 这货的办法 就没有成功过 怎么是搜主意 这次的主意 肯定好使 大爷不愤地说道 什么啊 给他找个工作 司机两鬼一一棱 随后兴奋了起来 对啊 这货从村里出来 不就是想要挣钱吗 既然他要靠自己的努力挣钱 那么我们 给他找个工作 不就完了吗 对 最好给他找个包吃住的 银鬼激动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那给他找个什么工作 司机问道 三鬼一一下子陷入了沉默 几分钟以后 三鬼一抽着烟 大爷拿着平板下了一个酒吧同城 司机则是看着赶旅网 银鬼查着报纸 你们说 这个厨师怎么样 银鬼拿着一份报纸过来说道 拉倒吧 他没有厨师证 而且 人家要的是大学本科学历 大爷说道 不是 厨师也要本科学历 银鬼震惊地说道 啊 还要银与司机呢 银鬼 那这个送外卖怎么样 要求不高 而且勤快点的话 挣的也多 司机拿着手机说道 他不会骑电动车 也不会用电子手机 最要紧的是 不包吃住 大爷郁闷地说道 三鬼一 一下子陷入了沉默当中 三鬼一找了一宿 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 帮刘烈找到了个工作 哎 好好好 兄弟 实在是太感谢了啊 我今天早上 就把人送过去 司机放下手机 对着大爷和银鬼 摆出OK的手势 我朋友开的公司 给一个小明星当助理 包吃住 一个月三千块钱 还给五险一斤呢 大爷和银鬼 不是 你那朋友 不也是诡异吗 你这么坑人家好吗 怎么叫坑呢 又不是刘烈直接对我那朋友 他的顶头上司 是那个小明星 坑也坑他 司机说道 不是 那给明星当助理 他能行吗 银鬼有些不放心 怎么不行啊 也不用他干多 复杂的事情 就打打下手呗 最关键的是 他得跟明星 走南闯北的 不用回来住 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还真是不错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明天刘小子 问文身的事情怎么办 大爷问道 司机想了想 然后脑袋上 出现了一个灯泡 第二天一早 刘烈呆呆地 看着文身垫上 两张大大的封条 这怎么给封了呢 嗨嗨 吴正经营 还给未成年文身 消防不过关 所以被封了 司机有些心虚地说道 那是该封 刘烈虽然惋惜对方的手艺 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还是知道好赖的 不说这个了 那个兄弟啊 我看你来城里几天了 也没事干 我就给你找了个工作 你看看这条件 真的啊 太谢谢你了大哥 刘烈一下子激动起来 他狠狠地抱住司机 他就说嘛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看看 大哥又给他找住的地方 又给他找工作 简直比亲大哥还亲啊 他决定了 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大哥 司机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打了个寒战 刘烈看了眼条件 那简直是惊喜啊 这条件也太好了 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司机见刘烈答应了 于是立刻带他去朋友的那家公司 王牌娱乐公司 是娱乐圈一个相当有名的公司 旗下有好多全国知名的明星 比如菜鸡 平凡等等 他们一个个火爆娱乐圈 平时在新闻中开着豪车住着豪宅 平时周围都是俊男靓女 让许多人都是十分的羡慕 也都想着 拼命地挤入这个圈子 每年加入王牌娱乐的少男少女 不计其数 近年来更是越加疯狂 要不是刘烈的外在条件属实一般 司机也想让他当明星 毕竟这玩意来钱快 到了 两人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 还没进门 就看到里面冲出来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女生 随后就听到里面的咆哮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不是说了吗 把他给我换了 你看那长相 跟个猪一样 看得我都恶心 富阳 小丽他从你出道就跟着你 安前马后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就这么把人给换了 你让他以后怎么工作啊 里面一个女生无奈地说道 我管他怎么工作 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了 你必须给我换一个漂亮的 要不然今天的活动我就不去了 哒哒哒 工作人员敲了敲门 然后直接推门进来 刘烨走了进去 看到的是一个长相十分帅气的青年 只是此时 这帅气的脸却充满了扭曲 他叼着一根烟 弄得办公室乌烟瘴气的 这人正是刘烨此次的工作目标 富阳 在他旁边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 是他的经纪人 他此时坐在沙发上削着苹果 五姐 这是公司新派己福哥的助理 小刘 富阳听到这话抬头一看 见到刘烨以后 直接拿起桌子上的烟灰缸 砸到了地上 公司什么意思啊 瞧不起我是不是 我说了我要漂亮的 这给我一个什么呀 富哥 这是董事长决定的 你跟我说也没有办法 工作人员一脸欠一道 一听是董事长吩咐的 富阳立刻没有脾气了 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抽着烟 经纪人一听 是董事长送过来的人 立刻笑容满面地过来 随手放下手中的刀过去 小刘是吧 哎呀 快过来 刘烨懵懂地走了过去 他我不用说 你应该认识吧 经纪人笑着说道 不认识啊 刘烨摇了摇头 富阳 经纪人 司机 这真是的 不认识也没关系 以后就认识的 我们家杨阳开始很火的 电视上全都是他的电视剧 我不看电视 刘烨说道 经纪人 司机捂住脸 他有些不看好刘烨这份工作了 现在也就只能指望着 他能多干一些时间了 怎么也得挣点钱啊 司机在跟刘烨叮嘱了几句以后 转身就走了 他还有事情要办 回到公寓以后 司机来到地下室 此时 一个肥胖的男人 被绑在桌子上 看到司机进来以后 身体不住地挣扎 刘烨这边 经纪人因为有事就先走了 只剩下刘烨和富阳 两人在屋里待着 富阳看着土气十足的刘烨 心里一阵阵火气 公司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人 给自己当助理啊 这还不如之前那个呢 这股火不出他闹心啊 于是他眼珠子一转 对刘烨说道 你跟我来 说着 起身向外走去 刘烨跟在他后面 两人来到健身房 富阳扔给刘烨一对拳套 陪我打一场 刘烨听到这话 赶紧摆手道 不行啊 富哥 我力气很大的 富阳看着刘烨的身形 不屑地说道 老子跆拳到黑带 我怕你啊 还力气大 一会儿 我让你跪地下求我 来吧 富阳打了几拳 看架势 也是虎虎声威 来呀来呀 打我呀 你打我呀 你打呀 刘烨没办法 只能一拳出去 碰 这一拳正中富阳的脑袋 富阳整个人僵硬地倒在地上 刘烨 大哥 你别吓我啊 我这第一天上班 你别这样 大哥 我求你别死啊 刘烨跪在地上 抱着富阳焦急地大喊 休息室内 富阳睁开眼睛 他感觉脑袋晕晕乎乎的 并且疼得厉害 这个时候 刘烨从外面进来 手里拿着毛巾 见到富阳醒了 他顿时激动地说道 你醒了 真是太好了 你差点没吓死我 我这是怎么了 富阳感觉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 而刘烨一见到他这状态 立刻一喜 连忙说道 你刚才在外面突然晕倒了 是我把你背回来的 这话某种程度上说 也没什么毛病 只是删减了点东西 这样啊 富阳觉得 自己应该是滴血糖了 毕竟前几天玩的属实是有点疯 他拿起桌子上的戒指带上 然后让刘烨给他倒一杯水 然后晕晕乎乎地来到卫生间 想要洗一把脸 哗啦啦 富阳打开水龙头 接了一把水缸要往脸上拍 却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味 他疑惑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手里捧着的 赫然是一片血水 啊 富阳吓得一下子坐在地上 却看到镜子里的他 对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然后突然咬掉自己的手指 血液喷出 他伸出手 在镜子写出一个个血子 欢迎来到诡异世界 叮 新手任务开启 任务 遗忘任务目标 逃离死神的追捕 任务奖励一比二百积分 任务奖励二比三百经验值 任务奖励三 凶鬼品质随机物品 星号一 随机品质物品 或技能星号一 与此同时 刘烨的眼前也出现了光屏 同时 他耳边也传来了声音 叮 固定任务开启 任务 保护 任务目标 帮助富阳 赵泽 黄诗雅 吕继成 赵纳 谢宝国六人 逃离死亡的命运 任务奖励一比零积分 任务奖励二比零经验值 任务奖励三 凶鬼品质随机物品 没错 诡异世界被刘烨逼的 特意升级出了声音插件 专门针对不认识字的文盲 所以 这回不一样了 虽然他还是不太明白 这东西是什么 毕竟他连小说电视剧都没看几部 对于系统这样的东西 根本就没接触过 但是 他听明白了 这六个人要遭遇死亡威胁 这可是大事啊 于是 他立刻拿起沙发上富阳的手机 想要报警 只是拿起手机 他却发现一个问题 他认识这是个手机 但是他不会用 卫生间中 突然响起了富阳的惨叫 刘烨立刻踹门进去 发现富阳惊恐地坐在地上 裤子湿了一片 看到刘烨进来 立刻抓住刘烨 刘烨赶紧问道 你怎么了 呦 呦鬼啊 富阳喊道 刘烨 杨哥 咱别闹了好不好 宣扬封建迷信犯法的 谁宣扬封建迷信啊 那里那么大的几个字 你没看到啊 富阳怒道 刘烨看了一眼 然后点头道 看到了 但我不认识字啊 富阳 白痴啊 富阳推开刘烨 就往外走 他弯腰就要拿沙发上的衣服 但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突然吹过 富阳的脚下一滑 身体整个向前倒去 而此时 之前经纪人削水果的水果刀 放在了沙发上 恰好卡在了沙发缝中 尖端朝上 正好对着富阳的脖子 草 富阳根本来不及躲避 但这个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小心 随后一阵进风吹过 富阳只感觉胯骨一痛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咔嚓 刘烨拿起沙发上的尖刀 无语地说道 拿完刀不要随便放嘛 只要是出意外 就不好了 是吧 杨哥 恩杨哥 刘烨抬头一看 杨哥呢 再一瞅 发现窗户玻璃碎了一地 卧槽 刘烨赶紧来到窗户旁边 就看到富阳正趴在地上 杨哥 紧急消息 今天下午2点50分 王牌娱乐的明星富阳 从二楼跳下 根据知情人士报道 富阳疑似为情所困 玫瑰公寓 三鬼一叼着烟 呆呆地看着电视上的消息 不是 你一个小时前 才给他送过去吧 这才一个小时 就把人逼跳楼了 我们杀人 还给个平稳时间呢 这个工作 他应该干得久吧 大爷不放心地问道 司机 医院内 富阳缓缓地睁开眼睛 刚想要动弹 却感觉身体一阵剧痛 动也动不了 他抬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 被绷带绑得严严实实的 他感觉脑袋一阵阵发晕 感觉似乎忘记了什么 就在他想要声响的时候 一个声音从他旁边传来 杨哥 你醒了 刘烨拿着热水壶过来 富阳转过头 见到刘烨以后 心中一惊 立刻把那点不是抛到脑后 这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你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杨哥 你别误会啊 是我救的你啊 要不是我 你就被刀插死了 刘烨赶紧说道 那我可真是谢谢你啊 富阳咬牙切齿地说道 哎呀 不用谢 我是你助理吗 都是我应该做的 刘烨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真当我夸你啊 我清楚记得 是你把我踹下楼的 情况紧急吗 二十六床 这里 刘烨举起手 顺手把热水壶 往旁边一放 啊 刘烨转头一看 发现水壶 放在富阳手里了 哎呀呀 不好意思 一时失误 一时失误啊 刘烨赶紧把水壶拿走 富阳恶狠狠地瞪着他 滚 杨哥 我还得伺候你呢 刘烨说道 我用你伺候 滚 刘烨叹了口气 转身出去了 与此同时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正在咖啡厅里看着平板 他前面摆放着咖啡 他一边用手滑动着平板 一边不停地往咖啡里面放糖 他手里拿着平板 上面正是此次任务的几个人信息 约狼 一个细腻的声音 从他后面升起 就看到一只细长的脖子 缠住了他的身体 约翰无奈地放下咖啡 我不是说了 在外面不要现行吗 约狼你好冷漠呀 不过 我好喜欢张小姐嘻笑着伸出舌头 舔着约翰的脸颊 当初任务结束以后 他就被约翰带出来了 虽然对方是诡异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方也可以是自己的帮手 所以他并不介意被对方缠上 只不过这次的任务 却是让他感觉十分的怪异 他还是头一次接到 要保护人的固定任务 他估计 这次的任务应该并不简单 一旦这些人死了 应该会造成一定严重的后果 不过现在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刚好其中一个目标 是他的认识的人 所以他直接把那个人给约了出来 赵哥 今儿怎么有空约我出来啊 一个打扮青春靓丽的女子的 坐到了约翰前面 缠绕在约翰脖子上的张小姐 立刻面露凶相 王八蛋 卖骚的贱货 竟然敢勾引你 弄死他 约翰面无表情地 把张小姐按了下去 然后对着眼前的女人说道 闲话不多说 有人要杀你 我这次来是保护你的 杀我 扑迟 赵哥 你可真逗 想约我出去就直说 还用得着找这种借口 黄石牙好笑地说道 约翰没有说话 而是拿起咖啡 对着咖啡馆的电视指了一下 紧急消息 之前的报告又来了一遍 黄石牙一头雾水 他出事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傅阳 赵泽 黄石牙 吕继承 赵娜 谢宝国 一共六个人 相信你应该能想到什么吧 我查到前几天 你们似乎是出去了一趟 估计是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得罪了什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都会死 黄石牙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 毕竟无缘无故隐私 被人查了出来 谁的心情都不能好 但他还是不太相信到 我们是出去了一趟 但是我们只是出去玩而已 也没有得罪任何人 为什么要杀我 我可从来没有说杀你们的是人 简直是荒谬 不是人 还能是鬼 约翰举起咖啡 对他示意一下 恭喜你 答对了 气 赵哥 你要是想约我 随时可以 但是说的这些有的没的 我可就不奉陪了 对不起 我要去个卫生间 说着他站起来去向卫生间 你不拦着他点吗 现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呆着很危险的 张小姐的脑袋摩擦着约翰的脸 作为诡异 他可太知道诡异的手段了 拦着也没用 不亲眼见识一下 他是不会相信的 卫生间内 黄石牙照着镜子 只是不知道 是不是约翰说得吓人 他突然感觉有些别扭 自己似乎是忘了什么事情 咔嚓 镜子突然碎裂开来 吓了黄石牙一大跳 而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 镜子里的自己竟然在对着他笑 镜中的他拿出口红 在镜子上写道 欢迎来到诡异事件 叮 新手任务开启 任务 一望 任务目标 逃离死神的追捕 任务奖励 一比二百积分 任务奖励 二比三百经验值 任务奖励三 凶鬼品质 随机物品 星号一 随机品质物品 或技能星号一 看到这一幕 黄石牙整个就傻眼了 身体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随后他疯狂地跑出卫生间 看到约翰仍旧坐在那里 立刻跑了过去 中奖了 黄石牙此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疯狂地点头 约翰拿起早就准备好的一杯咖啡 不停地往里面加着糖 不要慌张 慌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冷静 你才能活下来 他把咖啡推到黄石牙面前 示意一下 黄石牙赶紧拿起咖啡喝了下去 一入口 一股令人不适的甜腻感冲斥着口腔 险些没让他吐出来 不过这倒是让他冷静了一点 我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去医院 找那个明星 约翰看着平板 上面除了那个明星以外 还有一个打扮十分老土的年轻人 当初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一眼就认出了刘烨 在知道这位大佬也参加以后 他才放心许多 有这位大佬在 完成任务是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要考虑一下 如何在大佬面前好好表现 两人结了账 就往处走 但是刚一出门 一股微风吹来 约翰身上的张小姐立刻喊道 小心 哼 就看到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 朝着他们两个撞了过来 好在那一瞬间 约翰身上的张小姐把两人拉到了一边 而那货车直接撞到了咖啡店里 随后爆炸开来 整个咖啡店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喂喂喂 这玩得有点大吧 太浪费了 张小姐看着店里面的情况 嘴角流下了口水 而约翰则是脸色十分的难看 他算是知道这个任务最危险的是什么了 如果诡异此次造成的危险都是这样的大场面 那么现实世界的各方面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到时候肯定会出现其他不可控的存在 快走 到车上给那几个人打电话 让他们去医院 约翰拉着瘫软在地上的黄尸雅 进入自己的车 然后飞速地向着医院驶去 与此同时 在医院的富阳则是无聊地看着电视 他此时已经冷静了许多 既然事情已经没办法改变 那么就只能承受了 只是让他感觉不是的是 他总感觉自己忘了什么 并且忘的东西对他来说 非常的重要 但是究竟忘了什么 他却是一点也想不起来 而就在他有些烦躁的时候 嘴边多了一个耕耻 谢谢 富阳下意识地喝了一口 随后感觉有些不对 转过头一看 就看到刘烨笑着在旁边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富阳崩溃道 我要保护你啊 再说了杨哥 我可是拿了钱的 我的工作 就是伺候好你啊 富阳憋着嘴烫回床上 刘烨又拿耕耻 递到富阳的嘴边 富阳不耐烦地推开 我不喝 对了 这是什么玩意啊 怎么一股怪味 刘烨一脸懵懂地说道 不知道啊 我看到在你床柜边上 就拿来给你吃啊 这个时候 又一个病人进来 四处看了看 挠了挠头 你们看没看见 我洗假牙的餐盒 刘烨 富阳 哦 啊 赵泽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刚才他做了一个 非常可怕的噩梦 他梦到自己遇到鬼了 而且最恐怖的是 对方还写着什么 欢迎来到恐怖世界 最为关键的是 梦中的情景 他记得一清二楚 甚至自己的每一个表情 都记得清楚的 最近玩得真有点过火了 他揉了揉脑袋 下意识地看向天花板 下一秒 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一股巨大的恐惧 充斥着他的身体 就只见 他安装在天花板的镜子上 赫然写着几个血字 欢迎来到鬼异世界 啊 赵泽一下子 从床上的跳了下来 披上一件衣服 就往外跑 经过茶几时 他没有注意到 放在茶几上的书 被吹翻了几页 他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进到电梯 疯狂地按动一楼按钮 电梯缓缓地关上门 显示屏上的数字开始下降 赵泽喘着粗气 他的体力并不差 但是一连串的惊慌 让他失去了分寸 此时在幽闭的环境下 更让他胸口有些发闷 他突然感觉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 这种感觉很怪 就仿佛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忆 在脑中被硬生生地挖走了 这甚至让他忘记了眼前的恐惧 努力地 在想自己到底 忘记了什么 但无论他怎么努力 却就是想不起来 哄 电梯突然停了一下 随后灯 一下子就灭掉了 只剩下应急开关在闪烁 赵泽一下子恐惧极了 他疯狂地敲打着电梯门 此时极度的恐惧 已经让他失去了理智 只是在这巨大的恐怖瞬间 他的脑中闪现出了一个画面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是就在这个瞬间 电梯门被打开了 一只手伸了进来 快 抓住我的手 说话的是一个女生 赵泽也顾不上其他的了 立刻抓住了对方的手 在那一瞬间 他只感觉胳膊上传来一股距离 他一下子被拉了上去 要知道 他可是有小二百多斤 上去以后 他惊恐地对对方说谢谢 没什么 只是刚好你是我的任务目标而已 对方的声音传来 赵泽抬头一看 眼前站着个肤白貌美的大美女 而这个女生 他也认识 似乎是叫做王子玄 是自己的邻居 当初看到对方的时候 他还想追求他呢 但是最后却被他无情地拒绝了 还被对方揍了一顿 在那之后 他就不敢招惹对方了 行了 去找下一个吧 王子玄站了起来 赵泽感觉对方心情有些不好 也没敢多问 老老实实地跟在对方后面 事实也的确如此 他的心情可以说是差到了极点 这个破任务麻烦不说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 就是不允许遮掩面容 身份泄露是肯定的了 像他这样的散人玩家 到时候 他只能投靠其他的势力 他们下了楼 在楼下停着辆车 王子玄仔细地检查了车子的情况以后 才进入到车里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赵泽问道 去找其他人 人多的话 活下来的几率更大一点 说着 他又看了赵泽一眼 冷冷地说道 系好安全带 赵泽立刻听话地 把安全带系上 王子玄一踩油门 向着城市中的医院驶去 他知道 其中一个是个明星 看对方的样子 似乎也是遭受了袭击 听说还活着 所以他们想要先去找他 毕竟以对方现在的状态 似乎不能移动 他可以很好地观察 这次任务的规律 他可没有妄想 这六个人都能活下来 能救下来一个就不错了 他平稳地驾驶着车 速度保持在六十脉左右 一点也不敢开快 他从今天的新闻上 已经看到了两起意外 他不觉得这是巧合 所以 尽管他很想跟其他人会合 但却也不敢开得太快 呼 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吹过 旁边突然驶来一辆货车 上面 运着大量的钢筋 一看就已经超过了 规定的载重 上面绑着的绳子 很是费力地捆着这些钢筋 但这一阵风吹来 似乎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绳子瞬间断裂开来 钢筋瞬间向着 四周飞去 而旁边 正是王子玄驾驶者的车辆 哄 几根钢筋 瞬间压在了车上 更有一根钢筋 直接穿过汽车 插入了赵泽的胸口 安全气囊弹开 巨大的力道 直接把王子玄撞晕了过去 却在这时 汽车的油箱竟然开始漏油了 并且恰好 旁边开过来的一辆车的车主 弹出一根烟头 哄 剧烈的爆炸腾空而起 直接把车炸得粉碎 啊 赵泽的猛然从床上起来 浑身都被汗尽湿了 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拿起旁边的矿泉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他一口气干完了一瓶水 才稍微平静了下来 之前那种被刚进刺穿的剧痛 以及烈火灼烧的感觉 仍旧历历在目 让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 做梦吗 赵泽呢喃着 但下一秒 他猛地抬起头 赫然看见在天花板上 写着的那行血字 欢迎来到诡异世界 这一切都是真的 赵泽捂着自己的脑袋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但在这个瞬间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那是一张张画面 似乎是他前几天出去玩时候的场面 他们在一个小岛上 喝着酒唱着歌 然后 然后 他就又急不得了 他拍着自己的脑袋 想让自己想起来 但是接下来 无论如何 也想不起来 发生了什么 甚至于当初他怎么回来的 他都不记得了 这样的感觉十分难受 就好像明明就要想起来某样东西 但是偏偏就差一点想不起来 叮咚 这个时候 门铃响起 他快速地来到门口 透过门眼 就看到外面站着王子玄 他立刻把门打开 对着王子玄说道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现在先听我说 然后他快速地 把自己在梦中看到的场景 跟王子玄说了一遍 王子玄震惊地看着对方 难道对方能够预知未来 医院内 一个女人带着果兰 来到傅杨的病房里 推开门 见到浑身绷带的傅杨 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洋洋细腻的声音 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 他小跑着过来 泪眼巴叉地说道 洋洋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啊 啊 啊 傅杨想要说些什么 但沙哑的嗓子 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女人有些发猛 洋洋 你不是 从楼上掉下来的吗 怎么嗓子 也出问题了 嗨嗨 这个 那傻杨哥刚才 因为并发症 造成了嗓子发炎 所以现在说不出话来 你有什么事情 问我就可以了 我能完美地替杨哥翻译 刘烨在旁边 小声地说道 实际上是因为吐个不停 把嗓子吐坏了 啊 傅杨指着他 神情十分地激动 他说啥呀 女人看着刘烨 嗯 他说他把他的一切事物 都交给我负责 刘烨说道 啊 傅杨疯狂地摇头 那他为什么又摇头啊 女人疑惑道 他 他说让你不要问太多 男人的是 女人少管 女人听到这话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是娇羞地拍了傅杨一下 真是的 都这样了 还这样霸道 不过我喜欢 阿呜 傅杨哭着 拍打着床 脑袋歪向一边 不等刘烨解释 女人直接说道 这个我知道 她是不是感动我来看她 呃 对 刘烨点点头 哦 杨阳 我真是爱死你了 女人一把抱住傅杨 啊 嗯 这个声音说的是什么啊 女人不解道 嗯 这个声音应该是说 你把她骨头压错位了 杨阳 对不起 医生 医生 一阵手忙脚乱以后 医生叹息地说道 麻烦你们当家属的 能不能仔细一点 这都三次了 再整几次 你们就真得送她走了 医生 这点你放心 我这个人最仔细的了 傅杨 医生又叮嘱了一番 然后出去了 对了 不知你是 刘烨问女人 哦 我叫赵娜 是杨阳的女朋友 赵娜 刘烨的记忆很好 他记得当时的那个声音 说的六个人名中 就有个叫做赵娜的 这可不行啊 作为一个无好青年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遭遇危险而不管 他要保护她 不知道为什么 赵娜突然打了个哆嗦 娜姐 你有危险啊 有人要杀你吗 杨阳很可能就是让他们 搞成这样的 为了让对方相信他的话 所以他撒了一点点 善意的小谎言 赵娜 赵娜听到这话 立刻害怕了起来 喂 为什么要杀我们啊 我们什么都没干啊 刘烨连忙把那六个名字 说了出来 然后问道 你们干没干什么 得罪人的事情 没有啊 我们前几天就出去玩了 没得罪什么人啊 赵娜焦急地说道 那 能跟我说说 你们前几天玩啥了吗 刘烨问道 我们 赵娜张开嘴 却发现自己 似乎忘记那几天的事情了 而旁边的赵娜 也同样如此 他跟赵娜不一样 他已经经历了诡异 再经过刘烨这么疑问 他才发现 事情有些不对 他们两人都想不起来 那几天到底完了什么 甚至去哪 都记不起来 就连怎么回来的 都忘得一干二净 呼腹羊的吊瓶 被微风吹得摇曳起来 二十六床换药了 这时候 一个护士推着推车进来 由于医院的床位紧张 加上当时的情况紧急 所以才加塞了这么一个多人病房 而今天 对面那床似乎来了一群亲戚看他 其中两小孩不停地打闹 护士过来的时候 其中一个小孩子 用力地把另外一个小孩一推 恰巧撞到了护士 那护士一个猎 瘦 直接把推车中的东西 全都推了出去 其中一把剪刀 在空中飞了起来 然后 直直地落向赵娜的脑袋 小心 刘烨的反应多快啊 一把抓住赵娜往后一拽 避开了剪刀的攻击 好险 啊 熟悉的叫声响起 还有一个陌生的叫声 刘烨身体一僵 转头看去 发现赵娜被他那么一拽 直接压在了傅阳的身上 然后两人奇奇地摔下了床去 阳哥 那姐 几分钟以后 医生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位家属 病人真的不能再受到伤害了 这骨头碎都快成渣了 再碎 我真的就接不上了 是是是 我一定注意 医生你放心 我这个人是很细心的 傅阳身无可恋地看着前方 你细心 你他们是跟那诡异一伙的吧 不 你他们比诡异还诡异 老子 没被诡异弄死 被你弄得是生不如死啊 而赵娜此时 也倒在另外一个空余的病床上 脖子上打着石膏 脸上贴着纱布 刚才那一下 他直接脸折的地 不仅把脸撞伤了 脖子也扭了 本来两人还在想 之前忘了啥呢 结果现在啥也不想想了 疼啊 那个 杨哥 娜姐 你俩想吃点啥不 我去给你们买 不用了 我不饿 赵娜倒是对刘烨没什么意见 刚才他只觉得是个意外 再看傅阳 那火热的眼神证明 他只想吃一样 刘烨 咔嚓 这个时候 病房门又被打开 这回进来的是约翰和黄诗亚 黄诗亚看到赵娜和傅阳的样子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看来这诡异真的很凶啊 两人都伤成了这个样子 而刘烨见到约翰以后 也很是惊讶 约翰 你怎么再来了 刘先生 约翰很是恭敬地 跟刘烨打了个招呼 毕竟上一个副本中 如果不是刘烨 他很可能就死里面了 在他的思维中 刘烨是个有着大智慧的高级大佬 而傅阳也是认识约翰的 他们公司 跟约翰的公司有生意往来 他知道 这人是个靠谱的 他以为自己 能够摆脱刘烨了 但一听他说的话 心里顿时悲怅起来 完了 这俩还认识 刘烨 这次的任务 您怎么看 约翰对刘烨 很是恭敬地问道 那肯定要保护好他们 这无缘无故的杀人 怎么能行呢 刘烨说道 约翰看了床上躺着的傅阳 神情恍然 原来如此啊 刘烨表面上说的是保护他们 但是怎么保护 也是有说法的 像是这样直接把他们打残 然后贴身保护 这样一来 就省得他们自己害怕 到处乱跑 至于行动不便 对于刘烨来说 自然不是问题 他自己也有诡异傍身 这点自然不是问题 想到这 他崇拜地看向刘烨 不愧是大佬 手段就是高 这么一点时间 就想到这么安全的办法 这个时候 他的电话突然响起 约翰走到外面接通起来 片刻之后 他的脸色凝重起来 刘烨 刘烨 能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他吗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没问题 你交给我吧 我保证保护他的安全 傅杨 你所谓的安全 就是能活着就行呗 大哥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这人真的不靠谱啊 刘烨我自然放心 傅杨 你放心得有点早 他转头对黄诗亚说道 你就跟在刘烨的身边 刘烨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黄诗亚点点头 他不傻 从约翰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刘烨是个靠谱的人 约翰在吩咐完以后 就立刻开车走了 刚才的电话是他的朋友打的 任务开始以后 他就用自身的人脉 邀请几个人 帮他监视这六个目标的动向 然后他发现 这次的六个目标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老手 对他们进行保护 也就是所谓的一帮一 按理来说 这样能最大程度地 帮助那几个目标活下来 毕竟他通过傅杨和黄诗亚经历的事情 已经知道 这次诡异的手法 大致就是 使用各种意外 让目标意外死亡 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老手而言 在不考虑造成影响的情况下 那就简单多了 要知道 他们对抗诡异 最大的方法就是逃命 如果正常情况下 只要保证六个人不死 那么诡异的手段就不会升级 最多也就是之前咖啡馆那种程度 他有一种预感 这次的任务 只要死了一个人 那么事情就会变化极大 但现在问题出来了 赵纳的保护人可能是新手 直接就放弃了这次任务 索性他遇到了刘燕 这也就还好 至于刚才的电话 则是有一个人十分的不配合 会成家园 是会成最豪华的一片小区 里面住着的人 全都是非富即贵 此时在一处楼顶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一边吃着面包 一边拿着望远镜 在观察着对面 又被撵出来了 他还真是惨啊 想救人都没法救 叮铃铃 面具人接起电话 喂 赵哥 那家伙住在四楼 我们可怜的小兮兮 又被赶出来了 他还不放弃 嘖嘖嘖 真是惨啊 赵哥 要不就把那家伙放弃得了 我估计你也劝不动他 没关系 我有我的办法 先不聊了 约翰这边撂下电话 来到了四楼 电梯门打开 就看到一个女人 在门外焦急的跺脚 他一转头 就见到约翰 你 不用多说 我是来帮你的 女人听到这话 知道对方也是这次任务的执行者 他有些气馁地说道 没用的 那家伙就是一个匠种 怎么说都不听 却看约翰白白手道 没关系 我刚从一位前辈那里 学习到了一个好的方法 说着 他直接过去敲了敲门 他刚一敲门 房门猛地就打开 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骂骂咧咧地出来 我都跟你说了 老子不信那些 你再啰嗦 即使是女的 老子也要废了你 吕继承此时十分地生气 今天一起来 就做了一个噩梦 贼拉得吓人 然后醒来 自己还被人恶作剧 说什么 欢迎来到诡异世界 那种东西他才不信呢 这个时候 又来了一个女的神神叨叨的 他简直要烦死了 只是刚一开门 就看到外面站着的 不是那女的 而是一个男的 你 他刚想说话 却看约翰一记勾拳 直接打在了吕继承的太阳穴上 吕继承两眼一翻 直接躺了下去 后面的女人都惊了 你干什么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她 不是杀她 错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她们不死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无所谓 约翰说着 让张小姐扛着吕继承 就往楼下走去 而让人意外的是 这次他们还挺顺利 并没有什么耽搁 就回到了医院 只是刚到医院门口 他却看到了一个人 浑身是血地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把尖刀 他的眼神茫然 却在看到约翰背上的吕继承时 眼神瞬间恢复了神色 只见他以一种飞人的速度冲了过来 甚至张小姐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来到了境前 他一把抓住约翰的肩膀 神情十分激动地喊道 我想起来了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 他刚要说什么 却看到他的脸上 瞬间出现了一条细线 随后半拉脑袋 直接飞了出来 五颜六色的东西 见了约翰一身 剩余的半拉脑袋落在地上 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约翰和女人 吓得女人忍不住退后几步 啊 现场的人一片惊叫 而约翰则是对身上的血污视而不见 而是快速地检查着地上的尸体 通过之前得到的消息 他能够确认 地上的人正是最后一个让人谢宝国 不过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谢宝国的身边明明有人保护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时候 他的电话再度响起 喂 赵哥 又二人进来 保护谢宝国的那个人死了 谢宝国也重伤不见了 我这边也被缠上了 现在才脱离出来 知道了 辛苦你了 之后 我会把钱打到你的账上 约翰撂下电话 他并没有太过惊讶 这样的事情 他早就撂到了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约翰顾不上身上的血污 刚要往医院里面跑 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医院发生了爆炸 约翰清楚地看到 爆炸的那个楼层 正是刘烨等人所在的楼层 惨了 这样的爆炸 他们不可能活下来的 张小姐悠悠地说道 不会的 刘哥一定会想办法的 约翰对着刘烨有着无比的自信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是情况嘛 跟他理解的有一点偏差 紧急消息 京城时间6点30分 我是惠城医院 发生了强烈的爆炸 造成两人受伤 索性无其他人伤亡 另外一家医院内 赵娜和黄世雅两人 脑袋上缠着绷带 躺在病床上 富阳幸灾乐祸地 看着旁边 躺着的两个女人 总算受苦的不是她一个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 也不知道怎么的 那个氧气阀泄漏了 怎么关都关不上 我何计危险啊 就让他们俩赶紧出去 我去把其他人给搬出来 赵娜和黄世雅 悠悠地看着他 氧气阀内屋没有人 爆炸了以后 整个楼层的没跑的人 都没出事就他俩 费死尽跑到楼下 结果被爆炸崩飞的石块 砸脑袋上了 约翰听完刘烨的讲述 更是一脸佩服地看着刘烨 不愧是刘哥 如果他们两个在屋里 他们两个就死了 现在只是受了这么一点伤 简直是万幸 赵娜和黄世雅 有没有可能 他们两个不跑也没事 这个时候 吕继承也清醒了过来 看到床上三个人 凄惨的样子 顿时被吓了一跳 这 这什么情况 难道自己被绑架了 这下手也太狠了啊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现在 我只想知道 你们那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约翰没有去找赵泽 因为他已经拜托朋友 跟王子玄进行了联系 告诉了对方 可能避免诡异追杀的方法 而且现在 已经死了一个 这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只想要尽快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 刚一出口 吕继承就说不出来了 他也发现了复阳等人的问题 他同样想不起来 发生了什么 你们知道自己去了奶吗 约翰问道 四个人都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阵微风吹来 约翰身上的张小姐 立刻大喊 小心 哄 就看到原本结实的地面 瞬间碎裂开来 屋子中的 全都往下掉落 宛如 约翰大吼一声 立刻抓住了旁边的黄尸牙 而张小姐的脖子 瞬间伸长 牙齿咬住了窗台边缘 再看刘烨这边 刘烨的反应比他更快 他站的地方没有断裂 他一手一个 把两张病床牢牢地握在手里 只有吕继承和他的保护者 两人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掉落了下去 当几人下去的时候 吕继承的保护人 已经被碎石活活砸死 但是吕继承 却是奇迹一般地二活了下来 你没事吧 约翰连忙问道 吕继承坐在地上 神情茫然地看向四周 被约翰这么一问 他立刻回过神来 神情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一点 我想起来 我们去哪了 重门岛 我们去了重门岛 只是约翰并没有高兴的神色 而是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了 你先休息一下吧 说着 举起手刀在他的脖子后面一打 吕继承瞬间昏了过去 他已经有些猜出来 这个任务的一些内容了 当初在咖啡店被袭击之后 他问过黄施雅在洗手间干过什么 因为他很可能触发了什么禁忌 当时 黄施雅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 然后当说出自己忘记了什么的时候 他们又遭遇了一次袭击 所以 他当时就猜测 他们被袭击 应该是与这六个人的记忆有关 当他们意识到 自己遗忘了什么的时候 就会遭受袭击 这一点 在他把吕继承打晕带过来以后 得到了印证 因为当时那一路上 他没有遇到任何的袭击 所以他把这个猜测 通过朋友 告诉了王子玄 不过他想不明白的是 吕继承为什么会突然恢复记忆 啊 这家伙的命还真大 这么杂都不死 这个时候 刘烨在旁边感叹了一句 而就是这句话 犹如一道闪电一样 让约翰想到了什么 他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 喂 青鸟 谢宝国遭遇袭击的时候 受的伤严重吗 嗯 相当的严重呢 我甚至都不认为他能活下来 电话那边的青鸟说道 对上了 约翰眼中金光一闪 瞬间明白了过来 吕继承和他的保护者 同时从二楼掉下去 他的保护者都死了 吕继承却是活了下来 这未免也太幸运了吧 约翰大胆地猜测 吕继承很可能在刚才就已经死了 但是莫名地又活了下来 然后才苏醒了部分的记忆 所以 这次的任务 是保护的目标死亡 复活 然后恢复记忆 然后再死亡 不对啊 约翰感觉这里有问题 首先为什么死亡又会复活 就为了恢复记忆 这不多此一举吗 然后还有一点是 让他介意的 当时谢宝国最后想要说的是什么 想到这 他看向刘夜 他觉得 刘夜肯定已经猜到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要不然 刚才不会那样间接地提醒他 他有心想要问刘夜一下 但是他又想 刘夜先生一向是走一步看三步的 他做事之间 虽然看似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到了事情的最后 你就会发现 他必然有这样做的理由 就像是上次 谁能想到了 那棵大柳树 是那个王管家的后手 偏偏刘夜从细微之处发现了不妥 应该是他们中了幻树的那次 所以提前给他嚎吐了 还有王管家的那个祭坛 也是被刘夜给破坏的 所以 既然他没有说 那么肯定就没有说的道理 此时也已经是晚上 富阳三人因为受伤 所以已经沉沉地睡去了 倒是不用他动手 约翰并没有睡觉 而是来到旁边一个房间 这里放着好几台电脑 上面连着显示器 从显示器上 可以看到整个医院的所有角落 约翰自认为 自己的实力并不算太强 所以他任何行动都非常的谨慎 就比如 他们现在挑中的这家医院 这家医院 是他自家建造的医院 专门服务他们家的人 而在他的父母死后 就专门服务他一人 所以他特意把所有人 医生护士都放假了 然后在医院各处安装了监视器 因为今天白天 对方已经偷袭了谢宝国 所以他并不觉得 那些人会放过他们 所以他提前做了一点点准备 当然 对于这些 约翰并没有告诉刘烨等人 对于其他人 他认为没有让他们知道的必要 而对于刘烨 他认为 这些措施 在刘烨的眼中 都是小儿科 他觉得 刘烨应该已经猜到 会有人过来了 所以才故意装作睡觉 当作诱饵 为的就是配合他的行动 这样默契的配合 让约翰感觉 真是太棒了 所以 很多时候 不要看人说了什么 而要看人做了什么 刘烨 呼噜噜 叮 任务淫鬼 可以完成 开始进行结算 任务目标 在引鬼的追杀下存活三天 任务奖励 一比零积分 任务奖励 二比零经验值 任务奖励三 隐秘护福 幽魂 任务奖励四 我是主角 幽魂 个人表现 个人表现某个诡异感谢上帝 终于结束了任务 但可惜的是他的能力仍旧没有回来 评分 毕 评分 鬼物 隐秘护福 类型 戒指 品质 幽魂 特效 被动降低本人的存在感 复苏度 50% 被注 这位勇士似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让我们祝他好运 技能 我是主角 类型 被动 等级 幽魂 特效 你做的事情 会下意识地 让周围的人配合你 威力与魅力相关 消耗 备注 把你的智商拉倒跟我一样 然后再用充足的经验打败你 睡梦中的刘烨 感觉自己的耳边 有蚊子嗡嗡作响 他不耐烦地扇了扇手 然后继续甜甜地进入梦乡 约翰这边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监视器 张小姐长长的脖子 缠绕着他的身子 忧怨地说道 这有什么好看的 月狼 你看看我 别闹 约翰眼睛死死地盯着监视器 别看了月狼 监视器上都没有人 张小姐不甘地说道 约翰却是神情严肃起来 不 对方已经入侵了 十分钟以后 在医院外的某地 一个人吃着口香糖说道 老大 监控全都搞定了 保证完美无缺 很好 接下来交给我们就行了 男人关掉电话扔到了一边 随后舒服地伸个懒腰 嗯 任务完事 去哪玩好呢 男人说道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一个声音在他后面响起 他悚然一惊 连忙转身 但下一秒 一道荧光闪过 他的脑袋就掉落下来 站在他后面的约翰 面无表情地擦了擦刀 然后开始操纵着对方的电脑 约翰 你是怎么知道监控被黑了 张小姐惊讶地说道 很简单 我从不觉得 那些家伙会被监控照到 所以我提前黑了监控 把时间改了 约翰根本就没指望监控 所以让黑客把时间调到了昨天晚上 但是就在刚才 时间突然调到了今天的时间 所以他立刻知道 有人入侵 而他也并没有直接对上那些人 他先是来到对方的基地 打算先查一下对方的资料 所幸 对方似乎十分自信 只留下一个人在这儿 方便了他的行动 快速地手查了一番 利用了地上人的信息 他查探出来了一些资料 光明坏 这个名字 约翰并不陌生 是诡异世界中一个相当强势的组织 里面的人实力也十分强劲 甚至有好几个超高等级的大玩家 不过这个组织十分的神秘 他当初因为好奇 查探过一次 结果派去的人全都失踪了 差点没暴露了他的信息 从那以后 他就没再追查过对方 他没敢查探太多 只是把这次任务的行动人员名单 调了出来 看到上面的名字 约翰瞳孔瞬间一缩 因为他看到了至少四名高级玩家 其中任意一个都要比他的等级高得多 难罢 约翰咬了咬指头 而张小姐则是不安地喊道 什么难罢 赶紧跑 这样的人 我们肯定不是对手 就算刘烨那家伙再强 也肯定打不过他们 的确 现在最稳妥的选择 就是赶紧跑路 还有可能活命 但是一想到里面的刘烨 他的信心立刻变得充足起来 就算对方有四个高级玩家 又怎样 有刘烨在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 没准刘烨已经预料到了 现在这样的情况 想到这 他不顾张小姐的阻拦 重新回到了医院 医院内 四个人在走廊里走着 这四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老熟人 不是别人 正是小帅 只是他此时的神情 却十分不好 我说 有我们三个在 你到底在怕什么 那三个诡异 也没有动弹 而且 就算他们三个在这里 我们也不怕他 其中一个混混打扮的男人说道 他是光明慧座下 的专职清理人 极恶之心 知田信丸 只是 他即使这样说 小帅仍旧脸色十分难看 你根本不懂那个人 小帅一想到当时的那个场景 心里就是一阵阵的狂躁 那个家伙实力非常强大 性格也极为阴险 智商简直是我遇到过的所有人当中 最强的存在 小帅说道 喂喂 有你说得这么夸张吗 知田信丸不信地说道 当然 小帅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本人已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了 那个家伙算计了自己 那岂不是优秀的可怕 世界怎么会有这样恐怖的人 真是想想都让人颤抖 所以我并赞成你们这次的行动 要想对付他 就必须要做好 付出整个光明会的准备 小帅说道 哦 你这么说 我更加感兴趣了 另外一个戴着礼帽 穿着晚礼服的人说道 这是一个白种人 身材十分地修长 长相帅气 气质典雅 就像是一个贵族一般 他同样是光明会的专职清理人 开堂手杰克 小帅见两人这样 顿时无奈了起来 也罢 反正他是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停下 这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人挥了挥手 几人 瞬间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 空间变了 最前面的 同为专职清理人的 噩梦弗莱迪说道 就看到原本的医院 迅速地变得陈旧起来 周围的墙壁开始军裂 地上出现了大量的血迹 在遥远的黑暗处 甚至传来一阵令人惊悚的摩擦声 鬼欲吗 真是搞笑 这样简单的鬼欲 能困得住谁啊 支田信丸冷哼一声 就看到脱下衣服 露出背上的纹身 那是一个只有头颅的恶鬼 这恶鬼在他的身上 很是恶心的蠕动 他张开嘴大吼一声 周围的空间瞬间碎裂 只是当他们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等人的位置 已经变了 他们来到旁边的楼顶上 躲在医院的约翰 看到这一幕 立刻按下手边的按钮 旁边的大楼瞬间炸链 刚才的鬼欲 就是他展开的 那是 他在上个诡异世界中获得的道具 可以说是相当稀有的 但是却被对方随手打破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只要能够 把对方移动到旁边就够了 因为那栋大楼中 封印着一只强大的诡异 很快 那边就响起了惊人的咆哮声 约翰见状 立刻向着三楼跑去 他要尽快通知刘烨等人 只是他刚走几步 却感到精神一阵恍惚 下一秒 他就愕然地看到 那四个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开堂手杰克的手里 拿着一块怀表 真是不错的计划呢 不过很可惜啊 我们手里的鬼屋 要比你高级得多 说到这 他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那么现在 让我们好好地玩玩吧 十分钟以后 约翰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枝田信丸用脚踩在他的头上 旁边杰克手里 抓着瑟瑟发抖的张小姐 真是嘴硬啊 那个叫刘烨的 根本就和你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这么帮他掩护呢 你只要说点他的信息 我们就能放你走的 杰克笑眯眯地说道 约翰此时 浑身犹如刀割一般的痛苦 对方的鬼屋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在对方手里 甚至连一分钟都支持不了 非常轻易地就败下阵来 剩余的时间 就是对他无尽地折磨 你们 你们既然已经这么强了 为什么还要干这样的事情 除了小帅以外 剩余三人的身上 全都有着高等级的鬼屋 这样的人 甚至要比一般高等级的鬼屋 还要强 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的人 却做这样卑鄙的事情 对于你们来说 鬼屋是恐怖的存在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鬼屋却是最棒的合作伙伴 听到这话 约翰瞬间明白过来 对方竟然是跟鬼屋合作 哦呀 我好像被套话了呢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也要死了 不过在你死之前 还能让你欣赏一出美妙的戏剧 说着 杰克拿起小刀 对准着瑟瑟发抖的张小姐 但却看张小姐虽然害怕 脸上露出一难看的笑容 对约翰说道 约翰 看起来 要说再见了 我爱你 话刚说完 杰克手上的匕首 瞬间落下 碰 一声脆响 杰克手里的匕首 被弹飞了出去 而也就是在这时 他们四人才发现 身边竟然出现了一个人 杀 四人瞬间闪到一边 他们身上冷汗都下来了 因为他们完全没发现 对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而小帅更是被 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眼前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刘烨 刘烨看着地上被打得亲妈都认不出来的约翰 顿时生气起来 你们就是要杀富羊那群人吧 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做出这样的违法乱纪的事情 我要报警抓你们 这小子疯了吧 知田信玩无语地说道 却在这时 小帅大喝一声 笨蛋 不要被他把牵着走 这家伙的每句话 都隐藏着寒意的 顺着他的思维 走你就中计了 这话一出 那边的约翰也变了脸色 这个人真的好可怕 竟然能猜到刘烨的意图 他本来以为 那三个人才是最恐怖的 但是现在看来 这飞翔的天空也不并不差 难怪能和他们一起 哼 老子可不管这些 就算再厉害又怎么样 统统给老子去死 说着 他又亮出了纹身 那恐怖的恶鬼头颅再度出现 周围瞬间出现了无数细细的低语 这些声音 就好像是一条条虫子一般 钻入了约翰的脑袋中 此时约翰的脑袋里 仿佛被无数的虫子撕咬 可他却连动都动不了 甚至声音都没有办法发出 刘烨没注意到约翰的意状 因为他此时写了呼拉的 根本看不清表情 但是 知田信丸的举动 让他很是不爽 他大哥可说过了 以后谁要是敢跟你诈刺 就亮纹身下他 所以 刘烨直接把衣服一脱 亮出背后的关公 却看关公闭上的眼睛猛然睁开 身形瞬间浮现 手中的关刀 由上至下咔嚓一声巨响 那恶鬼头颅 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哦 那头颅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 随后就化作点点光芒 进入到了刘烨的身体当中 怎么会 知田信丸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看不见关公 他只看见刘烨把衣服一脱 他的诡异就被一批为二 要知道 那可是B级诡异 还不等他多想 就看到他的脑门上 浮现出一条细线 这条细线 一直顺着往下延伸 噗痴 知田信丸 整个人分为了两半倒在地上 小帅三人都傻了 这么什么情况 知田信丸 只是一照面就死了 甚至连诡异都被消灭了 但是他的诡异呢 为什么他们看不见 说真的 刘烨也吓了一大跳 毕竟一个人无缘无故死自己眼前了 还是这么血腥的方式 只不过 他是个胆大的 以前在村里 都敢坟头睡觉的主 所以马上就缓过来了 随后他拉了拉约翰 小声地问道 赵儿 我明白了 这人是来你这自杀的吧 啊 这话给约翰弄猛了 随后就看到刘烨 一副我明白的样子 我懂 我都听我大哥说了 现在城市里的人压力都大 没事就整这个 我估计这四个也是 你说你也不要 他们自杀 你非得往前凑 结果被人揍成这个熊样 约翰 刘烨又看剩余的这俩 一个黑一个白 明显不是吓过人 他觉得 你说打扮得这么帅 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三位 你说 你们有什么困难 跟我说说 虽然我本事不大 但没准能解决了呢 杰克并没有听懂刘烨的话 他们三个外国人中 就知田信玩的华文最好 他们两个则是一知半解 而刚才的对话 约翰说的也是外语 所以 双方沟通并不成问题 但是刘烨却是不一样 说话吐字不清 还有口音 这就难为他们了 他们看向小帅 却看小帅的脸色 变得十分难看 由于害怕他退得最远 所以 听得并不太清楚 但也大概猜到对方的意思 我都说了 不让你们惹他 这回可好 走不掉了 他什么意思啊 杰克赶紧问道 他说自己本事不大 但是解决我们 还是不成问题的 这么狂妄 杰克两人有些不愤 但是想想 刚才知田信丸的下场 一时间也有些躊躇 倒是约翰站了起来 对着刘烨小声地说道 刘烨 小心一点 他们都是高丸 都 都 是 高 高丸 刘烨有些结巴地说道 没错 约翰凝重地点点头 不是你说清楚 他们几个啊 刘烨咽了口唾沫问道 嗯 几个 就他们三个 三个 刘烨一脸震惊地 看向眼前的三人 我去 一个人三个高 难怪想不开要自杀呢 这么奇葩的体质 还凑一块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难怪贵娃哥说 要往外走呢 这样子 以后找老婆弄不好 都要被气势 刘烨怜悯地看向他们 而此时 杰克和弗莱迪都快疯了 虽然他们听不懂刘烨的话 但是看眼神还是会的 刘烨竟然怜悯他们 怜悯什么 怜悯自己和他作对 马上要被杀了 这也太狂傲了 也因为这样 两人也都不敢出手 杰克甚至把张小姐 给放了 不是他不想解决对方 而是面对这样的高手 一点多余的动作 就会没命 而拿张小姐当人知 别闹了 虽然接触不长 但是根据小帅的形容 以及他们的观察 对方很明显是个掷迹百出 傲慢阴狠的萧雄 怎么会为了一个女鬼 而受到制约 啊 三位 刘烨刚张口 小帅三人 瞬间后退一步 虽然对方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就在他刚开口的瞬间 他们感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小帅的脸上 更是掉落了几滴汗水 刘烨看到他们这么紧张 心里也是很理解的 毕竟这种事 也不好往外说 被人知道多丢脸啊 这么长期地压抑下 害怕生人也很是正常 想到这 他觉得约翰这顿 皱癌得不晕啊 你说人家这么隐私的事情 结果你给打听了一清二楚 难怪人家要死要活呢 那个几位 死是非常容易的 小帅惊恐地看向前面 他说 让我们死很容易 杰克面色阴狠地看向刘烨 想要他们死 没那么容易 告诉他 我身上有着恐怖的 A级诡异 血腥马力 如果他非要这样的话 大不了于死网破 小帅点点头 然后喊道 我们也有高级诡异 血腥马力 大不了大家 还可以跑吗 刘烨这边也不是顺风耳 两边离得太远 刘烨也只听得大概 血尿液 还跑 挨我的马呀 这么严重了吗 不是要不试一试中医呢 小帅都快哭了 他说他很喜欢你的血腥马力 杰克 太欺负人了 弗莱迪眼睛都红了 他什么时候受到这委屈啊 就看到他身上黑气爆发 一个皮肤有着严重烧伤 手里拿着一对利爪的诡异 尖笑着向刘烨扑来 这是弗莱迪的诡异 虽然是B级 但是能力却很是强力 只要碰到对方的身体 就可以把对方 拖入到梦境当中 而在梦境当中 他就是不死无敌的存在 甚至于现实世界 只要有人记住他的名字 他就可以无限复活 当然 相对应的 他本身的战斗力 也就一般 所以主要应用在把人困住 然后活活耗死对方 弗莱迪现在就打着这个主意 就算刘烨再强 被他的诡异困住 他们逃跑还不能 却看那诡异凝笑着 飞到刘烨身前 手中的利爪眼 看着就要碰到刘烨 却看刘烨突然像是扇苍蝇一般 随手一拍 啪 弗莱迪直接被拍成了光点 随后被刘烨吸收进身体当中 嗯 奇怪 怎么突然感觉舒服许多 刘烨不解地说道 小帅三人 他们三个眼珠子 差点没瞪出来 什么情况 就算你是很强 但也得有个限度吧 随手灭掉 A级诡异是什么事啊 紧接着 就看到弗莱迪身体抖动一下 下一秒 整个人就爆炸开来 怎么会 剩余的两人都吓傻了 他们就算是在本 也知道是刘烨干掉了诡异造成的结果 可是 他们明明是用手段控制住了诡异 就算是诡异死 也不会影响到他们 但是现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刘烨更是无语了 你说 这讲了半天 怎么就不听呢 世界多么美好 为什么非得要去死呢 赵儿 我感觉我搞不定了 要不咱们报警吧 约翰 您真的太谦虚了 最后 小帅和杰克 仍旧活了下来 他们两人把身上所有的鬼物和控制诡异的道具 都留了下来 然后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刘烨心想 这还真客气啊 应该是听自己的话去看中医了 希望能有个好结果吧 对于地上的东西 他倒是没药 毕竟也不是啥之前玩意 他就都给约翰了 约翰倒是来了一波肥 只是他并没有高兴太久 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赵哥 出事了 时间往前走一点 在某个小区的屋内 一个大汉正在家里吃着花生 喝着啤酒 他正是赵那的保护者 当初他看到任务以后 就想拒绝 理由跟王子璇一样 不想自己的身份被泄露 当然 更多的是不想费尽力气 去保护一个无关的人 反正这任务 有着其他人在 有他没有他都一样 这么想着 他就舒舒服服地在家待着 死了 他正吃着香呢 结果灯泡突然闪烁了一下 男人立刻感觉毛骨悚然 手里掏出一把小刀 却看小刀上瞬间流出鲜血 随后屋子里的灯光就正常了 男人倒吸一口凉气 作为一个玩家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心想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呢 他连鞋都顾不上穿着 直接小跑着冲出了房门 他决定去向汇城的一家玩家俱乐部 那里有着大量的玩家 就算是诡异 也能对付的了 他想得挺好 只是刚一出门就看到一柄大刀直直地向他劈下来 啊 男人大叫一声 再度拿出小刀向前 眼前的诡异再度消失不见 他赶紧向着楼下跑去 只是跑着跑着 却发现仍旧是在自家楼层 他知道自己是遇到鬼打墙了 刚想要再度拿出小刀 却是被一刀直接捅了个对穿 扑哧 刀被抽了出来 随后诡异就消失不见了 时间回到现在 约翰和王子玄两人来到了现场 他们是在半路上遇到的 王子玄在听了约翰的主意以后 果断地把赵泽弄晕过去 随后果然没有再遭受到危险 之后 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遇到了从里面出来的约翰 于是两个人一起来到了男人的家里 我朋友打电话说 他是被一个没有了一半脑袋的人杀死的 约翰说道 没了一半脑袋 谢宝国 王子玄惊讶地说道 应该就是他 约翰说道 他变成了猖鬼 所谓的猖鬼 就是被诡异杀死以后 被诡异制作成的低级诡异 没有潜力 只能受诡异驱使 是诡异对付人类的极为有效的手段 并不是 约翰从男人的衣服里 掏出那把小刀 这把刀 赫然是一把凶魂级别的鬼物 此时已经来到复苏边缘了 我的朋友说 他用了几次这把刀 这把刀是凶魂级别的 但是用它驱鬼 就算在最终时刻 也可以获得至少半个小时的安全时间 但是他接连用了几次 只是坚持了几秒钟的时间 约翰又看了看地上怪异的脚印 立刻陷入了沉思 而王子玄的脸色更是变得难看起来 要知道 他可是连凶魂级别的鬼物都没有 被这样的诡异钉上 绝对凶多吉少 可是 这次的任务不是针对赵泽他们吗 为什么突然杀他 王子玄不理解 如果真的只是那样 这次的任务不就太容易了吗 约翰看向他 诡异世界发布的任务 是没有容易的 我也是被刘哥提醒才发现的 这个任务的最优解法 就是第一时间把这六个人 弄成植物人 只要他们没有去 回忆那些遗忘的记忆 就触犯不了诡异的禁忌 自然不会遭受到袭击 王子玄恍然 的确如此 如果把这六个人弄成植物人 他们就不会受到危险 他们的保护任务也就完成了 但是 意识到这点 就必须要经历一些危险 这里面但凡有一次失误 那么倒霉的就变成我们了 什么意思 很简单 遗忘这个任务 是针对这几人的新手任务 但它跟保护这个任务 是连接在一起的 只要这些人死亡 就会化成诡异 来追杀我们 约翰也是从朋友那里得知 诡异的样子推测出来的 不过他觉得 这样才合理 要不然 他们的固定任务 真是太简单了 直接看着那几个人去死好了 现在发现 这些被保护的人死亡以后 会变成追杀他们的诡异 那么就很合理了 按照这样的节奏 一旦弄不好 就会变成 他们被六只恐怖的诡异追杀 看来还是要去一趟崇门岛 约翰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如果可能的话 他是不想去那个地方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死了一个 所以醉优节已经没了 那么只能是冒险了 第二天一早 约翰就联系了船只 和刘叶等人一起前往崇门岛 这个崇门岛 是最近新开发的一座小岛 面积不大 主打内容 是无人打扰的私人旅游 那里坏境优美 设施弃全 可以和朋友一起 享受难得的私人时光 当初复阳等人 就是因为这个 才去的岛上 赵哥 你真厉害 那座岛最近可是很火的 排队都排到三年后了 你竟然预定到了 王子玄说道 他当初也想去那里旅游的 只是根本排不上队 而且 价钱太贵了 没什么 我把岛买下了 约翰说道 王子玄 他看约翰的眼神 立刻就不一样了 眼前这个人年少多金 长得帅 实力强还聪明 简直是结婚的绝佳人选啊 想到这 他偷偷地拉了拉自己的吊带 让自己更波涛汹涌一点 贱祸 在约翰身上的张小姐 咆哮着喊道 约翰 你一定不要被迷惑 张小姐刚说完 就看约翰正十分崇拜地看向刘烟 张小姐 突然感觉 有人勾引也不是不行 约翰被女人勾走 哪还有可能勾得回来 要是性取向变了 那可就真的让人绝望了 有着约翰的金钱开道 他们一行十分顺利地来到了岛上 这个崇门岛不愧是远近文明的度假圣地 上面的设施一应俱全 除了需要自己动手以外 基本上没有别的缺点了 本来 约翰是打算让刘烟留在快艇上 看守富阳等人的 但是没想到 他们刚一靠近岛屿 富阳等人就全都醒了过来 要知道 他给他们下的迷药 可是能晕倒一头大象的 结果这几人竟然醒了 看来这岛上果然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这时 富阳等人清醒过来 看着周围的环境 一股熟悉的感觉 瞬间涌上心头 且随之而来的 就是巨大的恐慌 仿佛这座美丽的岛屿 是什么吃人的恶鬼一般 我不要上岛 让我离开 让我离开 吕继城哭喊着说道 约翰被他吵闹得心烦 本来他也不想带他们过来的 但是保护者就剩下他们三个人 只留王子玄一个人 守着他们五个 约翰不放心他们的安全 而让刘烟去保护他们五人 约翰不放心自己的安全 所以没办法 只好把他们带上 富阳也是感觉到十分的恐怖 只是当他看到刘烟的一瞬间 那恐怖的感觉就没有了 嗯 想想也是 世间有什么恐怖 比待在这人身边更吓人的呢 哇 杨哥 那有过山车啊 我们去玩好不好 刘烟兴奋地说道 富阳 你是真不当人啊 我都这个样子了 你让我玩过山车 哥 这也不耽误你做啊 而且 这不还有我们吗 我会保护好你的 刘烟拍着胸脯说道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他发现了 这货是跟人沾边的事 是一点都不干啊 富阳现在最想干的事就是 穿越回昨天 给自己一个大逼兜 你说 你没事做什么药啊 好好地助力 给人家弄走了 结果来了这么一个货 哇 都是报应啊 好在 这个时候王子玄出生了 赵哥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坐过山车 是不是很危险啊 富阳立刻期待地看过去 并不 刘烟的主意是好的 既然他们已经醒了 我们光想着 躲避是没有用的 刘烟这边 可以吸引那个诡异的注意力 我们则是趁机去岛上调查真相 约翰对刘烟佩服的五体投递了 这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呀 只是一瞬间 就想出了这么好的计策 富阳 不是 你就这么 把我们放弃了呗 杨杨 不要害怕 那个诡异打不倒我们 赵纳坚定地说道 富阳 我他们的 怕的是那玩意吗 我他们怕的是那个姓刘的呀 诡异能不能弄死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在这伙手里 我一定生不如死 最终 经过他坚定的抗争 众人决定 还是刘烟带他去玩过山车 只是最终跟着刘烟走的 只有富阳一个 没办法 吕基成是因为 这家伙 已经恢复了记忆一次 跟刘烟在一起 很可能会造成危险 而赵泽 这是不相信刘烟 他感觉 约翰和王子玄 更加地靠谱 而且 他到现在 对王子玄 仍旧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情 所以他并不希望 王子玄和约翰在一起行动 黄施雅和赵纳 则是 已经被刘烟给坑怕了 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约翰 就这样 分豪族以后 他们各自开始行动 约翰几人 顺着道路走 很快就来到了一家电影院 吕基成脑中 瞬间涌现出一段记忆 喂 我们去看电影啊 赵纳兴奋地说道 别了吧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看什么电影啊 谢宝国无语地说道 L 我倒也是挺想看的 尤其是这部 吕基成看着电影院的牌子 上面写着 X 酷刑 刷 吕基成惊恐地看着电影院 没错 他来过这里 还在这里看过一个电影 电影的内容 电影的内容 吕基成用力地拍打着脑袋 电影的内容 他怎么都想不起来 不过 即使没想起来 他也觉得 这里不能去 因为在这里 好像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他看向约翰 随后偷偷地退走了几步 他并不相信这个男人 当初就是他直接一拳 给自己打晕过去的 而且 后来还给自己等人下了安眠药 他已经相信了 这个恐怖世界的存在 那么 既然这样的话 他也很有可能拿自己当炮灰 想到这 他转身就跑 不好 他跑了 王子玄马上就要追过去 却被约翰给拦住了 算了 由他吧 约翰淡淡说道 然后他跟其他人说要休息一下 众人也没说什么 直接同意了 毕竟他们还要靠约翰保护 而约翰则是来到一边 拿出一个平板 打开电源以后 上面浮现出了画面 画面上 是一个人正在奔跑 没错 他在吕基成身上放了监视器 嗯 准确来说 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放了监视器 并且 这个监视器是在其他玩家那里换的鬼物 并不会受到鬼欲的影响 他之所以没拦着吕基成 是想通过他来获得信息 反正已经有一个诡异追杀了 也不在乎多一个 况且 他逐渐恢复的记忆 也是一个定时炸弹 另一边 刘烨带着富阳坐上了过山车 这个过山车修建的十分夸张 甚至有连续三个360度旋转 而且 这里的所有设施 都由人工智能控制 所以即使没有电源 也可以游玩 那个 我觉得 要不再考虑考虑吧 考虑什么呀 让我们玩起来 刘烨兴奋地按下按钮 过山车缓缓地开始启动 富阳哭泣着 抱住了自己的安全保护 刷 就看到过山车 在经过了平稳期以后 经过一个巨大的下坡 速度猛然开始提升起来 哈哈 好好玩啊 杨哥 你怎么不开心呢 多好玩啊 嗯 而就在他们坐上过山车的同时 也是那边履计成 恢复记忆的时间 而事情也的确如约翰所料 与平静的约翰那边相比 诡异盯上了更好制作意外的这边 一阵微风吹过 就看到过山车前面的轨道上 一个钉子突然脱落下来 整个轨道瞬间掉落 杨哥 快看 这也太智能了 鬼道还能变形 刘烨兴奋地喊道 那他们的是脱鬼 富阳绝望地大吼道 此时 吕记成这边 跑了一段路程以后 他拄着膝盖剧烈地喘息起来 他随便找了一家商店 进去拿了一瓶汽水 大口地喝了起来 他打算直接去海边 坐那个游艇回去 至于约翰他们会怎样 他才不管了 沙沙沙 耳边突然传来写字的声音 吕记成下意识地 看向声音的方向 发现是一台电视 上面正在播放着一个影片 影片上 七个十多岁的孩子 坐着快艇 来到了一座无人岛 这里一片荒芜 但是这七个孩子 却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吕记成本来不想看的 但是当他看到 电视上的内容瞬间 他整个人犹如雷劈一般 僵在了那里 我 我想起来了咔嚓 平板上的信号 瞬间中断 约翰皱起了眉头 看来吕记成也死了 他通过监视器 也看到了那个画面 是七个孩子游玩 并且 那几个孩子来到的岛屿 应该就是现在这个岛屿 看样子 应该是挺七年以前的事情 因为崇门岛 正是七年前开始修建的 那视频拍摄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他能清楚地看到 七个人的面容 其中六个人 很明显 就是吕记成他们的小时候 只是第七个人 却是十分陌生 他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七个人查了个遍 却从来没有发现 跟这第七个人有关的信息 他拿出电子笔 快速地画出了这个人的肖像 然后传给了自己的一个朋友 让他从全国信息库中 寻找这个人 很快 他这边收到了信息 可结果却是让他大吃一惊 没有这个人 没错 你让我找的这个人 根本就不存在 对方说道 约翰撂下电话 这更加的古怪了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想到这 他看向了那家电影院 里面似乎只放映着一部电影 看来要想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只能去这里了 另一边 刘烨推着生不如死的富阳 来到了蹦极所在地 就看到富阳的 一边吐着白沫 一边张着嘴 无声地骂着什么 好不容易嗓子好一点 现在又哑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过山车脱轨以后 两人被甩飞出去 刘烨硬是拉着他 安全落地 嗯 说是安全落地也不准确 毕竟他的脸还是被拍在了地上 随后他又被刘烨马不停蹄地拉去蹦极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蹦极 这个蹦极最妙的就是没有绳子 下面是一张大网 跳下去以后就会被网兜住 杨哥 你想蹦不 刘烨兴奋地说道 呵呵 吓 今天谁不蹦 谁是孙子 富阳恶狠狠地说道 他想开了 今天他要和这个混蛋 同归于尽 如何触犯诡异禁忌的方法 他已经知道了 不就是回忆的时候想不起来吗 他立刻开始回忆起来 那一瞬间 他就感到自己忘记了什么 微风也开始吹起 就在他感觉到茫然的瞬间 一个影像突然冲进了他的脑海 杨哥 快来玩 富阳 那种感觉瞬间离他而去 啊 此时 约翰已经来到了电影院内 他没有让王子玄等人进来 因为他怕赵纳等人看了电影以后 也全都被杀 所以他让王子玄等人在外等着 并且叮嘱他们 不要进任何一个屋子 因为那里有可能也放着电影的内容 进入电影院以后 约翰打量了一下这里 这个电影院并不大 只能够容纳十几个人 但是各项设施 却是相当的豪华 他随手拿了一桶爆米花 然后进入到放映厅 约翰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看到旁边有一个3D眼睛 直接拿起来戴上 而在他戴上眼镜的瞬间 前面的荧幕立刻有了画面 沙沙沙 写字的声音响起 约翰只感觉眼前一阵恍惚 随后他突然坐在了一个木制椅子上 前面是那种老式黑板 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猪头 准备好了 谁第一个来 一个声音很是兴奋地说道 约翰回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赵泽等人 只不过 他们现在都十分地年轻 都十五六岁的样子 我 我来 年轻的谢宝国兴奋地冲过去 伸手在箱子里掏了掏 然后拿出一张纸团 打开以后 面色难看到 什么嘛 又是这个 谁写的呀 这都玩腻了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干吧 我还等着呢 年轻的富阳不耐烦道 好吧 谢宝国叹息一声 随后向他走来 对着他的脸猛地吹了一口气 约翰什么都做不了 这具身体似乎被吓了一跳 他看到谢宝国以后 手忙脚乱地笔划起来 仔细看去 会发现 他的大拇指缺了一截 你笔划什么啊 你说话呀 你说话我就不玩你了 你说啊 谢宝国幸灾乐祸地说道 约翰张开嘴想要说什么 但是却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 他能感觉到 这具身体的眼睛已经红了 眼泪都掉了下来 不说话 就当你是默认了 看 谢宝国拿出刚才的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三个字打火机 这具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他推开谢宝国想要逃跑 却被吕继承一脚踹在了地上 随后谢宝国一下子 骑在他的身上 一巴掌拍在这个男生的脑袋上 你他妈的还想跑 然后 他按下打火机 开始烧着他的头发 他被吓得嘴唇都发白了 但却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 甚至连赵泽都能感受到 那种火烧的感觉 头皮似乎已经被烫伤了 他想要起身反抗 但是这具身体却制约着他 他能够感觉到 这具身体非常的害怕 而周围赵泽等几个人 都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而随着他们的笑声 约翰的眼前陷入了黑暗 而当他再度清醒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站在了天台之上 感受着天台上的大风 约翰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他怕这小子真的跳下去 自己也跟着死了 好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的老师突然跑了上来 你在干什么 快点下来 这个老师长相儒雅 穿着一身西装 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起来十分的有气质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能看清楚对方的脸 却记不住 男人看到男生站在天台之上 十分焦急地走了过来 四伯 你是刘四伯是吧 我是你隔壁班的班主任 你的事情我知道一些 你先别想不开 跟我回去 我可以帮你 刘四伯回头看着男人伸出的手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所有人都欺负他 只有眼前这个男人 对自己伸出援手 刘四伯感觉自己 有了一丝希望 他握住了男人的手 从天台上下来 在那一瞬间 男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另一边 刘叶则是拉着富阳 来到游乐场的一处 也不知道 富阳是不是幸运 都已经这样了 却还是不死 并且保持着清醒 杨哥 这里有个微型电影院 我们来看电影吧 电影 富阳突然感觉一阵心计 但随后就是大喜啊 心计好啊 心计代表着有危险 有危险 就能和这伙同归于尽了 他开始拼命地回忆着 只是 杨哥 回忆着 杨哥 回忆 杨哥 啊 富阳痛苦地嚎叫 为什么怎么想 都是那混蛋的脸啊 而此时 刘叶则是戴上了 旁边的眼镜 随后就进入到了 那个世界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二哥电影是吧 太真实了 刘叶震惊地说道 他这一说话 把旁边的年轻赵泽等人吓了一跳 这哑巴怎么说话了 吕继承震惊道 谁知道啊 不过那又怎样 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们玩不玩啊 赵泽不耐烦地说道 当然玩 我先来 谢宝国过去 抽出纸条 还是那个内容 他拿出打火机 鸣笑着来到刘叶的身边 刘叶一看到有人过来 立刻一回头 就看到了谢宝国 拿着已经打着的打火机 来到身边 哦 我懂 刘叶不知道从哪弄过来一支烟 然后脑袋凑过去 用手挡着把烟点着 抽了一口 对着谢宝国说道 谢谢啊 哎 没事 大家都是同学 谢宝国笑着挥了挥手 刚一转身 就看到赵泽等人呆滞地看着他 突然意识到不对 老子为什么会给你点烟啊 谢宝国咆哮着 把打火机扔到了地上 他恼怒地跑向刘叶 挥起拳头 就要打向刘叶 只是刘叶可不会像男生那样老实挨打 他轻松地躲过谢宝国的攻击 随后一脸恍然 哎呀 这是要互动了是吧 我懂 我在书上看过 当初那本午夜什么灵的 不就是出来跟人互动了吗 想到这 他赶紧摸了摸身上 回忆一下脑中看过的电影 脑袋上立刻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灯泡 谢宝国这边 看到刘叶这么灵活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抄起旁边的板凳 就要砸向刘叶 但这时候 刘叶突然掏出一把黑油油的东西 顶在他的脑门上 你他们跟谁俩呢 谢宝国 赵泽等人不是大哥 你这剧本不对啊 你们通通给我听好了 我叫刘华强 你不叫刘思伯吗 众人在内心咆哮道 接着 就看到刘叶把书包扔到地上 快 把你们的午饭都给我装进去 众人 这又是哪一处啊 赵泽 我觉得那不像是真枪 没准他拿玩具吓唬我们呢 傅杨小声地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当看到刘叶的时候 他突然生起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只是他话刚说完 就看到刘叶直接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 啊 众人连忙蹲下 快 给我装午饭 众人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午饭装进书包里 然后就看到刘叶对着他们兴奋道 卖午饭了 想吃午饭的 快来买啊 一万块钱 一份便宜卖了 你他们好会啊 众人在内心中疯狂咆哮 而且 一万块钱一份 哪里便宜了啊 半个小时以后 一个老师匆匆地赶到了这里 本来他在楼顶上等着刘思博的 但是等了半天 却没有人过来 于是他来到班级 想要看看是出了什么问题 结果刚一进去 这一拜 忠肝义胆刘叶端着三根香烟 深情地对赵泽说道 大哥 二 二弟 赵泽哆嗦地说道 三弟 刘叶又看向傅杨 二哥 傅杨也哭丧着脸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 在讲台上 被绑着的谢宝国 脸上沾着几张纸 手里塞了一个拖把 发生什么事了 男人嘴角抽抽地书道 这根计划的 好像有些一样 你们是在演话剧吗 男人忍不住凑过来问道 在学生面前 他还是保持着 很好的形象的 随后他看着谢宝国 有些好奇道 他们三个是桃园三结义 我知道 谢宝国 你这是 官二爷 谢宝国悠悠地说道 男人 而这个时候 刘叶看到了他 顿时眼睛一亮 师父 啊 这怎么还有我的事啊 男人尴尬地说道 刘叶这时激动地说道 师父 我是悟空啊 呆子被基努里维斯绑走了 我们快去迪士尼 找天线宝宝救他去吧 男人 我把西游记翻烂了 都没看见过这一段 刘叶倒是对自己的表演 十分满意 他觉得自己的表演 都可以去什么 乌拿那个卡当奖去了 男人实在是不想陪刘叶峰 于是他对刘叶说道 那个四伯 你出来一下 好的师父 刘叶点点头 然后转身 对赵泽等人说道 那个你们等我啊 回来我们继续玩 最打家宝月 众人 男人 你没事打他干啥 没多说的 两人来到天台四伯 师父 呗 老师我听说过你的事情 你别胡闹了 我能帮你 谁知这话一出 刘叶立刻愤怒地来到天台边上 帮我 哼 五年 您知道我这五年的高中生涯 是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男人一脸愧疚地说道 对不起 当初我就我不该袖手 刚说到这 男人突然感觉不对 不是 你不就上了两年高中吗 你哪里有五年 高中生涯了 我告诉你 这午饭我吃定了 教导主任也拦不住 我说道 男人 没 没人不让你午饭 那个丝伯 咱们能不能正常一点 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你 好 刘叶一把拉过男人 来到天台边说道 有 撞破 挨撞破 男人 这怎么突然就撞破了 这尼玛 可是六楼啊 那个 能不撞破吗 男人痛苦地说道 他决定了 明天就去广电总局 把那些破电影 全都举报了 那个丝伯 他把手拍在刘叶身上 刘叶却是一激动 你不要碰我 说着 刘叶一转身 猎枪直接一把拍在他的屁股上 啊 男人直接被拍了下去 刘叶这边 还背对着他装身沉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错的不是我 而是这个世界 哎 人呢 刘叶转头看了一圈 随后生气地说道 这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呀 真是的 刘叶气冲冲地走了 约翰这边 他被带到了教室办公室 赵泽他们也都在那里 他们班主任看到约翰以后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 打在了约翰的脸上 刘丝伯 怎么又是你 还学会跳楼了 约翰想要反抗 但是身体 却是一动不动 只是捂着脸 眼中含泪 旁边赵泽等人 在那里幸灾乐祸 我跟你说 这学你能上上 不能上 就给老子滚蛋 大傻子 哎 郝老师 话不能这么说啊 丝伯还是挺优秀的 男人笑着说道 王老师 你不知道 这个刘丝伯就是个大傻子 你说学习学习不行 运动运动不好 就我们班 被他拖了多少后腿 你让他说说 这一天天穿的这衣服 跟垃圾堆里捡来的似的 一到夏天就一股胃 光是卫生检查 都扣了多少分 郝老师 这也没办法 丝伯的家里属实困难 我们也要理解一下 理解 我倒也是想理解 他家里困难 自己努点力也好啊 但是你看看他 今天的作业又没交 你说说 好了好了 郝老师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 要不这样吧 学校有个教学补助的名额 我帮他他申请一下 也好 让他换换衣服 这话一出口 那边的谢宝国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这个教学补助他 可是盯上很久了 怎么能给那个哑巴呢 他阴狠地盯着约翰 那目光就仿佛要把他吃了一样 同时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粉色的光芒 但周围的人全都没有注意到 走出了办公室 男人拍着刘思博的肩膀 安慰了他几句 然后就说 有事先走了 临走前 他还看向谢宝国 脸上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他这边刚走 赵泽等人就把他给堵住了 就在教室办公室门口 谢宝国一把把他推到了墙上 小子 行啊 挺有手段啊 敢打老子前的主意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啊 刘思博惊恐地摇了摇头 却直接被谢宝国一巴掌扇在地上 这时候 黄诗雅却拦住了他 哎哎哎 你下手轻点啊 被把他打坏了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你把他打坏了 我怎么玩啊 黄诗雅不满地说道 谢宝国冷哼一声 一口弹吐在他的头上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黄诗雅翻了个白眼 然后对赵泽招了招手 快点该我了 赵泽笑着把箱子拿过去 黄诗雅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条 随后兴奋地笑起来 幸运哦 说着他吹了一口气 在刘思博的脸上 然后拿出纸条 在他脸上晃了晃 你的最爱哦 却看刘思博的脸上 反而更加的恐怖了 他爬起来 拼命地往外跑 黄诗雅拍了拍手 两个男生就把他抓住了 他拿出电话打了出去 喂 单爹啊 货已经准备好了 你过来收吧 嗯 好的 我在校门口等你 说完 他撂下电话 就带着刘思博走了 来到校门前 一辆豪车停在那里 黄诗雅见状 立刻兴奋地过去 干爹 一个肥胖的中年人 笑眯眯地出来 拍了拍黄诗雅的脸蛋 诗雅呀 又漂亮了 要不是今天不是时候 干爹一定好好的 陪你玩玩 好了干爹 以后机会多的是 对了 干爹会我带来了 你看怎么样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说着 刘思博被带了出来 中年人看着刘思博 脸上闪过一丝嫌弃 这也太埋态了吧 哎呀 干爹 这就不错了 喜喜还能看得过去 我跟你说 这小子 长得还是不错的 反正对方 也只是要一个人 胜在年轻不适 行吧 中年人一挥手 刘思博就被带上了车 期间 刘思博拼命地挣扎 但却被车里的保安 直接打昏了过去 而周围的人 对此都熟视无睹 甚至有的人 还在那大笑 干爹 你用完别忘了把他带回来 我们晚上还要耍呢 行了 知道了 中年人摆摆手 钱给你打过去了 买点衣服吧 说着 他进入了车里 扬长而去 而黄思雅看着手机上的数字 顿时兴兴奋起来 他又可以痛快地买买买了 与此同时 刘业这边 他来到了教师办公室 刘思博 郝老师大吼一声 哎 老师 来一个吗 刘业递过去一根烟 旁边的赵泽等人大吃一惊 这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在老师办公室竟然抽烟 还跟老师一起 等着挨罚吧 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 结果就看到郝老师咽了口唾沫 中华呀 行 那来一根吧 郝老师接过烟 刚要点火 就看到 旁边赵泽等人 一脸忧怨地看着他 郝老师尴尬地放下烟 嘿嘿 我跟你说 不要以为那这点烟 就能糊弄我 我告诉你 我不吃这一套 呵呵 坐吧 赵泽等人 刘业也不客气 直接大大咧咧地坐在了椅子上 老师 有啥事 也没啥 就是这几个 说你抢劫同学财物 郝老师慢悠悠地说道 这话一出 刘业顿时惊叫了起来 老师 你是知道我的 我这个人最是老实了 我怎么能干出这种破坏团结的事情呢 说着 啪的一声 把书包放到了桌子上 向着郝老师推了过去 贵娃哥说过 出门在外 不能另吸钱财 有钱能使摩推鬼 再说 这是电影里面 也不花他自己的钱 郝老师看了一眼 眼睛一亮 这么多钱啊 呵呵 钱财乃身外之物 我从来都不介意的 刘业笑眯眯地说道 那他们的是我们的身外之物 你不介意我们介意啊 赵泽等人在心中怒吼道 随后他们看向老师 他们知道 老师应该不会当着他们的面 收起来了 看什么看 我是在帮他矫正这种社会不良行为 郝老师一边说着 一边把背包用力地塞进自己的保险柜 随后 一边使劲地关保险柜门 一边费力地说道 你们能体会到 老师的 用心良苦吗 某种程度上讲 体会到了 郝老师深吸一口气 用力一关 总算是把门关上了 然后他看着赵泽等人恨铁不成钢的吼道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大傻子啊 一天天都不好好学习 就知道瞎完 这还学会高黑状了 我告诉你们啊 这学你们能上上 不能上 就给老子滚蛋 众人 不是 现在干这事都这么赤裸裸的了吗 连演示都不演示一下 就这么把社会的黑暗 明晃晃地放在祖国的花朵面前 哎 郝老师 话不能这么说啊 他们几个还是挺优秀的 刘烈笑着说道 四伯 你不知道 这几头烂算 就是几个大傻子 你说他们学习学习不行 运动运动不好 就我们班 被他们拖了多少后腿 你让他们说说 这一天天穿的这衣服 跟外面跳大神的似的 还有这俩丫头 一到夏天就一股胃 弄得他们 同桌那脸色 天天跟中毒似的 光是去医院检查 都花了不少钱了 郝老师 这也没办法 女孩子暧昧 我们也要理解一下 理解 我倒也是想理解 但你看他们那样 你说说 他们怎么就不能想你学学 用那些肮脏之物 来挑战一下 为师的底线 让他们也渐渐 为师的道德表现 郝老师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的道德表现 还用我们见吗 已经明晃晃地 摆在我们眼前了呀 而且是我们 不想挑战吗 关键是 用来挑战的东西 被那个混蛋抢走了呀 好了好了 郝老师 我知道你也有难处 要不这样吧 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 我来解决 你解决行啊 当然可以 刘夜微笑着说道 行 那这事情就交给你了 郝老师把刘夜 送出了办公室 刚一出门 刘夜立刻就生气地 看着赵泽等人 大哥二哥还有 二爷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一直以为 我们的关系不错 到底是谁给你的错觉 那你们要是这样的话 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来 让我们一起 演一场 最打贾宝玉 来 你们谁演贾宝玉 刘哥 那个我这里 有一个教学补助的名额 我想把它献给你 谢宝国举手说道 这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刘哥 我一直很敬佩你啊 你生活艰苦 勤俭节约 我觉得 这个补助金给您 简直是不二的人选啊 不勉强 绝对不勉强 谢宝国慷慨激昂地说道 只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能不演贾宝玉吗 谢宝国哭泣地说道 行 那这个机会 就让给别人吧 YES 谢宝国向下一挥拳 然后对着几个同伴挥挥手 然后就溜走了 赵泽几个人咬牙切齿地看着这货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这小子 有这么多心眼呢 哎 这是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刘烨捡起一个箱子 那正是他们 举行X游戏的箱子 刘烨 从里面拿出一张纸 上面写着出去玩 黄尸雅 这句哪娃 刘烨兴奋地说道 黄尸雅眼珠子一转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当然 是去好玩的地方啊 要不我带你去 好啊 刘烨兴奋地说道 于是 两人来到校门口 还是那个胖子 刘烨没见外 直接上了车 当天晚上 一辆黑车来到校门口 一个人被从车上丢了下来 刘烨博倒在地上 两眼无神地看着前方 本小章还未完 请点击下一页 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好一会儿 他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捂着手臂 颤颤巍巍地走回自己的宿舍 刚一进门 就看到自己的床铺 全都被水打湿了 书桌上的书籍 也都被撕得破破烂烂的 他默默地把书本收了起来 然后把被打湿的床铺卷起来 自己躺在木板上 蜷缩地睡了起来 只是刚睡一会儿 就感觉脸上一阵风吹过 随后被人扔了什么东西在脸上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是个钱包 里面装满了钱 他疑惑地看了看四周 就看到吕继城 在外面向他比划了一个烟 而就在他感觉迷糊的时候 一群人突然闯了进来 老是就是他 偷了我们班级的班费 傅阳进来 指着他大声地说道 刘思博见状 连忙摇了摇手 他想解释什么 但是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急得都哭了 而这个时候 郝老师冷笑着看着他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现在人赃俱祸 你还想怎么抵赖 走 跟我去教导处 说着 就拽着他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 学校贴了告示 说刘思博偷到班级班费 被开除处理 他绝望地来到医院 却看到赵纳在他母亲的耳边说了什么 他母亲的心电图 立刻开始波动起来 不好了 来人啊 病人犯病了 赵纳装作焦急地大喊 随后 一群医生进来开始急救 三个小时以后 医生对他摇了摇头 那一瞬间 他感觉坍塌下来了 他宛如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走在街道上 他感觉这世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四伯 却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茫然地抬头 就看到那个男人出现在他身边 男人一把抱住了他 好孩子 没事的 老师在呢 别害怕 一瞬间 刘四伯无声地哭了起来 四伯 你放心老师会帮你的 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需要你自己动手 男人的声音 轻轻地在他耳边回响着 那一瞬间 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粉色 原本茫然的眼睛 瞬间变得怨毒起来 他咬破嘴唇 用力地点了点头 刘业这边 晚上学校内的赵泽等人聚在门口 幸灾乐祸地议论着 他们心想 刘业再怎么厉害 不也是个学生吗 遇到那些社会人 还不被收拾惨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十多辆黑车停在了校门口 他们激动地看过去 却看其他车的车门打开 一群黑衣人 从车上小跑着下来 在车门前面 排成两排整齐的站好 其中一个黑衣人 更是拿着一卷红色的地毯出来 放到车门前 一直延伸到校门 随后一个穿着白西服的男人 从打开车门 两排黑衣人 整齐的一鞠躬 大哥 浪奔登登登 赵泽等人张着大嘴 看着刘业叼着根雪茄 披着个大雕 从车里出来 就看到那个穿着白西装的 小跑着来到刘业身边 点头哈腰地说道 大哥 我听说这学校里 有几个小崽子找您的茶 我去帮您 把他们收拾了吧 赵泽等人 他们整个人都白话了 你嘛 你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只是一个晚上了 你就当上老大了 这个时候 谢宝国悄悄地 跟赵泽等人拉开了距离 见到赵泽等人看着他 他瞥着眼睛说道 看什么啊 我跟你们可不是一路的 我可是交了保护费的 今天晚上最打家保育 祝你们好运 说着 他惨笑着来到刘业前面 妹笑着说道 刘哥你慢点 他这边过去 眼睛扫到车里面 就看到黄诗雅和那个胖子 浑身是伤得 在后背箱里躺着 黄诗雅见到他 激动地呜呜叫着 谢宝国心中一紧 赶紧把目光移开 装作没有看到 在看到刘业进到校园里以后 所有的黑衣人 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们恶狠狠地 看着赵泽等人 真以为他们想这样 你说他们堂堂商业精英 却非得弄成这样 跟个混混似的 陪那疯子玩 稍不顺心 就一阵打骂 他们还没有办法 困都困不住他 你们几个小王八大 把那么个杀神送到我们那 你们有种啊 行 学校里我们动不了 但是等你们出校门的 走着瞧 说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走了 只留下他们 瘫软地坐在地上 当天夜晚 刘业回到自己的宿舍 看到自己的被褥 全都被糟蹋了 顿时生气地 看向赵泽等人 这谁干的 我举报 傅阳举起手 你好快呀 赵泽等人在心中狂叫 是赵泽让我们干的 原来是你小子啊 那好 今天晚上 咱们就醉打贾宝月 够了 赵泽突然大吼道 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 你以为你生大 我就怕你啊 我陪你封够了 我告诉你 老子也是个男人 也是有骨气的 赵泽红着脖子咆哮道 几分钟以后 你干什么 你别动我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有本事让我起来啊 我男子汉大丈夫 说跪下就跪下 我跪一个晚上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给你磕头了 就当给你送病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赵泽瞪着眼睛 鼻青脸肿地说道 傅阳等人 刘烨 而就在这个时候 郝老师又从外面进来 那个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咱们班的班费被偷了 我偷的 我 没错 就是我 吕基成激动地举手说道 说完 他立刻拿出电话 喂 警察吗 没错 我要自首 说完 他放下了电话 整个人哈哈大笑地 跑了出去 郝老师看着他的背影愣了 这孩子是犯什么病了 刘烨赶紧摇了摇头 这跟我没关系啊 我什么都没干 在把郝老师劝走以后 刘烨兴奋地看向赵泽等人 来 我们期待已久的节目开演吧 第二天一早 刘烨急匆匆地赶往医院 他接到消息 说是他母亲病重了 无论是电影中 还是现实中 他都是一个孝顺的人 只是刚到医院 就听到一阵哭爹喊娘的声音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他 拜托了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啊 你一定要救活他 赵纳跪在地上 抱着医生的大腿 哀嚎道 尼玛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能威胁那小子的人 结果刚过去 人就要嘎了 这人要死了 那么那个混蛋 就彻底没有顾虑了 昨天的罪打贾宝玉 实在是太吓人了 虽然没有打他 但是他十分地害怕 刘烨 这到底是我妈还是你妈啊 他回头 就看到站在门口的刘烨 顿时害怕地站了起来 别 别打我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一定会就伯母的 你别打我啊 赵纳疯疯癫地跑出去 刚到门口 一辆车直接过来 砰的一声 把他撞飞出去 刘烨 谁要打了你啊 我就想跟你说一声谢谢啊 医院内 赵泽五人等聚在一起 嗯 吕继承现在在警察局过不来 此时在一张病床上 浑身缠满绷带 五官一味的一个男人 用含糊不清的语气说道 你们想报仇吗 我可以帮你们 谁之话刚说完 就看到赵泽等人 惊恐地看向他 你是不是刘四伯派过来的 引诱我们呢 我告诉你 我们不会上当的 兄弟们打他 哎 你们干什么 我是在帮你 啊 男人的惨叫声 响彻了整个病房 此时 刘烨刚出病房 周围的环境 瞬间变得漆黑起来 他看到前面出来了一个人 那人跟电影里的他 长得一样 你很厉害啊 刘四伯笑着说道 你做了许多 我不敢做的事 我没做什么啊 我只是做了一个 好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刘烨坚定地说道 刘四伯 我当初要是想你一样 不要脸就好了 刘四伯突然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对刘烨说道 刘烨 这怎么好好的 突然骂人了呢 说谁不要脸呢 十里八寸的 谁不知道 我的脸皮最薄 我送你一件礼物吧 刘四伯意味深长地说道 咔嚓 约翰浑身疲惫地坐在了椅子上 电影结束了 但是他现在浑身上下都十分的痛苦 刘四伯身上发生的事情 就像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一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电影屏幕落了下来 约翰立刻看过去 就看到 一具脑袋没了一半的尸体倒在那里 尸体已经腐烂 但是约翰一眼就认出 那是谢宝国 他赶过去检查了一下尸体 发现尸体的死亡时间 大约在五天之前 正是当时谢宝国等人 来到崇门岛的时间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约翰意识到 自己的猜想错了 原本他以为 谢宝国等人是想起记忆 然后被诡异杀害 但实际上英国反了 是他们已经死了 诡异引发的那些意外 是为了让他们想起 自己已经死了 而弄出的措施 一旦他们想起自己已经死了 那么就真的死了 怪不得这次的任务叫做遗忘 他们要遗忘的是 自己已经死了的真相 这样 他们才能继续 作为人活下去 约翰继续检查着尸体 当他抬起尸体的手的时候 就看到手下写着一个履字 约翰一瞬间就有了猜想 现在他打算去履积城死亡的那个地方 去验证一下 只是他刚起身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脆响 一瞬间 他的身体紧绷起来 他在进来之前 就特意把爆米花 撒在了过道上 当初他在死掉的 那个保护者的家中 看到了一些黑色的脚印 那些脚印 似乎是谢宝国的 所以他猜测 这些诡异 应该是有实体的 他回头一看 就看到一些断枝 从外面进来 根据上面的衣服 约翰认出 这是履积城 他的手指一勾 油灯就出现在他的手上 张小姐瞬间 进入到了他的玉佩当中 是 火苗瞬间亮起 声音立刻消失了 但是却看他手上 油灯燃烧得极快 转眼间 里面他积攒的血液 就已经消耗了干净 他立刻灭掉了油灯 随后向着外面跑去 只是刚一开门 一只断手 就握住了他的脖子 强大的力道 让他瞬间不能呼吸了 好在张小姐这时 从玉佩中出来 对着那只断手 发出一声幕后 那只断手 立刻消失掉了 只是这一下 张小姐也变得萎靡起来 月狼 我不行了 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张小姐疲惫地说道 他不是不想拼命 但是对方强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只是替约翰挡了一下 他的理智 就要消失殆尽了 再在外面待下去 他怕自己失去理智 伤害约翰 没事 你好好休息吧 约翰揉着自己的脖子说道 张小姐点点头 立刻回到了玉佩当中 约翰则是重新拿出一根断纸 这是一根女人的断纸 上面的指甲鲜红 似乎还在掉落着血液 这是当初杰克手里的弄到的鬼物 里面封印的诡异 十分的邪恶 虽然杰克能够控制诡异 但是使用的方法 却是十分的邪恶 他根本就不能用 他要是强硬地使用 这东西肯定会在一瞬间失控 所幸 对方似乎也有些迟疑 约翰立刻收起手指 趁机拼命地向外跑 他一边跑一边拿起手机 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 喂 青鸟 帮我调查一个人 说 那边十分干脆利落地说道 在刚才的电影当中 约翰虽然没有记住对方的样子 但是却看到了对方胸口的名牌 他立刻说道 王雪 在跟朋友通完电话以后 约翰就跑到了外面 只是当他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 外面已经没有人了 不过他看着地上的痕迹 发现应该是有人受伤了 这可不是好消息 要是再有人死了 那么他们的处境 将会更加的危险 但此时他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 他很快来到了之前 吕吉诚待着的那个小超市 此时里面干干净净的 一点都不像是死过人的样子 只是很快 他就在超市的收音台下面 找到了吕吉诚的尸体 跟当初在电影院中 看到的诡异一样 尸体被砍成了无数段 仿佛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约翰站起来 看到收音台前的显示器还亮着 立刻开始操作起来 很快 他调出了画面 就看到画面中 吕吉诚浑身是血的来到了超市 看神情十分的慌张 他拿起柜台前的一瓶矿泉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只是刚一喝完 整个人就贪软地倒在了地上 在他昏倒以后 超市中的黄诗雅 小心翼翼地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看到吕吉诚以后 像是疯了一般 手中的菜刀 不停地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硬生生地 把吕吉诚剁了数段 一般来说 一个柔弱的女生 是做不到这样程度的 光是骨头 就可以卡住菜刀 让他拔不出来 但是他不知道 获得了什么力量 把吕吉诚给分尸了 做完这一切以后 他的头看向了外面 然后慌张地把吕吉诚 给塞到了收音台下面 然后摸了摸脸 丝毫不介意 血水沾到了脸上 然后笑盈盈地走了出去 监视器拍不到外面 但是他能看到 一只手从外面伸了进来 而那只手上的戒指 约翰能够认出来 正是富阳的 看到这 约翰脑中有些想法 谢宝国是被吕吉诚杀死的 吕吉诚是被黄诗雅杀死的 按照刚才视频上的内容 黄诗雅应该是被富阳杀死的 但按照顺序 富阳应该也是被杀死了 应该是赵纳和赵泽两人中的一个 然后最后 杀死富阳的人 被另外一个人杀死 想到这 约翰突然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是他想的那样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 应该是剩下一个人 赵哥 就在这个时候 黄诗雅突然出现在外面 约翰赶紧把他挡住 不让他见到吕吉诚的尸体 而黄诗雅也没注意那些 就看到他满脸是血 神情十分激动地说道 赵哥 我想起来了一些了 我们前几天来到崇门岛 遇到了很恐怖的事情 听到这话 约翰知道黄诗雅 应该是遭受了什么致命的危险了 所以他立刻把黄诗雅拉到了一边 细心地安慰到 不要紧张 慢点说 你们遇到了什么 我们遇到了鬼 黄诗雅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 当时我们吃完饭上岸的时候 明明是六个人 但队伍中却很奇怪地多了一个 黄诗雅浑身都在发抖 当时 当时 我走在最后 发觉有些不对 然后就看到队伍中多了一个人 我 我当时太害怕了 我就跑掉了 然后 然后 然后他似乎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约翰若有所思 他猜测 在那之后 黄诗雅应该是把吕继城 当成了那个多出来的人 然后把对方给杀死了 叮咚 而这个时候 约翰的手机传来了信息 约翰立刻打开来查看 最上面是一张照片 约翰看到照片 立刻确认 眼前的这人正是那个教师王许 根据资料显示 这家伙现在是一个地产界大亨 许多地方的土地 都是在他的手里 而最要紧的是 在七年前 他买下了崇门岛 并开发成了现在这个火爆的度假村 并且当时的第一波客人 正是现在的黄诗雅六个人 他们当时在岛上待了七天 随后就急匆匆地回去了 据调查 当时的六个人回去以后 都有不同程度的惊慌 甚至于赵泽 更是病了半年多 而这家伙更倒霉的是 他的家人接二连三的都死于意外 据说是这家伙得罪了什么人 被人报复了 也就是最近这几年 情况才慢慢地变好 而且半年之前 他们还都十分不正常 疑神疑鬼的 但是半年之后 他们却突然变得正常起来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看到这 约翰有些疑惑 如果要报复的话 为什么只报复赵泽一个 而且 当初他们第一次 在岛上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他又想到了 第二次他们上岛的连环杀人 约翰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想法 随后他立刻给自己的朋友 发了一个消息 他让他的朋友查了一些东西 片刻后 他收到了朋友给他传来的消息 约翰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一丝了然 随后 他看向了黄诗雅 淡淡地说道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你应该跟我说实话了吧 你 你什么意思 黄诗雅有些不安地说道 七年前你们上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 我不记得了 听到七年前这几个字 黄诗雅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慌张的神色 是吗 约翰冷笑一声 那让我们等吧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了 那么根据这次任务的规则 鬼应该就会动手了 我们等等看 看你会不会被杀死 如果你没有死的话 那么就对不起了 约翰手腕一兜 一把匕首从袖子 落到了他的手里 黄诗雅脸上立刻慌张起来 如果说刚上岛的时候 你说不记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 你的记忆应该恢复不少了吧 准确地说 应该是除了自己死亡的 那个关键点 他的记忆 应该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毕竟这座岛无时无刻地 不再提醒了他们 而且论演技的话 对方还是太嫩了一些 你放心 我不是警察 我对你做过什么事 没什么兴趣 我只想活过这次的任务 你应该也不想死在这里吧 约翰的话 压倒了最后一根稻草 黄诗雅吻了吻心神 然后说道 好 我说 七年之前 我们的确来过这里 不过当时不是六个人 而是七个人 第七个人 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同学 黄诗雅并没有说这个人的名字 但是约翰知道 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刘斯伯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他是怎么上来的 只是当发现他的时候 他正在往我们的食物里下毒 好在我们并没有吃多少 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应 之后我们在岛上抓住了他 然后 你们杀了他 黄诗雅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脑袋 我 我们没有想杀他 我们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当时 我们就像以前一样 从X箱子里抽出纸条 然后按照纸条上的内容去 去跟他玩 只是 当最后谢宝国停手的时候 他 他就已经死了 听到这 约翰察觉到了一点 你说你们 是从箱子里抽出的刑法 那么这么说 你们早就有准备 那个箱子 那个箱子 应该是赵泽准备的吧 毕竟以前都是他准备的箱子 黄诗雅不是很确定地说道 继续 然后 我们当时非常害怕 就把他的尸体 藏到了游乐园里的密室中 游乐园 约翰心中狂震 原来如此 怪不得刘哥上岛以后 就非得去游乐园呢 原来早在那个时候 他就发现了问题 约翰心里一阵激动 太厉害了 简直太厉害了 人怎么能厉害的这么个地步 他现在简直对刘液崇拜死了 赵哥 啊 你继续 约翰清了清嗓子说道 这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们处理完尸体以后 就约定这个事情 谁都不能说 然后就坐船走了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从那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忘了 然后就是前几天 我们又来到了岛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骗你 我的确看到 队伍中多了一个人 他不停地攻击着队伍中的每个人 我当时太害怕了 就偷偷跑了 之后 之后 看到黄诗雅 想要继续回忆下去 约翰连忙打断了他 好了 可以了 你不要再想了 再想就危险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你对你们的老师王许了解吗 王老师 他 黄诗雅刚想说话 但他突然间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脖子 约翰立刻远离他 他能看到 黄诗雅的脖子部位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哦 黄诗雅一个呕吐 就看到一些粉色的碎块 从他的嘴里吐出 对人体有些研究的约翰 立刻认出 那是位的碎片 就 黄诗雅向着约翰伸出了手 但是刚说一个字 就又开始呕吐起来 大量的内脏碎片 从他的口中吐了出来 他整个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干瘪起来 最后硬是活生生地吐死 很显然 他是触犯了一些禁忌 张小姐在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殷气 约翰赶紧离开了这里 黄诗雅死了 肯定也会变成诡异 到时候再来找他 他可是吃不消 只是 他刚走了几步 却发现不对 地上的黄诗雅尸体突然变了 他脸上的皮 变得猙獰起来 看起来似乎是被人用刀 给割出来的 上面的皮肉都已经翻卷 约翰见状 不再犹豫 撒开腿就开始狂奔 当他来到了游乐园门口的时候 就遇到了往外走的刘烨 他立刻兴奋地喊道 刘哥 我发现了一些事情 约翰大喜 立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样啊 真是辛苦你了 刘烨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一瞬间 约翰感觉不对 但是还没等他多想 胸口突然一阵剧痛 他低下头一看 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胸口上 他退后了两步 不敢相信地看着前面 随后他恍然 你不是 话还没说完 约翰就倒了下去 刘烨来到约翰身边 弯腰抽出了匕首 用手绢擦了擦 然后把手绢扔在约翰的脸上 然后他看向了游乐园的方向 脸上瞬间开始变化 与此同时 刘烨坐在椅子上 一阵长虚短叹 没办法 电影中的场景 真的是太美妙了 有钱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但是没办法 电影中毕竟都是虚幻的 还是要自己脚踏实地地挣钱 只不过现在想想 还是有些心疼 当然 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他要钱的话 刘思博还真的能给他 毕竟这对他来说 只是小意思而已 只是他觉得 像是刘烨这样的强者 应该不会对金钱感兴趣 所以就没说 不过他给了一个 他自认为 刘烨在这场游戏中 很需要的东西 只不过那东西 需要刘烨去自己拿 刘烨本人 倒是对刘思博的东西 不感兴趣 他只是有些好奇 刘思博给他的是什么 于是 他把富阳背了起来 然后捆在了自己的身上 虽然在过程中 又听到一阵 咔嚓咔嚓的清脆响声 但是无论刘烨还是富阳 都已经习惯了 甚至富阳还有时间想着 这回的响声 没有之前那么脆 难道是自己的骨头惊化了 刘烨根据刘思博的指引 来到游乐园的摩天轮处 在摩天轮的正下方 有着一个暗门 来到近前 拿出刘思博给的钥匙 打开了暗门 露出了一条漆黑的通道 而当富阳看到这条通道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害怕起来 似乎里面存在什么可怕的东西 只是那种感觉刚升起来 脑中刘烨的模样再度出现 那种恐惧感 瞬间转移了 原本要浮现的记忆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富阳 刘烨顺着楼梯下去 来到了一处十分空旷的房间 刚一进来 一股发霉的味道就涌入鼻腔 富阳好学没被这味道冲晕过去 倒是刘烨感觉还好 毕竟在他们村子里 比这更味的地方也有的事 就像是他小时候的一个朋友 身上就总是发出奇怪的味道 这也让人都不爱接近他 作为村中要了命的热心人 刘烨怎么能看这样的事情发展下去呢 于是主动就带他去洗澡 当时他是拼尽全力去给他搓澡 那是相当的下祸啊 同时也给他累完了 对方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只是让他伤心的是 从那天以后 他就没有再见过那个朋友 据说 好像是去城里了 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见到 总之 这味道还让他生起了怀念的感觉 他随手拿起门旁边的笔记本 从上面撕下来了一页 擦了擦鼻子 往里看去 发现这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刑具 上面都沾染着已经变黑的血迹 但通过上面的袖记来看 这些东西似乎都并不常用 而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 还放着一个箱子 在箱子的表面上 画着一个大大的X在箱子的周围 还放着几张已经泛黄的纸条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加上保存不善 估计一碰就会散掉 此时复杨整个人都已经快要傻掉了 脑中的记忆一瞬间就恢复了过来 他记得这里 他以前来过这儿 是七年前 七年前他来过这里 就和赵泽等人一起 对 没错 他记起来了 当时一共有七个人 除了他们六个人以外 还有一个 刘 刘 刘思博 最后 傅杨直接喊了出来 随后 仿佛是呼应他一般 一具尸体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啊 傅杨在刘夜身后剧烈地挣扎着 诡异的是 原本重伤的身体 此时竟然已经能动了 他双手捂着自己的脑袋 鼻涕眼泪直流 我 我们杀了他 怎么会这样 我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啊 傅杨痛哭地喊道 除了一定的愧疚以外 他更多的是害怕 害怕自己自身的地位 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影响 要知道 他可是大明星 要是传出去他杀了人 那他以后就完了 刘夜听到这话 也很是惊讶 只是 他并没有害怕 而是把傅杨放了下来 好奇地问道 能跟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傅杨抹了抹眼泪 然后说道 当时 他说的内容跟黄诗雅差不多 都是发现了刘四伯 发现他下毒 然后把他抓起来 开始惩罚他 所以 你是说 你们七年前杀了他 是的 傅杨点头说道 刘夜没想到 出来打个弓 这还弄出了刑事案件 不过他突然兴奋了起来 这 这不就是收音机中讲的那种断案故事吗 他就是包容图啊 对 如果是包整的话 那么此时应该 检查尸体 他立刻来到尸体旁边 像模像样地检查了一下 然后 嗯 什么都没看出来 不应该啊 收音机上说的 检查下尸体 就能看出来线索呀 刘夜疑惑地说道 他翻来覆去地看着尸体 随后一个没注意 把尸体弄倒了 就听见咔嚓一声响动 尸体摔得粉碎 刘夜 傅杨 不是 这当事人都在这呢 你有啥想知道的 就直接问呗 人家都已经死了 你还折磨他干啥呀 好 我看出来了 凶手不是你 真凶另有欺人 刘夜冷笑一声说道 同时 耳边似乎响起了 那熟悉的音乐 会成有个刘青天 铁面无私便中间啊 你 你发现了什么吗 傅杨说道 难道他真的发现了 什么不得了的线索 嗯 哼哼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刘四伯 刘夜语出惊人道 什么 你 你怎么看出来的 傅杨震惊地说道 呃我 刘夜眨了眨眼睛 心里想着 赵钱孙礼 赵钱孙礼 赵 赵 他是赵泽 赵泽 那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是 呃 你觉得呢 刘夜反问道 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傅杨脑中仿佛出现一道炸雷 如果按照刘夜所说 死的这个是赵泽 那么活的就应该是 刘四伯 没错 就是他 刘夜激动地一拍手 他们的好玄啊 差点露馅了 怎么会 怎么能是他 他是个哑巴啊 那怎么的 就不信人家治好了呀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人家咔 把扁桃体嘎了 治好了 怎么不行吗 可是脸呢 脸又是怎么回事 整容了 刘夜感觉自己进入了状态 没错 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可是当初在岛上的时候 我们明明看着赵泽 跟我们一起上船的呀 如果他是刘四伯的话 那么我们不可能发现不了他 富阳说道 因为当时你们都中毒了 这时候 一个声音响起 刘夜两人回头一看 就看到约翰捂着胸口 虚弱地坐在门口 他见到刘夜以后 顿时松了一口气 然后走了过来 当时他给你们下毒 你们以为自己没事 其实当时就已经中毒了 就是那个时候 你们把赵泽当做了刘四伯 把刘四伯当做了赵泽 怎么会 富阳没想到 事情竟然是这样 可是 可是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前几天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赵泽在报复我们 没错 约翰慢慢地走了过来 手里拿了一瓶汽水 这是这个岛上的水 里面被人下了东西 这东西会让人神智变得混乱 所以你们的记忆才出现了问题 而这一切 也全都是赵泽对你们的报复 毕竟是你们杀了他 他来到境前 随后一个猎且向着刘夜扑去 但是刘夜一下子躲闪开来 刘哥 你倒是扶我一下 倒在地上的约翰苦笑着说道 你不是约翰 谁知道 刘夜嘴里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话语 刘哥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是约翰我是谁 刘夜 我也不知道 只是刚才沉浸在当侦探中 说吐露嘴了 你当然不是约翰 因为我才是 这个时候 门口又出现了一个声音 就看又一个约翰捂着胸口走了进来 你没死 贾约翰皱起眉头说道 不好意思 下次你应该对准脖子 我的心脏长在右边 约翰淡淡地说道 呵呵 真是点呗啊 贾约翰摊了摊手 然后用手在脸上一抹 恢复成了刘思伯的样子 然后他看向刘夜 有些无奈地说道 真不愧是你啊 怪不到那个这个家伙那么地崇拜你 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刘夜 流动的水没有形状 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 刘思伯听到这 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细微之处的地方 漏了马脚吗 也对 毕竟你跟赵纳相处过一段时间 应该是他跟你说了什么吧 嗨嗨嗨嗨 嗯对 刘夜含糊不清地说道 所以 你从那个时候就怀疑我了 真是厉害 我们当时还没有见面吧 刘思伯无奈地说道 没办法 有时候运到就是这样 你自以为很顺利 但却偏偏遇到了这样的人 我想问你个问题 约翰说道 说 你既然已经替换了赵泽的身份 还花大力气 把他的家人全都杀掉了 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回到这里 这是约翰最不解的地方 根据他朋友调查的资料 这家伙甚至把当初住院的医生都给干掉了 凡是跟他熟悉的 他一个都没放过 却偏偏就剩下了富阳等人 而刘思伯则是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了起来 因为我忘了 忘了 没错 刚开始离开岛的时候 还只是记忆变得有点模糊 但是慢慢的 我的记忆全都消失了 不仅仅是我 他们也一样 然后前几天 王旭老师又叫我们过来聚一聚 我就跟他们来到了岛上 约翰瞬间明白了过来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 就解释得通了 好了 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可以安心地走了吧 刘思伯拍了拍手 随后四个恐怖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脑袋没了一半的谢宝国 被砍成十八段的吕继城 浑身肿胀的赵纳 以及被毁容 脖子上有一刀巨大伤痕的黄诗雅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很显然 当初约翰进去看电影的时候 赵纳和王子玄都被他杀了 黄诗雅逃走了 结果以为回想起了记忆 没来得及说 就死了 说真的 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你们死 就得是我死 所以只好委屈你们了 然后 他看向了傅杨 傅杨 其实你也已经死了 是被赵纳杀的 他把你推下了悬崖 当然 我也替你报仇了 我干掉了他 这样 你们就团聚了 又可以在一起玩游戏了 哈哈 刘思伯狂笑起来 而傅杨则是一愣 随后脑中的记忆瞬间浮现出来 他可以清楚地记起来刘烨的脸 啊 傅杨捂着脑袋大叫起来 那一刻 他又记起了 刘烨带给他的恐惧 刘思伯 这不可能 他怎么会没死 除非 他猛地看向了刘烨 原来 你早就算计好了 真是好手段 我早就该想到 你明明能救下傅杨 为什么却还是让他变得这么惨 原来你是故意的 你早就 猜到了一切 然后故意折磨傅杨 在他的精神上设置陷阱 让他恐惧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你 傅杨震惊地看着刘烨 他一直以为刘烨是故意整他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他竟然如此地用心良苦 刘烨 要不你以为呢 我刘哥的本事 岂是你能知晓的 约翰得意地说道 不是 我没有 你别乱说 刘哥 不用多说了 我们都懂 傅杨激动地握住刘烨的手 原来刘烨真的是在保护自己 亏他以前还那样想他 自己真是太混蛋了 等回去以后 一定要让经纪人给他加薪 刘烨 你能知晓的 要是销售的 还要预讨 我是销售的